你本是一个众人眼中的废物 却能够不老不死青春永住 因为自从二十年前穿越到这方世界 你便被时间所遗忘了 不过这正合你 前世的你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 老是裹挟着你 让你不得不前进 难得慢下来的你决定远离凡事 追求自己心中的大道 于是你便隐居在深山中 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 直到五年后的一天 你还是离开了隐居已久的小木屋 因为你觉得如果再不和人说话 自己恐怕就要丧失人类的语言能力了 至于要去哪里 你也没想好 走一步看一步吧 走错了也不要紧 无非就是多花些时间 而现在的你最不缺的东西 就是时间了 在经过一个村庄时 正巧赶上当地的一个小宗门在收徒 于是你兴致勃勃地前去报名 因为在现在的你眼里 什么都是新鲜的 宗门很小 来报名的人并不多 不过报名处有一位女子十分吸引眼球 一身红衣裹身 露出线条优美的景象 你下意识地朝她走去 见你来后 对方懒洋洋地朝你询问姓名 你如实回答 只是说话的声音略显僵硬 红衣女子抬起头 看到你后微微一愣 因为她总觉得你的眼神有些异于常人 透着一股莫名的气息 最终你被顺利地露去了 小宗门收徒 自然没有那么多规矩 此时红衣女子转过头 朝你露出漂亮的小虎牙 我叫云然 你可以叫我云然师姐 听到后你点点头 自此你便加入了青云门 由于宗门不大的缘故 门内不存在什么勾心斗角 大家都忙着修炼 不过最近的世道不太平 下边的村子接连出了人命 很快宗门内便收到了村长的求助 此时正值青云门师尊闭关 正好是云然师姐主事 她觉得身为修士 当以天下为己任 不能见死不救 随后便带着你下山了 没过多久便看到四具尸体 云然仔细检查了一番 确定是僵尸作怪 于是到了夜晚 她设下法阵 只等僵尸自投罗网 很快周围就传来了剧烈的声响 还眼前一亮 猛地将配剑拔出 这把剑是师娘在死前传给她的 可就在她觉得胜券在握之时 又一道黑乎乎的身影猛然窜了过来 紧接着一只利爪便向云然起来 她到底还是个只知道修行的小姑娘 实战经验不足 顿时便慌了神 千军一发之际 你冲向云然 一脚将僵尸踹出十米远 连你自己都没想 刚才的你居然能爆发出这样强大的力量 待你解决掉剩余的僵尸后 另一边忽然传来惊呼 云然虽然解决了僵尸 可大腿却不小心被刮出一道划痕 未经世事的女子 哪里遇到过这种事 没过多久 你吐出几口鲜血 又拉着云然连忙来到后院 把衣服脱了 云然下意识捂住胸口 师弟 你要做什么 虽然我 但是这也太快了吧 我还没做好准备 可回应她的 只有你一个冰冷的眼神 少废话 赶紧脱 听到这话 云然的脸色变得愈发红润 好凶哦 我 我好喜欢 于是她鬼使神拆地解开了衣服 却发现你只是在替她疗伤 而后的一连几天 你一直贴身照顾云然 时常就带她去外面晒晒太阳 云然被将尸划伤后大病了一场 不过在你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很快就恢复了惊奇神 从此她看你的眼神 便多了些许温柔 还有一些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情愫 转眼间又是数年过去 青云门的弟子一年比一年少 到最后 偌大的宗门就只剩下云然和你两名弟子 而世尊一直在闭关休息 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动静 你感觉是死在里边了 这段时间里 云然能够感觉到自己对你的感情 正在一点点的增加 她似乎大概好像是喜欢上你了 每次你去砍柴 她就会跟在你的身后 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 小师弟快看 那朵云好像一只狮子 小师弟 你说那些修为高的修行者 平日里都在做什么呀 我感觉修行好无聊啊 小师弟 看样子我是这辈子也突破不了恋气气了 唉 我果然是摆脱不了生老病死 多年后的一天 云然突然对你说道 小师弟 我们一起走吧 你抬眸望向他 下山 你不觉得 这里很无趣吗 她后悔了 后悔踏上修行这条路 时间真的很难熬 如今的她已经三十岁了 练气气最多活个一百多岁 以她的资质 估计这辈子也踏不上住气气 那么就在这里等死吗 她从六岁就来到了青云门修行 在这里度过了几乎小半辈子 她腻了 她不想死在这里 想去外面看看 所以她像其他的师兄弟一样 决定离开这里 不过临走前 她想最后表达自己的心意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此时已经是大灵女青年的云然 轻声问道 却还是忍不住有些羞涩紧张 毕竟这是自己暗恋十年的师弟 这是一个妖精 也是无声的告白 此刻她的脑海中忍不住幻想 今后你们能像普通夫妻一样结婚生子 过上普通且幸福的生活 你正正地看着她 忽然想起了一句话 先路漫漫 大道无情 既然以决心踏上修行之路 只有断去世俗繁原 才能稳住道心一直修行下去 第二天 云然走了 在一个很好的天气 那天 没有风 洁白的云彩像是棉花一样漂浮在空中 你独自坐在山头 望着云然的背影直到黄昏 至此 你成为了青云门的大师兄 也是唯一的弟子 转眼间又过了二十年 此时你的修为已经来到了练习巅峰 估计用不了多久便会达到住机器 这时 一只白鸽从远处飞来 这是山下传信的鸽子 有什么事情是 山下的人便会通过这种方式联系青云门 信是云然寄来的 你一个恍惚 从记忆中把这个名字挖了出来 你虽然早就忘记了她的容貌 但熟悉的声音却在耳旁响起 小师弟 你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之前 与云然相处的那段日子 二十年了 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于是你下山 想要再去见见这位老朋友 你想过很多种跟云然见面的方式 二人相视一笑 一个依旧年轻 一个已经成为几个孩子的母亲 或者二人激动的热泪盈眶 相互诉说着这些年的经历 你想了很多 可唯独没有想到这种方式 你手捧着黄土 看着眼前的墓碑 上面是熟悉的名字 云然 云然是半个月前回到家中的 中途为了救一个女孩被人打伤 没多久变过世了 谁也不知道她这二十年经历了什么 只知道她没有结婚 依旧是孤身一人 但据说她仍然喜欢穿着红色的衣服 经常对着青云门方向待坐着 一坐就是半天 似乎是在等什么人 这天你破例买了许多酒 坐在云然的坟前 一杯一杯地喝着 此时与云然相遇后的点点滴滴 开始在脑海中变得逐渐清晰 我叫云然 你可以叫我云然师姐 师弟 你要做什么 你别这样 我还没做好准备 小师弟 我修行这么多年 果然还是摆脱不了生老病死啊 刹那晃神间 你的思绪又回到了离别的那天 耳边隐约想起她最后说过的话 小师弟 我们一起走吧 想之前发生的种种 过往如烟 莫名想起了一首歌 多少年以后 往事随云走 那纷飞的冰雪 容不下的温柔 后来徐凡打听到 云然是被神一门的人给打伤的 那天神一门的几名弟子下山溜达 见一个农妇年轻貌美 便动了邪念 恰巧 云然路过 神一门 徐凡记得这个宗门 上一次偷他们大米 把他们葱 还打伤了大师兄 徐凡默默记住了这个名字 神一门内有一名铸鸡师尊坐镇 自己还是练气期 君子报仇一百年不晚 神一门 你们给我等着 抱着这个想法 徐凡回到了青云门 更加刻苦修行 在二个年头 终于突破了铸鸡期 又过了八个年头 神一门内唯一的铸鸡师尊死了 徐凡听到这个消息时 整个人都傻了 不过一想便明白了 铸鸡期的修饰 也只有两百年的寿命 这老家伙算算岁数 也是时候没了 他一死 神一门便只剩下一堆 练气期的修饰 徐凡深吸一口气 踏上了前往神一门的道路 今日我徐凡来报仇 神一门外 一大批神一门的弟子 有些疑惑地 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少年 三十多年前 你们神一门偷走了 我们清一门秋收的大米 拿了十八捆大葱 掰走了六十五根玉米 然后又打伤了我们的弟子 我大师兄不治身亡 十年前 你们有几名弟子 要猥亵一个农妇 被我师姐阻拦 你们恼羞成怒 打伤了我师姐 让我师姐半个月后 不治身亡 徐凡一一细数着 这些年神一门做下的坏事 最后说道 我们清一门 跟你们神一门 有不共戴天之仇 今日我便是来报仇的 神一门的众人 今日我徐凡来报仇 徐凡说完 便静静地看着众人 众人也在打量着他 极为年轻的样貌 最多不超过二十三次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而后一个中年男人站出来 哼 小子我看 你是老鼠铁猫屁股 不知死活 你不是要来找老子报仇吗 告诉你 老子就是打伤你师姐的人 徐凡点了点头 其余的人呢 这时又有两个男人站出来 小子 你想怎么样 单挑还是群殴 徐凡冷哼一声 就算你们一群人一起上 我又何惧 哦 这么说 你选群殴了 艺人略有些诧异地说道 徐凡义正言辞地说 不 我选单挑 众人撸起袖子 纷纷上前一步 哎 等等 不是单挑吗 徐凡后退一步 为首的中年男人 嘴角轻轻勾起 邪魅一笑 对呀单挑 你一个人单挑我们一群 说吧 枪的一声 抽出三尺长剑 一剑刺来 臭小子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声音伴着剑鸣 直直地朝着徐凡袭来 徐凡双眼微眯 这在旁人看来 迅捷无比的一剑 可在他眼中 就跟放了慢动作一样 练气期和助击期的差距 比人跟猪的差距都要大 三尺长剑行至中途 猛然停了下来 中年男人眼神中闪过一丝惊骇 目光落在剑锋之上的两根手指 碰 双指发力 随着一声脆鸣 长剑断成几节 徐凡双眼微眯 杀意盎然 随手抓住一截断刃 中指和拇指扣住轻轻一弹 枪 扑呲 中年男人瞳孔急缩 正正地看着徐凡 脖子中间出现了一个血乎乎的洞口 下一秒 整个人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神医门的众人面色惊骇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徐凡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双手抓住另外两截断刃 嗖嗖 又有两名弟子捂着脖子倒在了地上 筑机器修饰神识倍增 能够欲武飞行 远远不是练气器的修饰能够抵挡的 徐凡抽出自己的配剑 此剑名为玲珑 乃是历任青云门大师兄所配之剑 来吧 我会给你们一个痛快的 徐凡淡淡地说道 没有什么外挂 只是单纯的修为碾压而已 此战 神医门二十一名青传弟子 与下一任掌门悉数战死 徐凡放过了山中的杂役 还有女人和孩子 然后又把对方师尊的坟头给刨了 将神医门的宝库洗击而空 包括人皆下品丹药若干 灵石若干 还得到了一本剑谱 神医门剑法临走的时候 看见神医门那样的大黄狗 顺手给了他两巴掌 抱完仇之后 徐凡并没有大仇地抱得痛快胆 他将这个消息带给了 早已死去的大师兄和云染 而后一个人回到了青云门 继续修行 又过了三年 青云门师尊终于出山 破竹鸡 已成金丹七 不时无骨 可驾顿光飞行 有了师尊的指点 徐凡的修为也在快速上升 闲着没事 就跟师尊喝喝酒 听对讲一讲过去的故事 然而好景不长 三年后 妖族进犯人族长城 但凡有点血性的修士 纷纷前往人族长城作战 师尊也在某一天 跟随着一群剑修离去了 临别前 师尊将代表青云门掌教的玉佩 交给了徐凡 拍了拍他的肩膀 青云门就交给你了 说吧 遇见而去 半空之中 无数修士从远处赶来 浩浩荡荡 遮天蔽日 如同一条银河 从天的一头 洒向另一头 凡间的百姓 好奇地抬头望去 看着这幅壮观的场面 此去愿人足无忧 天南海北 四面八方赶来的修士 齐声鹤 场面十分的壮观 就是台词有点中二 自那之后 徐凡更加努力修炼 然而世道混乱 王朝更替 师尊临走前 特意叮嘱他要保护好山下的百姓 徐凡也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思 干脆就在山下的镇子安了家 两年的时间内 不知道帮助镇子 赶跑了多少土匪 多次庇护镇子 免收屠戮 又过了一年 这年冬天 瑞雪姗姗来迟 瑞雪照封年 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积雪层对月冬作物的防冻保暖作用 大雪可以防止土壤中的热量向外散发 而且对缓解春汗 做好春耕播种 大有好处 小朋友们学到了的话 可以给作者送点小礼物 下雪了天气 并不冷 徐凡本以为这是个好年 可正月初一 便收到了师父 在人族长城战死的消息 徐凡愣了许久 随后缓缓喝了半壶的酒 据说是一次袭击 遭遇了对方的埋伏 一向胆小的师父 却跟对方站至最后一刻 尸骨也没有 只有一个口信 师父就这么死了 死得无声无息 说起来 自己甚至不知道师父的名字 因为师父就是师父 也从未听他提起过 只记得他走的那天 扯着脖子红着脸 跟众人一起 十分钟二的喊道 此去 愿人足无忧 自此 徐凡成为了青云门的新任长教 成为了长教 就不能穿原先的行头了 毕竟也是有身份的人 徐凡朝东街的王大娘 定制了一身的白色的长袍 每日修行累了 徐凡便穿着长袍 在镇子上溜达溜达 小镇的县令 一个月前退休了 新掉来的县令 是个混蛋 据说他在上一个县 征税 已经征到了二十年之后 勾结土匪 打家劫舍 然后借着剿匪的名义敛财 这是他常用的手段 夜黑风高 一众山匪悄悄地潜入了小镇 目标正是老县长家 老县长为人正直 自然是不能容他 而且当官的家里 多少都有一些底子 一众山匪从院墙翻进去 随后 砰 一脚踹开了房门 不想死的通通给我趴在地上 不许动 按理说 如果顺利的话 他们应该把老县长杀了 然后将他老婆和女儿 都糟蹋一遍 飘然离去 可好巧不巧 今天徐凡在老县长家喝酒 商量着新县长的事情 或许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吧 徐凡转头双眼 微眯看着这些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 TMD 没听见老子说话吗 为首的一个山匪 举起大砍刀 轮圆了一刀 向徐凡砍去 这汉子绑大腰圆 静气十足 空气被震得嗡嗡直响 刀锋呼啸 破 为首的大汉 面色猛然一变 只见手中的砍刀 被对方两指接下 却像是被焊进了钢铁中 往下砍不动 往回收不回来 徐凡淡淡地看着他 令只手将杯子里的酒扬出去 用灵气包裹住散落的酒水 随后中指与拇指扣住 一颗水珠 被弹飞正中一人的胸膛 那人如同便被巨石砸中了一样 身子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 紧接着是第二颗 第三颗 砰砰 一旁的老县长 看得目瞪口呆 这闭装的只能给34分 剩余的分数以66的刑事发给他 一日 老县长便带着这群山匪上公堂 与新任县令对质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因为光有口供没有用 并没有新县令与山匪联系的直接证据 老县长气得扬言要去上面告他 新县令却是全然不惧 嚣张地说道 我上面有人又过了几天 新县令想要强纳王铁匠的女儿淬花为小妾 利用手段施压 逼得王铁匠不得不同意 有时候这些官笔匪还要可怕 淬花不同意 甚至想到了上吊自杀 还好被及时发现 听说了这事的徐凡 决定去找新县长好好聊一聊 新县令看着这位传说中的青云门长教 还是有几分敬重的 毕竟前几天刚刚徒手制服了一群山匪 这个县令 你还是不要当了 徐凡如是说道 新县令愣了一下 随后看傻子似的看向徐凡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 徐凡喝着茶 淡淡地说道 新县令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屑地说道 不是我有意麻烦 您是菜园里的哪根葱 您不喜欢 就能不让我当这个县令 您上面也有人 没人 徐凡摇了摇头 新县令翘起二郎腿 满脸的不屑 话语中带着嘲讽 那您是不是有点太拿自己当一回事 新县令从小就家境优越 娇生惯养 长大后又当了官 更加嚣张跋扈 哪里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这个概念 这么说你不同意了 新县令懒得跟他废话 送客 当晚 新县令在家中自杀 自杀原因不明 一时之间也没有新的县令人选 所以只得重新启用老县长 日子如流水一般过着 徐凡每日除了修行 就是修行 这日 正在院子里数着蚂蚁 今天路过了213只 比昨天少了20只 外面的青石板是85块 草丛中的狗尾巴草是48根 前两天死了三根 生活真的好充实啊 哄 天边忽然闪过一道 着眼的火光 直直地砸向镇子 东边的青云门 还没等徐凡反应过来 地面猛的一阵 震耳欲聋的声音 在耳旁响起 等赶到山顶时 才发现 是一颗天外来的陨石 陨石给小镇带来的影响 肉眼可见 徐凡能明显地感受到 小镇的灵气愈加充沛 他的修行速度提升了几档 而且时常能看见一些小动物 汇聚在陨石旁边 眼神逐渐变化 仿佛有了灵智一般 仅仅是一年之后 便有了黑虎曾经杀人的事情发生 还好徐凡及时出手 将黑虎抹杀 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 不能任由这些动物任意发展 否则不出几年 镇子便会毁于一旦 但是自己 也不能无时无刻守在陨石旁 于是徐凡想了一个 治标同时治本的办法 教学 他在青云门设立了学堂 而且教的不是人 而是那些逐渐有了灵智的小动物 其中包括毛发精英的小白兔 绿油油的青竹蛇 体格壮瘦的狗熊 十分好看的小白狐 以及独眼的狼 于是这个奇怪的学堂 就这么开始了 在徐凡武力的威逼利诱之下 这些小动物 不得不过上了早午晚八的生活 甚至下课后 还要帮徐凡干活 不给工钱的那种 两年后 受制出 性本善 性相近 西乡远清晨的阳光照射进来 微风徐徐 天边的云朵 被绚丽的朝阳 映照得更加要目 朗朗读书声响起 茅草屋内 白色的小狐狸站在讲台前 萌哒哒的小手拿着课本 肩扛五道杠 说明他是班里的班长 大点伤 台下一只大猩猩弯着腰 本来正常大小的课本 在他手里显得十分娇小 独眼狼坐在后排 完全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一只小松鼠坐在一只野猪的肩膀上 跟他一起看着书 过了一会儿 一身长袍的徐凡走了进来 读书声停止 先生好 众多动物齐齐行礼 同学们好 徐凡微微点头 翻开课本 今天我们继续将 论语 讲课之前 先复习一下昨天的知识 熊二 熊二刷的一下站起来 心里紧张 NND 怎么又是我 徐凡道 君子不重则不微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熊二眼睛转了转 哦 意思是 君子大人一定要下重手 不然就树立不了威信 很好 那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呢 熊二 我喜欢钱 所以拿走你的钱 这是很有道理的 徐凡和善的笑了笑 很好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啊 于是整堂课 熊二都在讲台前 举着大顶听课 看了一眼时间 徐凡清了清嗓子 行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班长 你带着他们下山 去帮镇子上的百姓 收一收粮食 明白 小狐狸乖巧地说道 因为陨石的缘故 所以镇子上 逐渐吸引了许多修士 来这儿的目的 只有一个 增进修行 然而来这里的修士 无不被在镇子里 看见的景象所震惊 这日便有个年轻和尚 听闻消息前来 想见见世面 镇子隐藏在 丛山峻林之中 出出吉辖 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土地平旷 乌设俨俨然 年轻和尚 十分满意眼前的景象 认为自己 这一路上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再往前走 只见镇子上 遛狗的遛狗 钓鱼的钓鱼 砍柴的砍柴 十分的正常 年轻和尚愣了愣 正常的鸟大 遛狗的主人 根本不是人 而是一个一条狗 那是一头漆黑的狗 毛发油亮 表情和善 直立行走 再看看钓鱼的那位 是一只白毛狐狸 还戴着帽子 而且还跟一旁的老乡 聊得火热 那老乡丝毫不觉得 有什么不妥 再看看砍柴的那位 一只双眼有黑的黑熊 浑身的毛发 散发着野兽的气息 身躯庞大 如同一座小山似的 嘎指窝夹着一堆木柴 甚至还跟路过的大娘 十分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年轻和尚 这场面 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又往里面走了一会儿 忽然看见 有两位修士在街头对峙 两名修士 一位是剑修 一位是武夫 动手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吃面的时候 老板先给剑修上了面 武夫不乐意了 二人从动嘴 演变成了动手 一言不合就开干 这是修士们的传统了 而且 这二位还不是普通的修士 而是武夫与剑修 剑修修的是一往无前的剑心 武夫修的是武道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一旦跟人交手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否则一旦胆怯 就会留下心魔 导致日后的修行下降 年轻和尚 又看了一眼周围 看热闹的人群 暗道不好 这些人不知道剑修和武修的威力 竟然还在一旁看热闹 双方马上就要大打出手 围观的这些人 非死极惨 年轻和尚正要上前 将看热闹的众人驱散 这时 左边那武修眼神中 闪过一丝杀鸡 气息暴涨 完了 年轻和尚面色一变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武修一边拍手 一边十分有节奏地唱着 剑修毫不示弱地跟上节拍 狗不叫 性乃千 叫之道 贵以专 子不学 非所疑 右不学 老何为 欲不拙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 有来有往 周围的人不断地起哄叫好 年轻和尚张大的嘴巴 短短的几分钟 险些让他的世界观崩塌 这是什么情况 你说这那些动物都成精了 我还能理解 跟人和睦相处 现在两个脾气暴躁的修饰 发生了矛盾 不靠武力解决 反而背起了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不能理解 自从陨石被发现以来 镇子上就多了许多外来人 江湖人士 修行者 这些人聚在一起 不发生矛盾才怪呢 徐凡处理的方式也很简单 谁在这挑事 就是不给他面子 轻则逐出镇子 重则直接埋在后山 靠着陨石的能量 短短数载 徐凡就来到了金丹七的修为 而且他发现自己保护镇子 能够积攒功德 对于修行也有很大的帮助 甚至在镇子待久了 已经形成了特殊的领域 在镇子中 他的实力 几乎可以与金丹七巅峰的大牢 有一战之力 后来翻书才明白 这叫气韵加持 金丹七在这方小地界 已经能是横着走的存在了 毕竟这不是小说 各种大牢满天飞 动不动就能碰上 世界实在是太大了 而强大的人又凤毛麟角 能被所谓陨石吸引来的修士 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刚刚入门的修士 自然不是徐凡的对手 看徐凡将镇子治理得井井有条 年轻和尚不由地想要去拜访一下 这位青云门的长教 可当他见到这位长教时 不由地一愣 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年轻 阿弥陀佛 小僧玄奘有礼了 徐凡微微一皱眉 等等 你说 你叫什么 玄奘 贫僧法号 玄奘 怎么了 玄奘 那你是不是还要去西天取经啊 徐凡开玩笑地说道 玄奘心中咯噔一声 暗自吃惊 西天取经一直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夙愿 他怎么会知道 看着玄奘震惊的模样 徐凡不由地问道 你不会真要去西天取经吧 不瞒施主 贫僧正有此意 徐凡揉了揉太阳穴 这个世界太疯狂 耗子给猫当伴娘 不是玄幻世界吗 怎么唐三藏都冒出来了 还真是多样化呀 玄奘法师 这边请 徐施主 年纪轻轻就已经坐到了掌教的位置 还真是年少有为 哪里哪里 徐凡谦虚道 清云门 好名字 玄奘看着扁鹅 点了点头 随口问道 不知贵门派有多少弟子 CSC 徐凡回答 玄奘 这便是那块陨石了 徐凡带着玄奘来到了陨石降落的地点 陨石望着那有黑的巨大石头 忍不住上前去仔细看了看 玄奘伸手触碰到陨石的外壁 下一瞬间 陨石竟然直接从中间猛然裂开 徐凡微微吃了一惊 这陨石在这这么些年了 有不少修士妄图搬走陨石 或者将陨石捣毁 可都未能成功 这东西坚硬异常 今天却被玄奘轻轻一碰 便裂开了 这不是什么陨石 而是龙鳞啊 玄奘解释道 龙鳞 徐凡向着玄奘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碎裂的陨石内部 出现了一个金色类似鳞片一样的东西 玄奘手中浮现出金光 柔和的光芒包裹住了鳞片 随即便被他抓入手中 徐施主 这灵片与你有缘 我跟他有缘 是啊 徐施主保护一方平安 有教无类 教化野兽 这龙鳞是施主应得的 玄奘将龙鳞交到徐凡手中 顿时 灼热的感觉便从手心中传来 玄奘解释道 这龙鳞有天生的排斥力量 施主需要好好驯服 为己所用 每日日落时分 是他最虚弱的时候 施主便可用自身灵气 消磨其意志 那大概需要多久 三十年 四十年 或者五十年 玄奘说完 便盯着徐凡的眼睛 试图从中找出巨大的失落感 最少也要三十余年 这对大部分人来说 几乎都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当然只是大部分人 还有一小部分 能耐得住时间的寂寞 波澜不惊 哦 徐凡点了点头 沉声道 区区五十年弹指一挥间玄奘 啊 这祸怎么看起来 不像是二十三四的小年轻 语气反倒像是一个 经历过沧海桑田的百岁老人 玄奘不由地嘖嘖了两声 眼前这少年 倒真是可造之才 当晚 徐便试着炼化龙铃 果然如玄奘所说的那样 刚开始并没有什么成效 只能隐约感觉到 龙铃之中 孕育着恐怖的力量 看来想要炼化它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龙铃不仅可以增加全身属性 还能赋予特殊的能力 比如操控龙火 或者进行短暂的龙化 一个月的时间 一眨眼便过去了 这日 玄奘正在给小动物们上课 玄奘讲的大多是关于佛法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 是末时惹尘埃众小妖怪们 听得昏昏欲睡 但也要有认真听课的学生 比如班长小白狐 他已经能变换出人形了 但也仅限于下半身 一双修长美丽的腿 配上狐狸的身子 那模样要多诡异 有多诡异 下课以后 玄奘刚出门 小狐狸就缠上了 正在备课的徐凡 先生人家还想听一些别的 你想听什么 小狐狸舔了舔嘴唇 就是想听先生说话 先生方便的话 可以趁着天黑了以后 小狐狸妩媚地说道 徐凡拿起折扇 在对方的脑袋上 轻轻敲了三下 咚咚咚 小狐狸一愣 随即便明白了师尊的意思 师尊是让自己半夜三更 去他的房间 半夜三更 徐凡的房间中 传出阵阵哀嚎声 呜呜呜先生 我再也不敢了 别废话 不抄完不准吃饭 嗯嗯 不是您敲了我脑袋三下 让我半夜三更来的吗 我的意思是 半夜三更 三字经三百遍 小镇上最近不太平 老是有失踪的人 前前后后 已经有六人了 都是上山砍柴一去不回 闹得人心惶惶 徐凡于是派出自己的 所有的学生 让他们去山中打探消息 保证完成任务 众多小动物 信誓旦旦地说道 孤灯寂寂 夜沉沉 嗡嗡丛林之间 肉眼可见的无数只血色怪虫 伸展双翼 飞向一处隐蔽的山洞 一个黑袍人坐在山洞中 面前是倒挂着的六人 早已被吸食成了人干 血色怪虫纷纷飞过来 随后将口中的血液喷出 逐渐汇聚成一滩血水 黑袍大口大口地吸食着血水 露出满足的表情 黑暗中 一只老鼠盯着这场面 黑袍人面色一变 察觉到了什么 手臂一挥 空气如同被挤压到了极点 随后猛地爆发 哄 地面顿时出现一个巨大的坑 然而早在前一秒 小老鼠便已钻入了地道里 血色怪虫蜂拥而去 小老鼠横七竖八地爬了一会儿 身后怪虫翅膀煽动的声音 嗡嗡直响 洞内早已有最会挖洞的 两只幼鼠在等待着它 见小老鼠匆匆赶回来 于是疯狂地向前挖着 没一会儿洞内便通了 河水涌了进来 洞的终点竟然连接着河水 三只小老鼠落入水中 紧接着一只红色大鲤鱼游过来 一口将它们吞下 血色怪虫不会水 被它们轻而易举地甩掉了 游啊游啊 很快便游到了岸边 大鲤鱼张开嘴巴 三只小老鼠跳出来 旁边等待着它们三的是一只白鹤 小老鼠跑到它的背上 白鹤展翅高飞 嗯 很好 得到了消息的徐凡 表扬了众多动物一番 便和玄奘直奔对方的老巢 徐施主 此行我们要小心 对方实力应该不在你我之下 二人化作一道顿光 迅速来到了山洞口 徐凡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知道了 玄奘满脸担忧 正在这时 林中阴风骤起 草木纷纷压向一边 一道人影出现在二人面前 黑袍人冷笑一声 顿光飞行 想必二位已经是金丹七的修士了 只是好好修行不好吗 非要管这些凡间的闲事 废话真多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你死 黑袍人双眼微眯 身边无数血虫汇聚 那就让我看一看 今天到底露死谁手 玄奘深吸一口气 徐施主 此人强悍无比 还需你我二人齐心合力 方可战胜 徐凡点点头 我明白 话音刚落 血虫双翼一阵 向他们扑过来 啊 玄奘慌乱的大吼一声 左拳和右拳不断地挥出 砰砰砰 哄 世界和平 徐凡愣愣地看着不远处的山头 都在拳风的余威之下被移平 那些血虫跟黑袍人更不用说了 早就成江湖了 徐凡 呼呼呼 玄奘大口喘着粗气 见了这一幕 放下心来 转头对徐凡道 对方实力强悍 还好咱们俩技高一筹 徐凡 哦 黑袍人死后 徐凡搜刮了一些战利品 一些七七八八的丹药 还有功法 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令牌 血魔宗 据玄奘说 血魔宗是中州的一个古老的邪修门派 曾数次被正道围剿 却一直没有被彻底消灭 玄奘要走了 在一个风很大的秋天 算算日子 从他来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两个春秋 玄奘自己都没有想到 会在这儿待这么久 他跟徐凡很合的来 比如 他们都很喜欢钓鱼 玄奘喜欢钓完鱼放生 徐凡喜欢多放点孜然 玄奘喜欢给别人念经 徐凡喜欢伴随着念经声睡觉 二人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可惜千里搭长棚 没有不散的严习施主 就送到这里吧 玄奘背对着千山万水 双手合十 微微汗手 多余的话 平僧就不多说了 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实乃兴神 徐凡苦笑 这一别不知何时能再见了 佛日 刹那便是永恒 既然聚散相逢是命运 那便依照命运的轨迹各自前行 有缘的朋友 自然会在下一段命运轨迹交织的时候 再次相逢 无缘的朋友 就到一声珍重 莫要强坐挽留 或是伤感了 玄奘踏着九月的风离去了 他的目标是西行 他一路上还会遇见许多人 看过许多花开花落 这对于他和徐凡来说 只是人生的一小段 他们共同走过了这段路 而下一段 却只能各自道声珍重 或许他日仙界若相逢 一生道友敬沧桑 叮咚 恭喜宿主寿命已经达到万载 恭喜宿主获得奖励 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徐凡如同见到了大便的屎壳浪 如同见到了汉堡的老爸 哦吼第一次有奖励 徐凡大喜 连忙打开奖励 恭喜宿主获得天阶上品功法 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天才地宝 分为四个等级天地玄人 活了这么多年 徐凡见到的最高也就是玄阶功法 师父说地阶功法弥足珍贵 只能在大宗门或者国家顶尖学府才有 更不用说天阶功法 先人都未必拥有 系统竟然直接奖励了他一部天阶功法 就是这个名字系统终于有人性了 熬了这么多年 终于熬出头了 一股股金色的能量涌入到徐凡的身体当中 与此同时 关于无敌缩头乌龟阵法的所有心法 知识与徐凡荣会贯通 愣了一下 徐凡便明白了 这个功法为什么要叫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这个阵法唯一的作用就是保护自己 将自己或者周遭笼罩在阵法当中 初期可以抵挡住大乘七修士的权力攻击 若是修炼到后期 这徐凡彻底无语 你说他没用吧 但还能保护自己 你说他有用吧 用处还不大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 徐凡一边练化龙龟 一边练习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从最开始的只能护住自身 到现在已经能笼罩住整个阵子 而且待机时间极长 维持阵法消耗的灵力 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他的学生也在这几年陆续化成了人形 比如那只小白狐整日穿着女子一袭粉衣 模样端庄之中 透露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妖媚之感 凤眸恋艳 可夺魂射魄 荡人心神 纯弱点音 引人无限遐想 生若黄鹰 苏麻入骨 小白狐求徐凡赐名 得了雅字 姓苏明雅 苏雅先生 今天我们要去做一些 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好不好 先生 这个围棋要怎么下 是五哥子连成一条线吗 先生 今天今天的红烧肉好肥哦 先生徐凡一袭长袍 坐在暗台前 威风轻浮 已是亭云立的小狐妖 依靠在窗边 一头乌发如云曝散 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 嘴唇勾出一抹笑容 似乎在梦中梦见了什么高兴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 红唇督着 发出一声声轻轻的呼唤 可爱极了 樱桃般红润的嘴唇上 还有一些口水 徐凡放下书卷 拿起手卷 轻轻为他擦了擦口水 随后又拿出一件衣服 披在他身上 正在这时 徐凡神情微微一变 紧接着 整个人顿光而去 小镇外 一中年人身起白鹤 腰挂长剑 浮在半空 小镇内的修士 纷纷注意到了这人 有人认出了 对方身上的腰牌 是鼠山的人 大名鼎鼎的鼠山弟子 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莫不是也是被陨石 所吸引而来的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 那中年男人率先开口 我弟弟便是在此地被杀 如若你们交不出凶手 我便会途径方圆百里之地 冷冽且充满杀意的声音 令众人都是不由地 冒了一身的冷汗 他们自知 绝对不是对方的对手 但是又不知 他儿子是谁 怎么 没有人承认 中年人唇间勾起一抹冷笑 等等 我们还不清楚 您弟弟是谁啊 中年人冷声道 这还用问吗 我弟弟就是我弟弟 众人 所以他到底是谁啊 你们什么意思 中年人的杀意 愈加盎然 我们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中年人猛地抽出佩剑 废话少说 今日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言罢 足坚轻点一箭刺来 剑气嗡嗡阵响 卷起狂风 如同咆哮的河水 向前奔涌而去 众人面色大变 浑身颤抖 好强 碰 正在这时 一道身影落下 勉强接住了这一击 中年人双眼微眯 轻哼一声 金丹静 没想到在这种地方 竟然能遇见金丹静的修饰 徐凡平淡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何人 为何无故要出手伤人 这么说我弟弟就是你杀的了 你弟弟又是何人 这几年 徐凡一共就杀了一个人 便是那个血魔宗的邪修 莫非是血魔宗来寻仇的 中年人 我弟弟跟我亲如兄弟 今日我便为他来报仇 徐凡 这人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啊 不过他却不敢小瞧对方 大老远他便感知到了 有强者接近 此人的实力 绝对不在自己之下 中年人手中配剑 嗡嗡作响 能接下我第一剑 不知道能不能接下我第二剑 我可以试一试 徐凡抽出配剑 玲珑 呛 一声催鸣 玲珑剑出鞘 随后 周身涌动起剑锋 双眼如炬 中年人不遑多让 气息暴涨数倍 双方紧紧盯着对方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中年人率先出手 轰鸣的剑声猛然响起 强烈的剑锋席卷而来 坚硬的地面位置塌陷 石屑纷飞 生腾起漫天的烟尘 滚滚成蹲般的剑锋风暴 疯狂不绝地咆哮席卷 众人看戏的修饰 纷纷面色煞白 连逃跑的胆量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看着剑气风暴席卷而来 再看看徐凡的表现 仅仅只是装模作样地拔出了剑 迟迟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表情淡定 不愧是高手 哄 剑刚如同洪水撞到了大坝 再也前进不能 徐凡面前笼罩着淡淡的金光 仔细看去 就发现这金光竟然笼罩住了整个小镇 天接功法 无敌缩头无归阵法 中年人皱眉看着徐凡 忍不住感叹 好阵法 再试试我这一招 话音刚落 又是一招平沙落雁 紧接着 砰砰 轰轰 半个时山后 呼呼 中年人胸膛起伏 重重地吐着气 面色极为的不好看 好强的防御裂 周围的修饰不由地愣住了 刚刚那种攻击 都足够让他们死巴使回了 可却被徐凡轻而易举地挡了下来 这也太强了吧 众人看向徐凡的眼神 又多了几分畏惧 庆幸自己 还好没在镇子里惹事 中年人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却见徐凡迟迟不出手 心中有了猜测 莫不是这家伙 只会这一周 小子 有本事你出来 跟我动手 徐凡淡然道 出来 那我就是傻子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 中年人嘴角带着不屑的笑容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你现在滚出来 我还能给你一个痛快 我现在打不过你 不代表我以后打不过你 说完 徐凡扭身便走 有本事 你在里面待一辈子 随后 中年人便在小镇周围布下了阵法 徐凡一出来 便是一个死 中年人坐在一处山头 仰望着小镇 双腿盘去 耐心地等待着阵法消失 这种阵法维持不了多久 最多十天 不对 五天 三天甚至更短 到时候 自己一定将这家伙千刀万剐 凌迟处死 春去秋来寒来蜀网 转眼间 十年过去了 十年的时间 徐凡一直在闭关修行 小镇许出不许静 但是很少有人赶出去 因为外面那个家伙见人就杀 久而久之便传出 有个大魔头 盘踞在镇子外 不允许小镇的人出去 这兵荒马乱的年代 人命如草剑 小镇上却过着千末交通 鸡犬相闻的生活 何尝不是一件性事 盘踞在小镇的修行者 原本是为了陨石来的 没想常住 可现在也不能离开了 只好在镇子上安家落户 第一年 还有修士在兴致勃勃地努力修行 想要打败外面的中年男人 第二年 修行的修士就少了一大半 第三年 众多修士结婚的结婚 生子的生子 第四年 他们从探讨修行之道 变成了家长里短 钱那谁家二妮子结婚 男的不是那谁吗 村头王寡妇家儿子 对对 王寡妇今年多大了 得有四十多了 风韵犹存啊 而徐凡的那些动物学生 也陆续化成了人形 甚至在八个年头 竟然还有成了金的妖怪 人相爱了 徐凡养的乌龟旺财 此时已经变成了大乌龟 整日懒洋洋的 他在院子里晒着太阳 小狐狸苏雅不停地问他 先生 什么时候出关啊 嗯 先生还出不出关了 快快旺财说话语速十分地慢 苏雅眼睛一亮 快了 快走开 旺财说 别打扰我晒太阳 苏雅气得将旺财翻了得过来 急得旺财四条腿乱灯 怎么也翻不过来 小镇外 枯树下 中年人衣衫蓝缕地坐在那里 愿独地望着小镇的方向 十年 好 小子算你狠 咱俩就比比谁能熬 老子是金丹七九重修士 寿元可达到六百载 我就不信 你能熬得过我 看谁先熬死谁 五十年后 枯树下 中年人从一个中年人 变成了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 他本来应该还剩下三百多年的寿命 可是度日如年的等待 让他有了心魔 一旦离开 便会被心魔所伤 修为大跌 但是不离开心魔愈加严重 于是便形成了恶性的循环 短短五十载 便已让他衰弱成这个样子 现在杀死徐凡 已经不是为了报仇了 毁灭他的是心魔 支撑他的 却还是心魔 可嗨嗨 五十年的时间 足够改变一切 甚至王朝的更替 大随灭亡了 大洲取代了大随 小镇的周围也陆续有不少人安家 已经变成老年人的中年人 早已不管这些 他现在只想杀了徐凡 随着人流越聚越多 小镇周围迅速扩张 竟已然成为了一座大城 而关于小镇上的神秘传说 已经不知道改编了多少次 养活了多少说书先生 甚至有人专门去枯树下去看那个传说中 等待了六十年之久的神秘人 现在的他跟一个普通老人 没有什么区别 两病皆白 消瘦而憔悴 宝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留下的皱纹 嘴里的牙也已经快脱光 一双粗糙的手 爬满了一条条蚯蚓式的血管 泽泽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在这儿要饭呢 但却没有人敢靠近 他虽然老了 可周围依旧充斥着凌厉的剑气 老人整日保持着同一个姿势 默默地注视着不远处的小镇 于是 众人更加期待 这一场旷世绝伦的对局 不论是小镇外 还是小镇内部 都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传说在某一天 镇子中的仙人便会出世 与枯树下的老人 决一生死 他们是天生的宿敌 是命中注定的对手 哄 某一天 小镇忽然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黑云压城 电闪雷鸣 暴雨哗哗 向天河绝了口子 隐约竟然能听见 半空中传来一声雷鸣 哄 龙银 那一刻 小镇内所有的人 都清楚地听到了龙银声 普通人的反应还好一些 倒是那些修饰 语成了惊的动物们 顿时 只觉身心俱正 浑身忍不住地颤抖 小狐妖苏雅 正趴在徐凡的窗前 想要偷偷地 去看里面的情况 被这一声龙银 吓得一下子掉在了地上 心里冒出一股寒意 浑身汗毛刷的一下炸力 心里冒出一股寒意 什么情况 正惊讶之际 尘封许久的大门 忽然打开了 嘎吱嘎吱 刺耳的声音传来 因为苏雅常年清洁的缘故 所以上面并没有 积攒多少的灰尘 苏雅愣愣地看着 那道熟悉又有些陌生的人影 眼泪一瞬间就掉了下来 整整六十年 期间他只见过徐凡一次 看着对方 依旧是记忆中熟悉的容颜 苏雅半上说不出话来 先先生 徐凡重新出事的消息 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小镇 紧接着一人一见 从小镇中走出的消息 又如风一般 席卷了小镇周围的其他地方 而人们也惊讶地发现 枯树下的老人不见了 这一场等了六十余年的大决战 终于要开始了 小镇外笼罩的金光 也在风雨过后消失 众人震惊的同时 纷纷涌向通往小镇的必经之路 果不其然 发现了枯树下的老人 与迎面走来传说中小镇上的仙人 那就是传说中的仙人 好年轻的样子啊 看起来也就二十多 你懂什么 仙人都这样 长生不老 泽泽 修士 江湖中人 普通百姓 甚至当地的县令 郡守都闻风赶来 如果不出意外 这场大战 将会成为日后人们 犯前犯后的杂谈 或许载入史册也说不准 哎 他们俩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听说是小镇仙人 爱上了枯树老人的母亲 跟枯树老人母亲私奔了 枯树老人急了 便要取他的性命 去去 这都是什么谣言 真实版本是 小镇仙人 曾经跟枯树老人 有过一段旷世绝恋 但是枯树老人的父亲不同意 硬生生将他们拆散了 小镇仙人 便杀了枯树老人的父亲 二人由爱生恨 一人斩钉截铁地说道 周围的吃瓜群众 恍然大悟地点着头 原来如此啊 你终于出来了 整整六十年 中年人已经变成了枯树老人 他喉咙里发出乌液声 双眼冒着兴奋的光芒 恨不得立马扑过去 将徐凡碎尸万段 没有多余的废话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之下 二人终于站到了一起 紧接着 二人同时脚踩顿光 向远处飞去 他们要去哪儿 废话 仙人与仙人的对决 自然要去更加宽阔的地方 他们的战斗 一定很劲爆 未能亲眼目睹 真是遗憾 算了吧 以我们这种 修为在旁边围观 肯定会被波及的 闹不好 还会失了性命 众人愣愣地看着远方 脑海中 已经自动挠补出了 二人战斗的画面 肯定是地动天摇 飞沙走时 日月无光 空中五鸟过 山内虎狼奔 阳沙走时乾坤黑 波土飞尘宇宙昏 冰冰扑扑惊天地 煞煞微微震鬼神 与此同时 远处一片空地当中 徐凡一个鞭腿 直接将枯树老人放倒 随后便是碾压性的殴打 龙抓手 莲花飘 蝎子掌 袋鼠跳 双风灌耳 脑袋砸核桃 超行星燃烧 一个又一个招式 从徐凡嘴里冒出来 这场面实在有些搞笑 本以为是两位仙人的对决 可这场面 如同青壮年 殴打残疾老人一样 徐凡将对方 摁在地上 就是一顿爆锤 打得对方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这些年受心魔影响 枯树老人的身子 就如同被虫子掏空了的树干 一滴也没有了 哪里还是徐凡的对手 更何况 现在的徐凡 已经炼化了龙铃 实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徐凡对枯树老人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殴打 足足持续了一个时辰 最后以一记炸弹摔 为这场等待六十余年的战斗 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徐凡拍了拍手 有一种在野区里 叠了五千层Q的老狗头 一出山 准备大干一场的同时 结果发现 对方是五个人机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我 我不甘心啊 哭树老人说完最后一句话 眼神中的光芒缓缓散去 随后身子一僵 再也没了气息 So 你们看回来了 有人大喊 众人纷纷抬头望去 只见徐凡顿光而来 手里拎着枯树老人的尸体 这么快就解决战斗了 而且很明显 徐凡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这是一场单方面碾压的战斗 徐凡将枯树老人 埋在了那棵枯树下 随后回到了小镇上 望着记忆中有些陌生的街道 不禁感叹六十年弹指一挥间 徐凡 这时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徐凡一愣 转过身去 却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 拄着拐棍激动地看着她 你你是 是我呀 老人开口的瞬间 眼泪便夺眶而出 王寡妇 徐凡忽然想了起来 那时候王寡妇孤苦伶仃 自己曾多次照顾过她 算算年龄 王寡妇今年已经一百多岁了 因为陨石的缘故 灵气充沛 小镇中人的平均寿命都很长 王寡妇泪中含笑 你你还是这么年轻啊 是啊 看着王寡妇苍老的面容 一股物是人非的感觉涌上心头 六十年对于徐凡来说 谈指一挥间 可对于普通人来说 便是他们的一生 任茂非昨日缠生四去年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徐凡淡淡地笑着 先生 先生 小狐狸苏雅蹦蹦跳跳地跑出来 喜悦之色溢于眼表 徐凡扶着双手 抬头看着早已是规模庞大的学堂 再想一想当年的茅草屋 则则 变化可真大啊 先生好 一众早已化成人形的动物们 齐齐行礼 徐凡在他们其中 找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 独眼狼 熊二 其中还有许多没有化形成功 早早地就夭折了 有的甚至都有了孩子 熊二搂着自己的媳妇 抱着两个孩子憨憨地笑着 学堂中曾经的吊车尾独眼狼 现在已经成为了学堂内的老师 文质彬彬地梳起了头 徐凡一瞬间有些恍惚 我徐凡又回来了 小镇人来人往 自从徐凡散去了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这难来北往的人都要经过小镇 小镇与外界接壤 愈加繁荣 而且因为徐凡的名号 所以前来 想要去青云门拜师的人 并不在少数 可徐凡不知道 是出于什么原因 并没有收徒 只是还是像以前一样 在镇子上学堂 做起了教书先生 有乱世 便有圣世 正值圣世 百姓安居乐业 到了一年寒季 临近新年 学堂放了假 徐凡便回到了青云门 陪伴的他 有已经从小乌龟 变成老乌龟的旺财 以及爱贪玩的小狐狸苏雅 先生我听铁蛋说 附近的翠微山上 发现了一处古墓 据说里面还有很多宝贝呢 铁蛋便是翠微山上的老虎 先生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看 先生最近天气好热啊 我们去翠微山凉快凉快吧 徐凡没有太在意 谁知道又过了两天 苏雅匆匆地找到他 说铁蛋报告翠微山 来了许多陌生人 而且全部是修士 看那样子 应该都是有门派的 来头不浅 哦 徐凡微微挑眉 终于来了兴趣 苏雅点头如捣碎 铁蛋说 看他们那样子 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这翠微山 莫非真有宝贝 于是 徐凡翻了个身 准备换个姿势睡觉 有宝贝 有宝贝关自己什么事 那里面一定很危险 稍不留神 便是灭顶之灾 反正自己活得久久 猥琐发育 别浪 作为一个合格的狗头玩家 这是必备的素质 什么天才地宝 都是狗屁 以防万一 徐凡在小镇 再次布下了 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随后看了一眼 自己今天的计划表 修炼 睡觉 找王大娘去买一些地瓜干 还要囤一些猪头肉 毕竟马上要过年了 鞭炮也不能少了 仪式感很重要 对了 左儿村东的张大娘和李大娘 因为摘大蒜的事情 炒了起来 约好今天继续炒的 这个热闹 必须要去看 嗯 真是充实的一天啊 没有想到 仅仅只是一天后 小镇外的周围两个镇子 便被抹平了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在深夜时 听见一阵轰然巨响 紧接着 地面剧烈的颤抖 如同地震了一般 等人们发现时 才发现 这两个镇子 就如同被人从这个世界抹去了一般 又像是一张大手 将镇子压入了地下深处 镇子中的数万百姓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修行世界 便是这般残酷 不仅仅是两个镇子 远处的翠微山 也被抹平了 有人说 在深夜看见了数位仙人 在半空中翱翔 也要有人说是外面的人 惹怒了山神老爷 但无论传言怎么样 小镇上的居民子 确定一件事 是徐凡设下的金光 护住了他们 对徐凡更加感恩戴德 当然也有唱反调的 比如镇子上里 唯一一个去过大城市 见过世面的秀才 嚷嚷着 徐凡侵犯了他们 获得自由的权利 结果险些被镇子上的百姓 给活活打死 乱世之中能活下去 便已经是一种奢侈 自由 去TMD自由 等你死了 你灵魂就自由了 徐凡显然也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他可是亲眼目睹了 那晚的战斗 庆幸自己没有去翠微山 否则自己早就成为 一缕灰烬了 也庆幸还好系统 给的奖励是 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不是是什么别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跟自己的永生系统 是真搭配啊 徐凡在小镇的边缘 夺着步子 放眼望去 小镇外真是触目惊心 不远处便有一个 巨大的手掌印 将地面打得凹陷进去 这帮修士 真是一点环保意识都没有 忽然 徐凡视线之中 出现了一位黑袍人 倒不是说黑袍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而是那一双 裸露在黑袍之外的 奇长水润匀称的绣腿 徐凡眨了眨眼 轻轻叫了一声 姑娘 姑娘 隔着金光 能清晰地感受到 对方气息雷弱 如同风中的残烛 很快便要熄灭一般 英雄救美 哇塞 好经典地情节了 徐凡宁神摒弃 将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缓缓地向外扩了一圈 将黑袍女人也笼罩在其中 随后便将她扶了起来 将对方的帽颜摘下 露出一张十分好看的脸 容色晶莹如玉 双颊略有些晕红 两弯四簇飞簇热烟霉 至今为止 徐凡见过最好看的的女人 当属是小狐狸苏雅 与师姐云然 可跟眼前这个女子比起来 不免都有些逊色了许多 尤其是身上的气质 徐凡将女人抱起来 直奔自己的学堂而去 徐凡的手掌环在她的小腿处 感受着那温润如玉一般的娇嫩光滑 回到学堂的住处 徐凡将女人轻轻放下 随后 为她注入灵气 护住心脉 刚才没有仔细看 此刻细细打量着她 郁佳觉得这女子长得实在是妖孽 因为似乎只有妖孽 才能长得这么好看 完全是属于祸国殃民 令君王不早朝的类型 目光扫过 徐凡目光下移 检查起对方身上的伤口来 有不下树道的致命伤 需要抓紧医治 徐凡翻出自己熬制的多种药膏 这些都是 他从青云门古迹中记载学到的 犹豫了一会儿 原本想去叫小狐狸苏雅 为对方涂抹 可这时候 偏偏苏雅不在 嗯 不愧是我的弟子 不再也挑了一个这么好的时候 徐凡轻咳一声 无意冒犯 随后缓缓解开了女人身上的黑袍 正欲涂抹药膏的时候 徐凡忽然想到 这时候会不会发生影视剧中的情节 突然醒了 对方会不会突然醒了 应该不会发生这么狗血的事情吧 徐凡这么想着 低下头 却见一双美眸一眨不眨的盯着他 眼眸中带着冰冷的沙意 徐凡 那个我只是想跟你疗伤而已 徐凡说 女人盯着他 感受到对方护住了自己的心脉 似乎是没有恶意 这才轻声道 谢谢 不客气 徐凡淡淡一笑 他的声音柔和动听 却带着一抹去不掉的冷意与高贵 很容易便能判断出 对方的身份不菲 徐凡视线下移 缓缓地解开了 对方身上的内甲 女人咬着嘴唇 睫毛微微一颤 竟闭上了眼睛 徐凡说 等会儿你千万不要说什么 看过你身子了 要么娶了你 要么就得死这种话 女人微微一愣 有些哭笑不得 但是很快便秀眉微醋 好疼 随即他便明白了过来 眼前这少年 是在转移他的注意力 而缓解疼痛 这让他心中有了一丝暖意 随着徐凡清理伤口 每一个动作 都能牵动神秘女人的神经 你听过聪明人说有 小笨蛋说 没有的故事吗 徐凡的声音再次传来 没没有 女人一愣 半嗓才反应过来 竟忍不住想要笑 身子微微一颤 别动 训斥的声音响起 女人又是一愣 这少年竟敢对自己这般说话 可转念一想 这里不是大唐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颗颗细密的汗珠从徐凡额头上钻出来 女人也从最初的羞涩 慢慢习惯了 看着满头是汗的少年 心中生起感激之情 谢谢 她又道 这一次徐凡没有回话 而是专心处理伤口 又过了一会儿 徐凡手里拿着纱布将伤口包裹好 随后轻轻吐出一口气 完事了 女人看着纱布 最后竟然还打了个蝴蝶结 愣了愣 嘴角微微含笑 如同抿了春风一般 迷人急了 这一笑别说 是为她烽火戏诸侯了 就算是让男人为她掏心剖腹都愿意 多谢 不客气 我最擅长英雄救美了 不过 仅仅是处理了你的外伤 剩下的 就看你自己的了 女人微微汗手 好了 你休息吧 徐凡收拾好东西 转身便离去了 对了 还没问你的名字呢 女人稍稍犹豫了一下 刘欣 你呢 徐凡 你又输了 柳欣眉眼止不住的笑意 徐凡看着自己被杀的七零八落的棋盘 有些忧怨地盯着她 与其这么看着我 不如回去好好练一练棋 柳欣将黑子收入棋篓当中 一转眼半个多月过去了 柳欣便在这小镇住了下来 闲来无事便与徐凡切磋一下棋义 只可惜不知道是徐凡学艺不经 还是别的什么缘故 每每都败给对方 柳欣穿着一身紫色的裙子 简单而朴素 不着粉带 却异常迷人 原本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 在她的身上却凸显出凹凸有致 细长的身体腰 妩媚迷人的勾人灵魂 乌黑的头发 随着窗外涌来的清风 轻轻随着飘动着 柳欣将其子一丝不苟地收回去 咕咚咕咚 周围忽然响起奇怪的声音 柳欣小脸一红 低下头摸着小肚子 徐凡一愣 随即笑了笑 中午想吃什么 吃点什么都行 柳欣轻声道 先生 先生 苏雅满脸通红的 从外面跑回来 身上脸上都沾着血迹 见到柳欣了 颇为敌意地看着她 柳欣也不管她 只当作没看见 她还没兴趣 跟一个小妖精计较 先生 外面下了好大的雪 苏雅手里还拿着老乌龟旺财 不过显然旺财已经睡熟了 那待会儿去外面堆一个雪人吧 苏雅 反鞋杠 哦 鞋杠很快中午饭就做好了 徐凡虽然不用吃饭 可他也很喜欢这种吃东西的感觉 柳欣体内的封印还没有解除 所以也需要吃饭补充能量 徐凡手艺不错 几个家常菜 西红柿炒鸡蛋 炒土豆丝 还有一盘糖醋五花肉 柳欣吃遍了山珍海味 偶尔吃一次这种家常菜 竟然别有一番滋味 不知不觉就炫了三大碗 后来他发觉自己 实在是吃的有些多了 有损形象 在徐凡要给他成第四碗的时候 便道 不了 我吃饱了 吃饱了 徐凡挑眉 嗯 咕咕咕肚子 却在此时再次发出抗议声 柳欣 W反斜杠 徐凡 哦 直到第六碗的时候 柳欣才露出满足的表情 徐凡看了一眼空荡荡的菜盘 谁要是娶了你 还真有点难度 哈柳欣瞥了他一眼 不准胡说雪人 雪人 苏雅还有熊大他们 兴致勃勃地堆着雪人 柳欣坐在一块大石头 双手拄着头 看着这番景象 徐凡一屁股坐在他身旁 柳欣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还真是心地善良啊 跟这些妖精 竟然能相处得这么和睦 他们本来也不坏 稍微叫化一下就好了 杀了岂不更方便 柳欣语气淡漠 暴力有时候是必要的 但不是万能的 更多的时候 暴力会引起更多的暴力 管理一个镇子 就如同管理一个国家 使用暴力管理国家 如同隐阵止渴 只有施展以人为名的手段 才能一劳永逸 假如当初我选择的是出一个 灵兽我便杀一个 虽然能解决暂时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不会因为我的杀戮而解决 反而如果选择叫化 虽然刚开始很麻烦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代传一代 老人带新人 逐渐形成体系化的管理 我就会很轻松 比如 我现在就有时间 带着他们打雪仗 而不是满阵子 找成了金的灵兽 柳欣正正地看着徐凡 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 看向对方的眼神 带着几分诧异与敬佩 伴上才开口道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能有如此渐渐 小小年纪 我年龄不小了 徐凡说 柳欣 可在我眼里你 就是小孩子啊 徐凡这回不说话了 有想去过大唐吗 柳欣忽然说 徐凡挑了挑眉 反问道 你是大唐的人 大唐是大洲北部的强国 在整个中洲 都属于一流的帝国 柳欣伸手捋了一下发烧 等我伤好以后 可以带你去大唐 接受最好的教育 还有最好的炼药师 为你服务 他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徐凡救了他 自然要回报这份恩情 谢谢你的好意了 不过我不需要 啊 柳欣一愣 没想到对方会拒绝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我家在大唐 还是蛮有势力的徐凡淡淡道 算了吧 我真没这个兴趣 柳欣缓缓点了点头 那好吧话说 你伤好了以后 要去做什么 柳欣美眸微微闪了一下 不愿骗他如实地说道 我要去找一样东西 来这儿 就是为了找这件东西的 结果被人算计了 顿了顿 他看向徐凡 还好遇见了你 徐凡淡淡地笑了笑 没说什么 随即二人便沉默下来 柳欣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秀眉微醋 咬着嘴唇 忽然 预备一凉 猛地打了个机灵 转头看去 却见徐凡笑盈盈地站在他身后 柳欣愣了一下 随后扬起手做事要打他 他的伤口早就好了 只剩下体内的封印还没有解除 徐凡立马跳开 站在远处 眉眼含笑看着他 柳欣手将在半空 又想起什么 善善地收回了手 徐凡笑道 运动运动 对你伤没坏处 幼稚 柳欣说道 徐凡轻叹了一口气 重新在他身边坐下 真无聊 正在这时 柳欣的手 以错不及防的速度探了过来 徐凡只觉脖梗一凉 随后整个后背都感受到了冰冷 柳欣手里沾着血迹 嘴角含笑 徐凡双手捧起血 柳欣转头就跑 你你别过来啊 接下来的几日 在徐凡的照顾下 柳欣恢复得很好 二人相处得也蛮不错 柳欣放下了高高在上的姿态 徐凡也没有把他当做什么高不可攀的存在 这反倒是让柳欣十分的轻松 感觉每天都有活力一般 这天 徐凡正熬着粥 忽然听见卧室里面传来一声动静 动 徐凡脸色微微一变 放下粥走了进去 只见屋内 穿着一身红色内甲的柳欣 倒在了地上 脸色微红 表情有些痛苦 怎么了 徐凡赶忙走过去 将他扶起来 柳欣缓缓睁开眉眸 水汪汪的一片胸脯重重起伏 不断地吐着气 呼呼实在是没想到 这封印竟然这般厉害 已经过了数日 还能令自己走火入魔 仅仅是一会儿 他的身体就烫得厉害 仿佛都能自燃了一般 帮我帮我他完整的话 都说不出口 身上烫人的厉害 徐凡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但也能猜出来 这些日子 柳欣一直在尝试解开封印 怕不是被反噬了 徐凡将他抱起来 来到镇子下面的冰窖 科普小之时 古代只能用冰窖来储藏冰 挖一个冰窖 得挖到地下十米左右 冬天冰冻三尺时 到河里把冰踩下来 才撑一块一块 如同方砖似的 然后把冰全部运到冰窖里 整齐放好 做好保存密封 直到夏天 再把冰从里面取出来 虽然不知道柳欣发生了什么 但是带他去冰窖 决对方绝对没错 果然到了冰窖 柳欣舒服多了 徐凡把他放在一块冰上 呲呲呲 肉眼可见的冰块在融化 徐凡顾不得吃惊 连续将好几块冰挪过来 不断地有水蒸汽喷出来 一连化掉了几十块冰 柳欣的脸色 才明显缓和了不少 但是剧烈的高温再度袭来 呼呼呼 看来这物理治疗 治标不治本 估计现在都能直接炒一盘菜了 我应该带一些炙热的 现在好像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毕竟鸡蛋没有带 呼得伸手揽住了徐凡 徐凡嘴角微微抽搐 我去 篮球girl 呼得 徐凡想起什么 他意念微微一动 额头上出现鳞片的形状 那是被他用五十年的时间炼化的龙铃 他的手轻轻摁在对方光滑娇嫩的预备上 尝试着控制龙火 吸收对方体内的热量 本来只是想尝试一下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一股股能量瞬间涌入到了他的体内 徐凡表情骤然一变 这还是被龙铃炼化过后的 真不敢想象柳欣是怎么挺住的 冰窖内水汽不断涌出 渐渐地包裹住二人 周围犹如仙境一般 柳欣感受着体内的热量逐渐退去 整个人舒服地靠在柳欣的怀里 如同在沙滩里晒太阳 在冬天泡温泉 舒服极了 徐凡强人体内的热量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徐凡意识模糊 只记得最后温香软玉抱满怀 柳欣逐渐睁开了眼睛 迅速便察觉到了异样 低头看去 面色骤然一变 但很快他便想起来了刚才的事情 连忙扶起徐凡 徐凡揉了揉脑袋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突破了 徐凡感受着体内的力量 有些恍惚 圆阴七 他本来就是金丹七巅峰的实力 原本根据他的估算 再要个两百多年 自己或许能突破到圆阴七 没想到 现在误打误撞 竟然直接突破了 中脉线 三花俱顶 丹成 三田玉英 虽然只是半部圆阴 但是已经跟金丹七大有不同 修士一旦肉身殒灭 那么修道生涯就此彻底中断 无以再计了 可如果达到了圆阴七便不一样 圆阴七的修士 哪怕肉身被毁 也能兵节转修散先 金丹七的修士 其真元力源自金丹 其真元毕竟有失而尽 可圆阴七不一样 修道圆阴七 犹如体内藏了一部涌动机 那真元力源源不断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不仅如此 而且还能明显感受到 龙灵的力量也增强了虚度 正在这时 柳星走了进来 见徐凡醒了惊喜道 你醒了呀 他穿着围裙 手里端着粥走过来 先把汤喝了吧 说着便要喂他 我自己来吧 你是伤员 柳星温润的手臂 已经还在了他的腰间 阿柳星示意他张开嘴巴 于是 徐凡张开了嘴巴 阿可嗨嗨 一口汤全部喷了出来 这味道是太烫了吗 柳星醋没到 徐凡悠悠地看着他 你是想毒死我吗 柳星小嘴不悠地鼓起来 这是我辛辛苦苦熬的汤 你这是什么话 你自己尝过吗 柳星端起汤 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 噗 一口汤全部喷了出来 柳星的美眸 不好意思地垂下 头也跟着低下 对不起啊 我不太会做饭看出来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恩将仇报 想要谋害我呢 徐凡毫不留情地说道 柳星抠着小手 像是做错了事情 正在被教训的孩子一样 要是让熟悉他的人 见了这一幕 绝对会大吃一惊 谢谢你啊 又救了我一次 办上 柳星说道 没事 对了 我看你这些日子 练的都是一些低阶的功夫 这次出门急 我也没带出什么来 自己将以前学习过的功法 写了发出来 有误差 也绝对不会超过三五字 有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问我 柳星将自己写好的功法 递给徐凡 徐凡打开看了一眼 字迹工整 漂亮 每个字都如同打印出来的一样 多谢 徐凡并没有拒绝对方的好意 那你先休息 我去点你倒点水 徐凡躺在床上 望着柳星曼妙迷人的曲线背影 嘴角轻轻勾起 这样的生活也不错 徐凡喜欢平静的生活 在这样一个乱糟糟的世界 却能有一个小镇 装下他并不大的灵魂 远离尘销 远离纷争 入目所及 皆是景色 打打杀杀什么的 不太适合他 他更喜欢坐在老槐树下 微风吹拂 看如水的月光 从天雨轻轻流泻 摇着折扇 感受着别样的美好 时不时还要装模作样的吟诗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坚照 清泉时上流 或者将周围的小孩子 全部吸引过来 看着他们纯真的笑脸 给他们蒋灵待遇倒把杨柳 鲁至身葬花 刘姥姥上梁山 七进七出西门庆等等 听得这些孩子兴致勃勃 天黑了也不肯回家 每当这时 柳星也会搬着一个小板凳 跟一群孩子坐在一起 听徐凡讲故事 徐凡讲的故事 他以前都没有听过 而且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听得人流连忘返 可徐凡这次 每到关键时刻 便拿出金堂木这么一敲 煞有介事地说道 欲听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然后便趁机向孩童们 索取瓜果点心 柳星双手抱着徐凡收获 跟在他后面 徐凡头也不回地说道 好好干 回去以后 咱家赏你半斤地瓜干 柳星野蛮配合地笑道 多谢公公呼的 没注意到脚下的石子 一个亮腔 小心 一直结实地手臂探过来 柳星抿了抿嘴唇 抬起头 见少年的脸印在月色下 眼睛如春日里 还未融化的暖血 心跳莫名慢了半拍 没事 柳星迅速抽回了手 表情有些不太自然 回到家中 柳星洗了手 便准备做饭 前些日子 他学到了不少 关于做饭小技巧 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好吃 但比以前却是强了十万八千里 而且 吃自己做的饭别有滋味 柳星看着窗外的景色 又下雪了 小镇的雪还真是频繁 屋外传来嬉闹声 徐凡正用菜刀切着萝卜 发出喷喷的声音 柳星有些恍惚 却又很快回过神来 轻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 自己或许也曾幻想过这种生活吧 可惜离自己太远了 夜静悄悄地 雪也停了 徐凡将房顶上的雪清理完 一屁股坐下 轻轻吐出一口气 看着夜空 眯起眼睛 嘴里哼哼着 提起了那宋老三 两口子卖大烟 一辈子无有 生了的女儿 叫禅娟柳星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坐在她的旁边 星星好大呀 大唐星星不大吗 徐凡问 柳星摇了摇头 从来没有注意过 每日除了修炼 就是想方设法的夺权 哪里会有时间 静下心来看看星星 柳星单手拖着下巴 美眸从星星 转移到了徐凡的脸上 又问道 真不去大唐吗 暂时没有那个想法 柳星心中有些失落 却也没再多说什么 而是将自己头上的金钗 取了下来 诺 这个给你 徐凡接过金钗 稍微一打量 便知道此物不菲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 如果有一天 遇见了麻烦 或者想通了 随时都可以来大唐找我 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徐凡不由地笑了笑 这情节太老套了吧 你笑什么 柳星有些不满地问道 他以为徐凡是瞧不起自己 所以才笑出声来 我是认真的 算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徐凡收起了金钗 那希望以后 我永远也用不上这三个愿望 为什么 柳星疑惑地眨了眨眼 徐凡怂悚间 解释道 你想啊 我要是去大唐找你许愿 那肯定说明 我遇见了什么不可解决的危险 柳星翻了翻美眸 你就不能想点好的 行了 我回去睡觉了 徐凡伸了得懒腰 今晚的月色真美啊 柳星忽然道 徐凡一愣 低头多看了他一眼 我估计封印解除 就在这两天了 柳星低着头 原本想十分平淡地说出这句话 可语气中 还是压制不住的失落 离别的日子快要到了 徐凡早有预料 淡淡笑了笑 既然相遇是偶然 又何必在意 分开时的突然 柳星走了 就在当天的早晨 没有告别 他这清晨的朝气 离开了小镇 这是他人生旅程的一个岔路口 无论如何 他都是要回去的 小狐狸苏雅 最先发现了这件事情 因为他原本是想找柳星出去打雪仗的 可找遍了屋子 也没有发现柳星 小乌龟望才跟他说 不用找了 他已经走了 苏雅问 他去哪了自然是回去了 回到了属于他的生活 分别对于徐凡来说 早已习以为常 柳星离开的时候 他就坐在房顶 看着他的背影 默默地说道 没什么好送你的 祝你一帆风顺 可能有点难 那就祝你总是能化险为夷吧 柳星留给徐凡的那本功法 是一本玄阶中品功法 天才地宝 功法分为天地玄人四品 玄阶的功法 正适合徐凡现在的修为 如果修为低下 练高等级的功法 就如同小孩子抡大锤 根本抡不动 如果修为高 练低等级的功法 就如同大人拿着小木锤 没什么杀伤力 所以 这本玄阶功法 正好搭配徐凡 灵维 玄天功 修炼了一些时日 便觉得 此功法尤其的神奇 灵气之而不散 形而不断 气自内生 仿佛体内有个涌动羁般 源源不断地提供灵气 灵气外发 却似雷发 一进一动 皆是自然 徐凡哪里会知道这 玄天功 虽只是玄阶 却是大唐柳家不传之法 据传 乃是千年前一亿得到高僧 因救命之恩 赠予柳家老祖 修习极难 且只有心性端正 不存修习恶念 非心无所往之人 不能炼成 柳心也曾尝试过修炼 但他的欲望太强 心魔难消 实在难以炼酒 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他发现 徐凡实在是太适合这本功法了 于是便给他留下了 这 玄天功 呼呼 吸气 吐气 徐凡正像往常一样 坐在炕头上修行 窗外 冰雪消融 温和的春又回来 灰灰暖日弄油丝 风软晴云缓缓飞 残雪暗随冰笋低 新春偷向柳梢龟 一直到第三日的清晨 徐凡才再次睁开眼睛 玄天功又增进了一分 这个功法特别的奇怪 完美地掩饰了 什么叫做 欲速而不达 你着急修炼 反倒是半点进度都不见 你不着急了 放平心态 速度却会猛然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很快便到了第二年的夏天 这一年 镇子中出了一件大事 一个少年来到了村子里 其实对于当时镇子上的百姓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事 可日后 那少年却是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 划破了整个九州大地的夜空 少年名叫宋长静 乃是大洲皇帝第十六子 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 他只带着一名侍从来到了小镇 很快 宋长静便得知了徐凡的事情 修士他见过许多 但是像徐凡这样的还是第一个 徐凡喜欢修行 至于修行的目的 他说 只是想在这乱世 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他大多数时间都在修行 偶尔去村口 跟老大爷们下棋 聊天 偶尔去槐树下 给孩子们讲故事 下河摸鱼 野外踏春 或者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 晒太阳 宋长静最喜欢的 还是从徐凡嘴里 时不时冒出的一两句诗词 遇见春天的杨柳 宋长静说 好多杨柳 徐凡则说 不知戏夜谁才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遇到夕阳余晖 孤雁翱翔翔 宋长静说 好多大雁 打下来一个尝尝味道 徐凡则说 落霞雨孤舞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宋长静愉加佩服徐凡 有事没事 就往学堂里跑 学堂中大都是镇子里的穷苦学生 徐凡给他们讲述的知识 五花八门 生动有趣的同时 也不乏一些 启迪人心的知识 一次宋长静在窗外 偷听徐凡讲述治国之道 下课后 宋长静忍不住问他 先生所谓的名为重 设计次之 君为亲是和道理 徐凡多看了宋长静一眼 他是知道对方身份的 能来到这种地方 说明对方并不是什么受宠的皇子 而且多半是被发配来 但如若他日后 真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做了皇帝 能明白这些不失一件好事 徐凡清了清嗓子 便说道 古今成大事者 莫不以民为贵 以民为本 以民为重 君轻而民贵 这是建设性的王道构建的最佳方法 多年征伐 人口在流动和战争当中消亡 而得人口者得天下 所以 最后的办法就是 养民强国 藏富于民 在这个朝代更替的年代 老百姓对于国家的感情要淡很多 他们真正在乎的是自己的土地 避免土地兼并 避免贵族统治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老百姓 能够在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中凝聚 宋长静正正地看着他 好像是 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这夜 二人促膝长谈 彻夜未眠 好了 好了别聊了 待会嗓子都冒烟了 小狐狸苏雅 打断了二人的继续交谈 吃早饭了 当晚 在屋顶 宋长静主动向徐凡表明了身份 徐凡含笑不语 宋长静奇怪对方并不惊讶 顿了顿 又说道 还请先生助我 哦 助你 徐凡微微挑眉 现如今中洲之地六国盘踞 大洲孱弱 还请先生出山助我 我没那么大的能耐 先生不必谦虚 依先生之才因此山林 岂不可惜 何不与在下共造盛事 还天下一个太平 看着宋长静那双清澈 带着期待 与对未来美好希望的眼神 徐凡淡淡一笑 摇了摇头 如同听到了什么笑话般 转身走了 宋长静想要拦住他 却始终没有伸出手 轻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 我这个人 最听不了虚无缥缈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你 当了皇帝 乘着玉年来接我 或许我会同意 徐凡的声音 悠悠地响起 宋长静眼睛一亮 转过身 徐凡的身影 已经消失不见了 少年紧紧捏着拳头 望着皎洁的月空 眼中闪过某种光芒 三年后 宋长静离开了镇子 他对着徐凡行了个礼 随后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镇子外 一个身着白衣的中年男子 已经在等着他了 中年男子身形挺拔 站在那里 一看便是君武出身 小长静 你慢点走 山路滑 小狐狸苏雅 在身后喊道 宋长静头也没回地摆了摆手 山高路远 还望珍重 嗯嗯 小苏雅抹着眼泪 真实地说走就走了 他们怎么都这样 徐凡淡淡地笑了笑 伸手安慰似的 抚摸着他的头 有缘自会相逢的 可是心里空落落地 难受苏雅贬着嘴唇 委屈巴巴地说道 先生 你可不能走啊 我 徐凡笑而不语 山林中 树道身影迅速掠过 围首之人 一身黑袍 虽然遮住了自己的身体 但一双令人浮想连翩的眉腿 却裸露在外 面部还戴着面罩 可是透过那双眉眸 不难看出 这绝对是一个美人 黑衣人呼地停住身子 身后的几位黑袍 也同时停住 丹西跪地紧紧垂着头 他就在这儿跑不远 分头追 是 黑袍女扫视了一圈 随后足间轻点 整个人输得跃起 山坡之上 夏日炎炎 徐凡躺在吊床上 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 嘴里哼着小曲 提起了那宋老三 两口子卖大烟 一辈子无有 生了个女儿叫禅娟啊 阳光被层层叠叠的树叶过滤 洒到她身上 便成了淡淡的 圆圆的青青摇曳的光韵 怀里的旺材 已经睡熟了 禅鸣声不断地在耳边响起 山尽似太古 日常如小年 鱼花有可醉 好鸟不防眠 徐凡半眯着眼睛 昏昏欲睡 今天的风景实在是太好了 修炼的事情放一放 反正自己最不缺的 就是时间了 今天没做完的事情 留到明天做 自己又不是那个资本 正在这时 远处一道小小的身影 飞速地向这边跑过来 徐凡听见了声音 微微瞥眼 就见一个小肉球 正飞速跑过来 嗯 什么鬼 看起来还有点萌 小肉球似乎着急赶路 并没有注意到眼前 碰 一下子撞在了前面的树上 随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揉着头 露出可怜巴巴的表情 徐凡吃了一口西瓜 好奇地看着他 你好 小肉球吓了一大跳 惊恐地看着他 你你是什么人 闲人啊 徐凡又吃了一口西瓜 小肉球见他没有恶意 眨了眨眼 问道 你吃的那是什么 西瓜呀 要尝一尝吗 徐凡大方地说道 小肉球张着嘴巴 口水溢出了嘴角 但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娘说了 出门在外 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 可是真的很好吃 这哀徐凡又吃了一口 小肉球犹豫不决 徐凡不再搭理他 过了一会儿 觉得有只小手 在轻轻地拽着自己的衣服 徐凡低头一看 只见小肉球 眨着卡哇伊的大眼睛 说道 可以给我尝一尝吗 徐凡大方地 将西瓜递给他 诺扑丝扑丝 小肉球 直接趴在了西瓜上 迫不及待地啃了起来 很快的功夫 西瓜便被他吃了个精光 小肉球揉着圆鼓鼓的肚子 满足地瘫倒在地 自从他离开家以后 已经有三天多 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 谢谢 小肉球说 嗯 徐凡不嫌不淡地应了一声 小肉球打了个宝格 找到了 这时 半空之中忽然出现了两名老者 一个轻衣 一个身着白衣 眨眼间 二人便落在了山坡之上 小肉球第一时间发现了他们 面色骤然一变 可自己双腿发软 早已跑不动了 便一下子跳到徐凡身上 就我啊 徐凡微微醋眉 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两个老闭灯 轻衣老者双眼放光 兴奋地说道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你们是什么人 徐凡警惕地问道 白衣老者看都不看他 滚一边去 徐凡蹭地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本来这件事 他是不想管 但既然对方这么说了 滚就滚 徐凡小声嘟囔了一句 转头便走 等等 把肉鳞汁留下 肉鳞汁 应该说的是这东西了 徐凡低头看了一眼 怀里卡哇伊的小肉球 轻衣老者哼了一声 跟他废什么话 他见了我们不能让他活着 说吧 足坚轻点 徐凡眼皮一跳 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碰 轻衣老者猛地被弹开 倒退出去时不远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他竟然被一个原因进的修饰击退了 哈哈哈哈 白衣老者发出了嘲讽的笑声 你真是丢人丢大发了 一个原因修饰 你都打不过 谁说的 轻衣老者又气又恼 见对方周遭 环绕着一层金光 想必应是某种防御性的阵法 不过是区区原因期 看我一拳破支 轻衣老者将灵气汇聚于拳风之上 一拳轰出 轰 空气先是传来一声轰鸣 而后一股强大的拳风 树木拔地而起 倒飞升空 紧接着 拳风之上形成了一道赤白色的 如同灵气泡 悍然轰出 小心 别伤到肉灵汁 白衣老者大吼 这一拳下去 别说那人了 就连这座山都得一为平地 然而事实证明 他想多了 金光照文思不动 徐凡躺在吊床上 翘起了二郎腿 肉灵汁惊恐地捂住双眼 可半晌也没有感受到疼痛 睁开眼一瞧 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这怎么可能 轻衣老者的表情 如同知道自己媳妇 怀上了隔壁老王家的孩子一样 白衣老者也露出疑惑的表情 对方的实力在他的眼皮底下 如同脱光了衣服的大姑娘 根本无处可藏 区区原因期 怎么会有如此能耐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白衣老者不信邪地说道 因为有了轻衣老者的前车之剑 所以白衣老者不敢小瞧 伸出右手虚空一握 剑来 枪 一声极其清脆的剑鸣声 响彻天际 一柄青色长剑从空中落下 骤然裂开 成了漫天剑鱼 一剑化为十余剑 无数剑光同时催动 白衣老者剑尖斜指 嗡嗡轻颤声 小子 看好这一剑 明年的今天 便是你的忌日 剑如疾风 如同沾染了天外的光芒 一点寒芒势必不可等 肉灵芝倒吸一口凉气 紧紧抱住了徐凡的大腿 徐凡看了一眼 于是翻了个身 W ZZZ璀璨的剑光 绚丽无比 然而 许久之后 剑气仍旧萦绕不散 因为力的相互作用 白衣老者被震开树部 脚下一滑 狼狈地跌倒在地 青衣老者立马反击 发出哈哈笑声 白衣老者尴尬地解释道 这地真的很滑呀 这小子有点古怪 青衣老者说 我看这阵法 他维持不了多久 不如我们便在此地等他消息 白衣老者提议道 不行 那封女人 很快就会找到我们的 二人的目光 再次头像 躺在吊床上的徐凡 小朋友 你不要怕我们 其实是好人的 就是就是 你看爷爷 多么的和蔼可亲 二人威逼之力又知 手段齐出 然而得到的 却都是徐凡不搭理 小子 你莫非真以为 我们奈何不了你是吧 青衣老者怒了 对着金光照一顿 拳打脚踢 砰砰 于是在接下来的 半炷箱内 二人对金光照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殴打 用尽了手段 然而这金光照就如同 茅房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呼呼呼 TMD 二人打死都没有想到 眼看就要成功了 结果半路杀出一个这么晚一 二人对视一眼 把一老者率先开口 只有用那招了 青衣老者微微一愣 随后咬牙且此地 看着躺在吊床上 恰意地徐凡 马德 老子不过了 用就用 二人一拍集合 当即各自祭出一颗 马眼大小的珠子 这珠子名为日月定魂珠 乃是地阶上品法器 在整个九州 都能排得上名号 宝三征一 此珠有两颗 分为日魂珠 与月魂珠 二者分开威力 会大打折扣 但是一旦二者合并 威力无穷 大 双珠如同带着正负级一般 紧紧吸在了一起 随后飞速旋转 四周的灵力迅速被带动 形成一股恐怖的风暴 一时之间 日月无光 天地变色 整个山谷 发出剧烈的响动 肉灵芝大惊失色 惊恐地缩在了徐凡的怀里 瑟瑟发抖 徐凡见了这番景象 也不由地暗自吃了一惊 于是他换了个姿势 继续睡觉 嗯 这个姿势舒服 呼呼呼 金光照的四周 早已看不见天日 紧接着 轰轰 如同世界末日一般 灵子中的黑袍女 簇眉望向远方 随即身子 日月定魂珠 黑袍女心中暗自吃惊 遇见了什么人 竟然能逼得这两个老家伙 运用看家的法宝 莫非是 还有人想要吃肉灵芝 想到这儿 黑袍女加快了速度 贴着丛林 黑袍以极快的速度略飞着 一炷香的功夫 终于是感到了能量的所在 天空之上 依旧徘徊着那剧烈的能量 在能量周围 有一轻衣老者 与一名白衣老者 黑袍女视线 再次转向二人的对面 一层金色的光照内部 是一个少年 黑袍女心微微一颤 看着那少年 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脸庞 内心忍不住的雀跃 竟然又遇见了 来之前 他便犹豫着 此行要不要去镇子上 见一见这个 救了自己两次的少年 一路上虽然心里不想承认 可事实却是 他很希望能再次遇见他 这个少年带给他的感觉 跟其他人都十分的不一样 他见识过的青年才俊不在少数 其中步伐有权有势 或者天赋异禀 长相帅气 可偏偏这个少年 却在他心中 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等等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柳星有些恍惚 仿佛回到了十八九岁 自己变成了一个花季少年 徐凡的修为 柳星再清楚不过了 不过是元英七的修为 莫非是这三年修为长进了 可就算再怎么长进 也绝对不是这阴阳二老的对手啊 柳星眼神中满是疑惑 小子 有种你一辈子都别从里面出来 轻衣老者气急败坏的大吼 老子万载受命 看咱俩谁能熬得过谁 万载 徐凡大惊失色 小子知道怕了吧 你现在乖乖出来 老子说不准还能饶你一命 轻衣老者注意到了 徐凡表情的变化 得意地冷哼一声 徐凡暗自扎舌 于是他又翻了个身 一等于 哦 哎 那只能等万年以后再出去了 徐凡无奈叹了一口气 不就是熬吗 小爷还真没怕过谁 既然这样 那我们只能离开了 轻衣老者故意大声说道 白衣老者附和道 是啊 看来只能回去了 二人拙劣地表演完 随后便装模作样地离开了 结果徐凡根本不为所动 正想着用什么样的姿势睡觉 才能做一个好梦 经过他几十年以来 他发现了许多睡觉的秘诀 左侧睡 更容易做一些追杀类 逃生类的梦 右边睡容易做一些奇怪的梦 一些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正躺睡 容易让人做美梦 趴着睡一睡 亦做一些春天的梦 归是睡法 这种睡姿 总是会做一些曲折离奇的梦 学到的小伙伴 可以点个赞 正在这时 又一个声音响起 总算找到你们了 轻衣老者与白衣老者抬头看去 不由的表情一变 马德 追来了 柳星俯视着二人 冷声道 把肉灵芝交出来 肉灵芝不在我们手上 白衣老者一指徐凡 这小子 想要独吞肉灵芝 祸水冬饮 既然自己奈何不了这奇怪的金光照 那便将问题抛给柳星 到时他们二人在坐收鱼翁之力 白衣老者想得好 柳星淡淡瞥了一眼 诧异地挑了挑眉 哦 白衣老者又道 这阵法甚是厉害 我二人 何力都破不了 不如这样 咱们先杀了这个小子 肉灵芝对半分 提意不错 柳星微微点头 白衣老者一喜 可是我拒绝 柳星画风突然一转 白衣老者 受死吧 柳星眼神凛然 寒气从半空中落下 如同一只凶猛的野兽 与此同时 地面也陡然生出许多冰刺 二人气息暴涨 震开冰刺 轻衣老者 左脚猛的一跺 大喝一声 你真以为我们怕你不成 说吧 身形拔地而起 哄 紧接着 剧烈的气息猛然爆发 震碎了百里之外的数个山头 白衣老者手握青莲剑 脚踩莲花 一道白光冲天起 轰鸣声不绝于耳 好似海潮滔滔 奔涌而去 狂暴的剑气 刺向天穷 柳星大手一握 一柄无形之剑 已经握在手中 一剑扫出 卷起了十余道剑气 直接将白衣老者 劈得粉碎 同时 白衣老者脚下的山峰 也化作一片废墟 巨大的冰色色龙卷风暴 在挥手之间 向二人席卷去 哄 寒冰风暴 将包裹住的一切都凝固 如同时间冻结了一般 外面 已经打成一锅粥了 金光照内部 徐凡正趴着做一场春天的梦 许久之后 外面的动静才停止了 肉灵芝看着周围 那被破坏的一片狼藉的森林 不由的心里发颤 烟雾缓缓散去 身着黑袍 戴着面罩的柳星 看了一眼肉灵芝 经过刚才的事情 肉灵芝也知道这保护罩的厉害了 没有那么害怕 反而冲她吐了吐舌头 做了一个鬼脸 倒是十分的可爱 柳星仅仅只是看了她一眼 目光便落在呼呼大睡的徐凡身上 这家伙心还真大 美眸凝视着那张丝毫没有改变的脸庞 嘴角不可扬指的轻轻勾起 两久之后 柳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看样子 这肉灵芝与她有缘 那便送个顺水人情 只是原本想放了那阴阳二老 但现在必须得杀了 否则他们很有可能会再来找徐凡的麻烦 想到这儿 柳星扭身便走 可行至中途 身形呼得微微一将 欲要回头再看一眼那少年 却是不知为何 犹豫了半秒 身形便消失在这片天地之中 带她走后 那少年才缓缓地睁开眼睛 似乎根本没有睡 望着她离去的方向 眼中闪过某种光芒 好一会儿才收回视线 收起金光照照 带着肉灵芝离开了 小狐狸苏雅正在厨房切菜 见徐凡抱个肉球回来 眼睛一亮 先生 你怎么抱了一个肉丸子回来 谁给的 正好我去争了 苏雅伸手郑玉街 肉灵芝大叫一声 你才是肉丸子 你全家都是肉丸子 苏雅 哦 先生这肉丸子 怎么还会说话 它不是肉丸子 它是说到这儿 徐凡低头看去 对了 你是什么来着 我是肉灵芝 我叫小五 肉灵芝 苏雅醋梅 那是什么东西 小五自豪地说道 孤陋寡闻 你去打听打听 整个大陆 谁人不知我们肉灵芝啊 吃了我们的肉 不仅可以延年益寿 最主要的是 还能增进修为 珍贵无比 骗人的吧 骗你是小狗 那你们还不早 被人给抓了全吃了 怎么还能活到现在 苏雅疑惑道 肉灵芝说 我们家族在一个 很神秘很神秘的地方 谁也找不到 那你为谁要出来 你以为我想啊 每隔三百年 我们家族中的某位成员 便会被召唤到这里来 只有熬过三个月才能回去 小五苦着一张脸说道 我救我救小五 鼓着小脸转过头 悠悠地看着 正在救自己的苏雅 你干嘛 尝一尝你的肉啊 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不要 好疼呢 徐凡摸了摸下巴 那你这三个月 就在这先待着吧 小五的高兴地跳起来 反斜杠 哦 斜杠以防万一 徐凡在镇子外 又布下了金光照 可当晚 镇子上的全部灵兽 便被肉灵芝的香气所吸引 一个个趴在床边 大口地吸着香气 小五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睡得正香 熊大舔了舔嘴唇 伸出巨大的爪子 轻轻戳了戳 对方柔软的小肚子 好香啊 要不要尝一口 独眼狼道 你忘记先生的叮嘱了 可是真的好香啊 去去去 这时 苏雅忽然出现 一巴掌打在熊大的脑袋上 大半夜的不回去睡觉 小心我告诉先生 众妖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苏雅抱起小五 狠狠嗅了一口 真香啊 小五的吸引力 超乎了徐凡的想象 他身上似乎是有什么东西 能够吸引他人 因为不出三天 小镇外便已聚集了许多修士 其中不乏妖魔 然而这些人却出乎意料地和平相处 他们的目的 只有一个要灵芝肉 见硬闯不行 便来软地为徐凡开出了天价 这些家伙甚至扬言 如果不给他们灵芝肉 便要在日后屠灭整个阵子 徐凡有些犯了难 都说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何况这些人 又都是各顶各的大人物 小五也知道徐凡的难处 这天便来徐凡说 愿意分自己的一些给他们 反正过一段时间肉 就会自己长出来的 徐凡摸着下巴 打量着小五这颗小肉球 呼得记上心来 嘴角轻轻勾起 露出笑容 小五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护住自己的身体 先生 你不要乱来啊 我卖身不卖意的徐凡淡淡一笑 放心吧 我要的就是卖意 啊 瞧一瞧 看一看 正宗的肉灵芝大肉片 徐凡扯着嗓子喊道 小镇外 一大群妖怪与修士 正十分有秩序地站在一起 焦急地望向金色光照里面的少年 DUAN徐凡一锤子敲下 恭喜二十八号拍卖家 以十万块零食 外加两本玄阶上品功法 以及若干丹药 获得了这枚正宗的肉灵芝大肉片 好 二十八号的 正主是一个大富翩翩的胖修士 一看便是身家不菲 好的 现在有请二十八号先生到后面等候 交易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细谈 大富翩翩的修士 乐颠乐颠地走了 没错 这是一场拍卖会 拍卖的东西只有一件 那就是正宗灵芝肉 徐凡只管拿肉 让这些人出嫁 然后自己再统一进行交易 先交钱 后付货 因为其良好的信誉 所以众人很信任他 事实上 除了信任他 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要么就是放弃灵芝肉 那可是正宗的灵芝肉 谁又能愿意放弃呢 肉灵芝小五 全身缠着绷带 可怜巴巴地躺在柜台上 仿佛是在向众人们展示 没有错 那些肉都是 从我身上割下来的 这可比什么狗屁形象代言人 要靠谱的太多了 徐凡一天能卖出去 大概十多片肉 足足持续了一周左右 至于这肉是真是假 谁也不知道 毕竟99%的人都没吃过灵芝肉 更何况 早有传言 灵芝肉如同中药一般 会慢慢地起效果 服下之后 不会立即感受到变化 再加上众人的心理作用 所以吃下这不知真假的肉 当即就觉得 浑身充满了力量 整个人都有干劲了 而且肉灵芝会自动修复身体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徐凡一天卖十几片肉 并没有多少人怀疑 更何况 徐凡每次做肉 都是先用小五腌制一遍 这样入味 让别人更加无法怀疑 哇 先生 我们发了 小狐狸苏雅 看着这些日子的收获 忍不住躺在散发着灵气的零食当中 感受着富有的滋味 哇 小五 你真是个宝贝 小五则蹲在一旁 身上的绷带早已脱落 鼓着小嘴 我们这样骗人 是不是不太好 不好 行啊 那我现在就把你削了 苏雅双眼放光 做事要扑上来 小五赶忙说道 小生突然觉得 咱们这样做 实在是明智之举啊 可是苏雅还是扑了过来 化身成一只小狐狸 抱着小五的脑袋就啃 苏雅 哦 熬小五 苏姑娘 别咬小生的头 徐凡轻轻扇着折扇 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 凭借着眼前这些东西 再给他些许时日 突破原因竟有望啊 别误会 些许时日的意识是 大概要几十年 或者几百年之后 一天 正在吃西瓜的小五 忽然对徐凡说道 先生 你要不要吃小生一片肉子吗 你不疼 徐凡微微一挑 怕 但是要是给先生吃的话 小生就不怕了 小五说 为什么 因为先生是好人 还救了小五 要是没有徐凡 小五估计 现在自己早就被人 给绑了一片片给切了 然后等着他恢复 再切 如是反复 那还不如死了呢 徐凡摇了摇头 算了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这小五虽然是个肉灵芝 可是会开口说话 让徐凡吃他的肉 徐凡实在是过不去心理那道坎 何况 他也不需要肉灵芝 肉灵芝可以为人增加寿命 增进修为 徐凡本来就是永生之人 至于修为 他也不着急 毕竟现在修为低下 好歹还有个笨头 那就是修行 如果一旦走捷径 修行成功了 那么漫长的岁月 自己该如何度过呢 徐凡不想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他觉得修行慢 对于永生的自己来说 是一件好事 小五郑重地说 先生 你真是个好人 这时候 一只白色小狐狸扑了过来 小五直接被扑倒在草丛中 苏雅的爪子摁着他 先生不吃我吃 小五 你看我对你这么好 把好吃的都给你了 你是不是该给我一块肉呢 我看看啊 就要这块好了 苏雅戳了戳小五的脸蛋 张开萌哒哒的小嘴 一口咬了上去 小五吓得哇哇直哭 但是苏雅并没有真用牙齿咬 只是尝一尝肉灵芝 到底是什么味道 灵气入喉 稍过片刻 便绝菇回肠荡气 四肢百骸 毛孔粪张 很快就恢复了精神 仿佛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在体内游荡 苏雅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这还只是稍稍品尝 要是真吃上一口 傍晚厨房 苏雅望着小五咧嘴一笑 小五有些害怕 抬头看了他一眼 但还是说道 小声准备好了 苏雅笑盈盈地说道 其实我白天是开玩笑的 小五摇了摇头 你和先生对小五都很好 小五愿意给你们一片肉 苏雅舔了舔嘴唇 回忆起白天的味道 眼睛有些发亮 小五自己跳上案板上 变成一个白花花的小肉球 苏雅用手轻轻戳了一下 表面柔软 还富有弹性 犹豫了一会儿 苏雅拿起一旁的菜刀 轻轻切了一片肉下来 小五似乎是感受到了疼痛 小肉球表面微微一缩 刷一小片肉 出现在苏雅的手中 完事了 小五变回原先的模样 眼泪汪汪的 真的好疼啊 呜呜 你别哭啊 待会儿把先生招来了 苏雅做了个虚声的手势 小五扁着嘴唇 委屈巴巴地说道 疼疼疼死小声了我房间里 还有一些糕点 带你去吃糕点吧 一听到吃糕点 小五的表情 才稍微缓和了一些 我要吃大份的 吃 明儿上街 姐姐给你把整条街的糕点 全包下来 疼死小声了小五啊 刚才那块肉姐姐 没尝出来是什么味道 你再给姐姐一片好不好 啊 救命啊 小五 你别跑啊 三个月后 小五该走了 因为他身份特殊性的缘故 所以只有徐凡和苏雅 外加老乌龟旺财 给他送行 小五抱着徐凡大腿 哇哇直哭 然后又去抱苏雅 苏雅摸着他头 抿了抿嘴唇说道 既然人都走了 那不妨留点纪念吧 一边说着 一边贪婪地盯着小五 小五哭得更加厉害了 当然有一大半是被吓的 小五又去抱旺财 老乌龟旺财跟他说 一等了半赏 才憋出下一个字 一路徐凡淡淡笑了笑 下次再见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过如果你 还能再来人间的话 欢迎你再来小镇 小五重重点了点头 一定会的 小五抬头看着徐凡 先生 你真不吃小五一块肉吗 徐凡摇了摇头 好吧 小五瞥了一眼苏雅 苏雅冲他眨了眨眼 那意思 仿佛是在说包在我身上 好了 吃点东西吧 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高点 徐凡将一盒苏 推到小五的面前 小五看着甜美的食物 此刻却没有了欲望 满是离别的伤感 顺一路顺 乌龟旺财慢腾腾地说着 盈盈小生舍不得你们 小五哇哇大哭 徐凡笑了笑 说道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以后的日子 还尝着那小生 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时 天上的月亮逐渐圆润 乌云散去 小五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而后收回视线 眼神中闪烁着某种光芒 西瓜没了 我去拿些西瓜 说完 便跑去厨房了 可过了好一会儿 也不见他回来 苏雅秀眉微皱 喊了一声 小五 没有听见回应 苏雅一下子站起来了 出事了 他已经走了 徐凡抿了一口茶水 走了 怎么连招呼 都没给我们打一声 苏雅气鼓鼓地说道 疯 这时 乌龟旺财也把一句话说完了 一路顺风 可恶的家伙 苏雅气得只打空气拳 还在埋怨小五 为什么不愿意 跟自己打声招呼 说声再见 晚上吃饭的时候 苏雅给徐凡 做了一旁辣椒炒肉 可那肉片咽到肚子里时 徐凡才猛然发觉不对劲 灵气疯狂地涌入 能明显地感觉到 体内的力量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 徐凡微微一愣 看了一眼心虚的苏雅 随后笑了笑 想必是这小五偷偷留下的肉 知道自己不吃 便跟苏雅密谋片自己吃下 年难留 食一损 天波一泄 寸数难留 转眼便又是一年春满园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洲的老皇帝死了 新登基的皇帝不是太子 更不是平日里受宠爱的三皇子 而是最不起眼的十六子宋长静 又过了二月有余 这一天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 人山人海 吓得人只往桌子底下躲 浩浩荡荡的队伍直奔小镇而去 各级官员早已俯首迎接 皇家竟为御林军开路 别说在小镇周遭 住下的江湖人士了 就连休士都不敢靠近 这是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啊 那个好像是御年 王家 众人皆惊 王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会是来找那位隐居在小镇上的仙人吧 能让他们想到 也只有那位了 树匹快马不断地奔走 镇子上的老县令早就入土了 已经换了三人 新县令率领小镇全体百姓 成皇成孔地跪在地上 头都不敢抬 遇念之上 大周如今的皇帝 宋长静看着小镇上熟悉的街道与人 嘴角轻轻勾起 一别数年 经历了残酷的夺敌之争 无时无刻不在海念这里 走到巷子口 遇念无法进入 宋长静便下了遇念 走进巷子找到了那棵老槐树的院子 弟子宋长静 特来请先生出山 宋长静双手拱起 身躯下弯 弟子宋长静 特来请先生出山 请先生出山 宋长静身后 无数护卫 官员 太监 宫女齐声喊道 声音响彻整个小镇 随后 转到小镇外的士兵 士兵们跟着高呼 请先生出山 一时之间 四面八方都响起红亮的声音 惊得林中的飞鸟掠过 嘎吱门被推开了 穿着一身粉红色素裙的苏雅走出来 诧异地看着宋长静 小长静 他惊喜地叫道 宋长静微微一笑 苏雅姑娘 许久不见 先生 先生 是小长静来了 苏雅冲着屋子里喊道 过了好一会儿 徐凡披着一件衣服 慢腾腾地从屋子里走出来 数年未见 先生容颜依旧 宋长静却多了几分风霜 眼神也更加坚毅 弟子宋长静特来屡六年之约 接先生出山 宋长静的恭敬地说道 徐凡望着昔日的少年 淡淡一笑 耳边竟想起师尊前去人族长城时 说的一句话 此去 愿人族无忧 六年前 徐凡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宋长静出师的请求 其实也不算答应 更像是再问天意 毕竟那时候的宋长静距离继承皇位 实在有些远 徐凡不会刻意去做某些事情 即使宋长静在争夺皇位的事情上失败了 他顶多会怀念一下 六年前还曾有一个少年 跟自己做下了约定 然后继续隐居于此 但是他成功了 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徐凡抬头看着细润无声的春雨 这天下不妨去看一看 三月三 这是个好日子 这一天 隐居于小镇数十年的徐凡离开了 他穿着接任青云门掌门 那天的白色长衫 迈着步子踏着青石板 离开了小镇 春雨掩盖了他的痕迹 仿佛他从来就没有来过一样 此去愈何 徐凡护得停住脚步 望山高水长 望雨堵白中月落霉梢 天下 我徐凡来了 先生 你早点回来 我在家等你 小狐狸苏雅抱着老乌龟旺财 站在镇子口大声地喊道 徐凡出事 并未引起其余六国的轰动 毕竟徐凡这好人物 他们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位 但是六国的探子 都打探到了一件事 大洲新黄入小镇 请一位年轻人出事 佩相应 这是一件极为荒唐的事情 因为中周是等级十分森严的等级社会 千百年来 森严的封建王朝等级制度 繁衍了一代又一代贵族 他们曾一度触及封建王朝的天花板 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制度 使贵族阶级的权力 世代相传 长期占据着国家的统治地位 丰厚的待遇 让平民百姓 渴望而不可及 所以 丰侯败相的对象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是一个普通平民 可经过多方打听 这个徐凡只是一个小门派的弟子 这件事 很快就成为了一个笑话 就如同传闻那样 新皇登基 年少轻狂 一下子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 自然要做出许多常人不可理解的事情 说白了 不过是个孩子罢了 六国的王侯 谁也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可唯独大唐的一位女人 却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一身雍容华贵的衣袍的柳星望着窗外 星眸闪烁着点点星光 带着几分清朗 浑身透着一股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冷漠 柳长公主消息一叹的 看着手下递过来的画像 柳星微微瞥了一眼 轻轻叹了一口气 内心苦笑果然是她 看来以后要成为对手了 想到这儿柳星不由得有些失落 咬着下唇 烦躁地一挥手 将那手下打飞出去 滚 手下 随后大周的那位平民宰相 便有条不紊地推行了一系列政策 以科举制选拔人才 奖励更战 按军功受决 限制土地兼并 废除特权 同时收归行政权 裁权 军权 并采用分化侍权的方式 维护中央集权 整顿军队 加强对农村的统治 维护农村社会治安 建立全国性的军事储备 节省了大量的训练费用 裁兵提高军队 士兵素质 削弱贵族 官吏的特权 同时拉拢宗门 引进人才 培养修士 当然 这只是附加的手段 一个国家数万万百姓的强盛 才是真正的强盛 新政推行的半年年内 大周境内 便先后有两位藩王造反 百官逼宫 但皆以失败告终 变革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是需要时间的证明 皇宫 望台上 徐凡望着远处的风景 微微眯着双眼 感受着惬意的晚风 身旁的少年年 却早已患了一番模样 略显苍老 眼神却依旧坚韧 按照先生所言 寡人怕是看不见 大周一统六国的的风采了 徐凡淡淡一笑 并不回话 宋长静轻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 人生何其短暂 寡人想做的事情 可不只是一统六国 三教祖师 曾一同定下人间规矩 凡间帝王 不可修行或长生 所以 注定了宋长静的寿命 与凡人无异 我只是估计个大概 或许用不了那么久 徐凡道 寡人能否拜托先生一件事情 王上请说 若是寡人见不到六国一统 还请先生将寡人火化后的尸首 埋在中州的最高处 能问一下原因吗 因为寡人舍不得这大好河山 好 徐凡点头答应 事情的发展远超宋长静的预料 短短十年 大周的国力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 经济 政治 军事三方面的大改革 推动了大周社会的进步 壮大国力 富国强兵 同时这十年之内 大周各地的天灾虽然不可避免 但是相比较其余六国 其规模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六国之内不断流传着一句话 那位平民宰相将气运带到了大周 科举制 军功制 等一系列制度吸引着人才 不仅是本国 还有外国 人才流入聚集 推动社会进步 便会又吸引更多的人 形成良好的循环 而当其余六国反应过来时 早已被大周远远甩在了身后 当初嘲笑的声音 也被铁一般的士士博的哑口误言 率先做出行动的便是大唐 相比起其余五国的拉拢变革的核心 宰府徐凡 再或者直接搞暗杀 大唐则以使者的名义派出了官遣团 学习大周的制度 而为首的便是大唐长公主柳星 柳星一身火红色的袍子 颜色甚是鲜艳 但在她容光映照之下 再灿烂的景端 也显得黯然无色 脸如白玉 颜若朝华 双眉修长如画 双眸闪烁如星 不带一丝一毫人间烟火味 别说北地含有如此加厉 吉令江南也极为少有 这便是大唐长公主 被誉为天下第一美人的柳星 别说四周的大臣 就连高高在上的君王宋长静 都看待了 朝堂之上 更是彬彬有礼 进退有度 净显大国风采 朝会结束之后 这位长公主便直奔徐凡的住处 徐凡的住处 就挨着皇宫 由禁军保护 与他同住的 还有两名合体妻的修士 柳星迈着轻快的步子 看着这略显窘迫的屋子 不由的一笑 这倒满像是他的风格 所有侍从都被拦截在外 柳星独身一人推门进去 嘿 你这个老家伙 怎么说话不算数 快点 把韭菜给我 徐凡的声音响起 对面的老人苦着一张脸说道 这可是今儿新摘的韭菜 我还等着包饺子呢 现在是我的了 徐凡一把夺过了韭菜 另一个老人道 就是就是愿赌服输 对了 吃饺子 可以带我一个吗 这二位老人 便是奉命保护徐凡的两位 合体进修士 同时也是大洲的国师 听见开门声 徐凡转过头去 只见红衣女人 站在门口笑盈盈地望着她 恍惚间又回到了十余年前 徐凡一愣 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嘿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今儿晚上我们正要包 韭菜馅的饺子 要一起吗 柳星鸣嘴一笑 那一笑极美 竟让人一下子忘记了时间 好啊 韭菜馅的饺子 沾着酱油 放一点辣子 里面再加点醋 古人云 好吃不如饺子 好玩不如继续吃饺子 柳星一连吃了三十几个 这才住了口 随后又喝了一口徐凡递过来的饺子汤 惬意地靠在椅子上 徐凡说 你来过大洲京城吗 柳星摇了摇头 以前来过一次 那我待会儿带你四处转转 这儿改变还蛮大的 看着少年的笑颜 柳星心里一暖 应了一声 好 大洲京城 人流如枝 繁华异常 两边是茶楼 酒馆 当铺 左仿乌宇 兴罗齐步 晚风拂面 行走在街道上 柳星望着大洲京城繁华喧嚣 心头没来由得微微一惊 这变化 真的是大洲吗 他一时之间有些狐疑 竟然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 简直是土鸡变凤凰 耳边聆听着九四中 酒客们那带些示警声 与小贩们的叫喊声连成一片 一些歌机在高台上 唱着俗不可耐的唱腔 随处可见悠闲而来 有悠闲而去的行人 柳星默默地望着这一切 随后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真是后悔啊 嗯 后悔什么 徐凡好奇地问 当初就是把你绑起来 也该把你带回大唐的 柳星目光灼灼地说道 那语气并不像是开玩笑 徐凡笑了笑 不至于吧 我何德何能 要让大唐长公主 亲自帮我回去啊 我真傻 真的 柳星揉了揉脸 懊恼地说道 徐凡目光落在一旁 卖糖葫芦的身上 吃糖葫芦吗 柳星抬起头 好啊 一根糖葫芦五文钱 柳星拿着糖葫芦 怎么咬都得不得劲 因为最后都会沾到嘴边 柳星犹豫了一下 一口下去 果然还是沾到了嘴角 黏黏的柳星微微醋眉 伸出粉嫩的小舌头 想要去舔嘴角的糖 可惜够不到 嗯 这时 一只手忽然探了过来 在他嘴边蹭了蹭 将那块糖衣蹭掉 好了 柳星一愣 心跳竟然慢了半拍 又见对方将那块糖衣 吃进嘴里 嗯 不能浪费了 柳星翘脸刷的一下变红了 咬着下唇 随手拿起街边小摊上的 一个白色面具笑脸 戴在脸上 掩饰住自己的窘迫 这个很漂亮啊 小贩连忙附和 就是 这姑娘戴起来真漂亮 徐凡扫了一眼 拿起一个黑色獠牙面具 老板 这两个多少钱 五十文 戴上黑色面具的徐凡 莫名的有些滑稽 关键是 他还带歪了 柳星扑刺一笑 伸手将他面具扶正了 两道视线在空中焦急 隔着面具 双方都看不清对方的脸 只有一双眼眸 他的眼睛真的很好看 眼睛在眉毛下面 炯炯发光 像是荆棘丛中的一堆火 仿佛能燃烧九州天下一般 柳星有些慌张 赶紧垂眸 生怕下一秒 自己便会陷进去 抿了抿唇 正准备抬步离开 然而 柳星面色微微一变 一枚急剧的气流 飞驰而来 在空中画出一条长线 直奔徐凡 柳星反手便打散了气流 带眉微皱 徐凡倒是早就习惯了一般 没有惊讶 反而是偷偷吃了一个柳星手中的糖葫芦 嗯 不错 什么人 柳星冷声道 碰 剧烈的声响猛然响起 人群中一片慌乱 树道人影从四周涌了出来 他们刚才是卖酒的小贩 是客栈的小二 是领着妻子出来逛街的丈夫 此刻图穷笔线 刀锋直指徐凡 柳星扫了一眼 玉手轻轻一挥 顷刻间 那庶名刺客 成了一具具冰雕 造型十分的诡异 随后 目光落在旁边路边摊 正在吃馄饨的两位老人身上 一高一矮 大唐的长公主 为何会跟大周宰府混在一起 多嘴 柳星冷冷看了她一眼 矮个子老人身形猛的一僵 捂着脖子发出乌烟声 脸憋得青子 情景抱起 很快便倒在地上 没了气息 高个子老人 神色微微一变 却是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徐凡有本事你跟老子单挑 别TMD微微缩缩 躲在女人身后 你算什么男人 徐凡一愣 指了指自己 你 要跟我单挑 高个子老人道 是个爷们 有本事跟我单挑 徐凡轻哼一声 你很能打吗 能打有个屁用 出来混讲究的 是有势力 你哪个道上的 废话少说 你就说 你敢不敢跟我单挑 单挑就单挑 我怕你不成 徐凡上前一步 胳膊却被人抓住 柳星担忧地看着他 徐凡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放心吧 这场面我见多了 来吧 徐凡深吸一口气 盘腿坐了下来 搞什么 高个老者皱着眉头 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了 对方竟然真的敢跟自己单挑 区区 云英七修士 抬手灭之 说吧 凝聚出一只灵气俱全 哼 金光浮现在周围 徐凡毫毫无损 嗯 高个老者惊讶地看着这层金光 他早就听闻说 这大洲的仔斧 有一个特殊的技能 能为自己身上 笼罩出一层防御性的金光 不过终究还只是原因七罢了 高个老者手中掐绝 低喝一声 去 本命剑出 剑修 既出本命剑 那就代表着 非死不休 修 剑锋带着无尽的寒芒 冲着金光击状而去 然而换回来的 却只是本命剑被弹开数百米之外 高个老者也是亮枪的向后退去 怎么样 徐凡含笑看着他 高个老者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 我承认我破不了这阵法 那么阁下又该如何打败我呢 徐凡嘴角轻轻勾起 打败你 不过是碾死一只蚂蚁罢了 徐凡蹭地一下子站起来 高个老者下的一个机灵 警惕地盯着他 随后 徐凡换了个姿势坐下 眼睛盯着高个老者 我熬死你 高个老者 徐凡 我熬死你 很快 镇服使的人就赶来拿下了高个老者 徐凡淡淡一笑 看来他没有机会跟我熬了 可惜了这烟火 徐凡抬起头 烟火早就结束了 柳星清澈的眸子闪烁着光芒 明年还会有的 柳星在大洲待了两个月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倒是有不少风言风语传出 说着大洲的宰相 整日与大唐的长公主混在一起 关系匪浅 甚至有传言说 二人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老槐树下 棋盘上 黑子与白子相互交错 柳星捏着白子 带眉微皱 翘脸上浮现出一丝为难 最后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又输了 徐凡淡淡笑了笑 这次就差一点就可以赢我了 不对啊 我记得上次我们下棋 你还没有这么高的水平 这些年 我棋艺也没有落下 你是不是偷偷得到了什么高人的真传 柳星苦恼地说道 上次输给你 是因为你有伤在身 想让你高兴高兴 徐凡将棋子一一收回 柳星抬起头 美眸看着他 娇唇微张 欲言又止 徐凡瞥了他一眼 怎么样 还吓吗 不吓了 吓不过你 柳星脱腮 鼓着小嘴 忧怨地看着他 感受到了他的目光 徐凡笑了笑 怎么跟小孩似的 谁跟小孩似的 柳星反驳 给你颗糖吃 徐凡伸出手 柳星摊开玉手 结果一看 哪里是什么糖 分明是一颗石子 知道对方在逗他 柳星洋装生气 抬手欲打 徐凡笑道 咱们去河边摸鱼吧 京城郊外的一条小西处 人嫌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柳星脱了鞋子 又将白色的袜子 小心翼翼地脱下来 露出白嫩小巧玲珑的脚丫 柳星穿着一件红衣 风一吹 露出白嫩的腿 中周之地社会民风开放 女子上街坦胸漏背有枝 繁华之地更是花枝招展 恨不得只穿着一块抹布 柳星这样子的穿着 已经算是十分的保守 脚丫缓缓探入水里 柳星瞥了一眼徐凡 见对方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脚看 不免有些羞涩 称道 你个灯徒子看什么 看你的脚啊 徐凡直截了当地说道 柳星脸更红了 接着又听徐凡说道 你看鱼都被你的脚熏跑了 柳星一愣 啊 好一会儿 他才反应过来 这是再说自己的脚臭 你这个家伙 柳星伸手抓住他的衣领 气呼呼地说道 分明是被你脚熏走的 我脚哪里臭了 不臭吗 徐凡挑了挑眉 不臭 柳星严厉地说道 这世界上哪个女孩 会忍受别人说自己脚臭 徐凡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你让我仔细闻一闻 闻就闻 柳星将脚丫凑出来 刷地一下站起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徐凡 随后抬起右脚 凑到徐凡的眼前 仔细看着 他的脚雪白雪白的 脚趾头像嫩藕牙似的 漂亮极了 光滑的脚指甲上涂了红色甲油 脚跟柔软 脚踝鲜美 挺拔的小腿 和小巧玲珑的 怀骨线条明快 轻盈俊朗 脚踝后部跟见两侧 自然形成的凹陷 十分柔眉妩媚 徐凡下意识地 抿了抿嘴唇 柳星又凑近了几分 几乎是贴到了徐凡的鼻尖 好好闻一闻 柳星双手插腰质问道 嗯 胖臭 徐凡假意皱眉 嫌弃道 柳星又气又羞 一脚踩了过去 你这家伙 嗯 徐凡揉了揉鼻子 鲜血涌出来 柳星连忙拿出手帕 为他擦了擦 随后歉意地看着他 对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一不小心 柳星便一脚踩破了徐凡的鼻子 徐凡忧愿地看着他 去给我抓条鱼 补一补好 柳星光着脚丫踩在水底 扫了一眼 刷 一只鱼从水底被抓了出来 柳星嘴角轻轻勾起 得意地一笑 转头看向徐凡 你想吃煎烤炸 还是怎么办 徐凡感受着徐徐清风 打来的哈气 按照日子 柳星后天就要走了 下次见不知道又要多少年以后了 可是他不愿意想太多 生活无常 大肠包小肠 想那么多干嘛呀 好好活在当下 有事没事的 整天瞎琢磨 受折磨的是自己 人不能想太多 想多了就遭罪 心不能装太多 装多了心崩溃 说不准明天就死了呢 原本定在是两天后走的 可是一天后 柳星便离开了 徐凡早起洗漱的时候 发现铜镜里面的自己 有点不一样 额头上写着两个字 再见 一看便是柳星的笔记 徐凡忍不住笑了笑 伸手蹭了蹭额头 很容易便把那两个字蹭掉了 15年后 大洲出兵攻打邻国与国 双方本就在边界线上摩擦不断 而后与国派出刺客 暗杀大洲宰相徐凡 结果刺客被生情 以此为名义 大洲发动了战争 战争打了五年 最终大雨被灭 而一支名为虎奔的军队 也进入了世人的视线之中 统帅大将名为李慕之 部族出身 被徐凡一手提拔 短短十年便已成为一军主将 六年后 大洲出兵伐吾 吾王以六成 割地百里为代驾 换取大洲庭战 然而仅仅三年后 大洲再次以吴国太子 侮辱其夫人 大洲公主为名号 出兵伐吾 此战 李慕之率领虎奔军 在贫古大败吴国 两年后 吴国灭国 大洲连灭两国 并且再次对邻国 魏国虎视眈眈 三年后 三国联合公州 迫不得以州 只得归还魏国师弟 同时割地求和 然而在求和的背后 却是徐凡酝酿着一场 二逃杀三世的阴谋 果不其然 因为师弟分配的问题 三国炒得不可开交 此年 大洲联合宋国 前后夹击 致使燕国丧失大片领土 仅仅半年后 燕国首都告破 在徐凡的授意之下 大洲主动将燕国的大片领土 让与宋国 形成两国联盟 大宋得了大半燕国领土 然而就如同徐凡猜测的一样 大宋没有如同大洲一般 采取人意温和的措施 安抚刚经过战乱 人心惶惶的百姓 用来巩固政权 反而实行负义沉重 奉行武力的统治政策 压榨燕国百姓 燕帝多慷慨悲歌之势 内部反抗不断 三年间便有不下白旗起义 最终四年后 燕国复国 大宋被迫撤出燕国 经过此番折腾 大宋 燕国元气大伤 尤其是燕国无奈 只能依靠于大洲 而大洲也将他的目标 放在了东方的邓国 邓国地处东方 占据着最肥沃的土壤 其君主也是开明之君 麾下不乏名将谋士 邓国与周国 自此进行长达十五年的对峙时期 又过了三年 白衣仔向徐凡倾赴前线 周国三路大军 共三十万人马水路骑出 李慕之率领虎奔军 进攻邓国狼品之地 一举攻破了 这被称为天险之地的狼品 自此邓国门户大开 双方军队相持两年 而后中了徐凡欲擒故纵之计 二十五万主力大军 被围困白马之地 就在徐凡准备吞并 邓国主力大军之计 大唐起十万精兵 解邓国白马之围 主帅正是大唐长公主柳星 而后邓国军队慌忙撤退 白马山脉 徐凡站在一端 遥遥望去 恰逢 山风吹过眼 人间忽晚 山河已秋 二人遥遥相望 几十年未见 却都是老样子 日出于东却落于西 乡识人海却散于习 红霞散天外 掩映西洋时 三年后 周国君主宋长静修行一事 被三教祖师发掘 那日天外来客 众目睽睽之下 断了宋长静的长生桥 自此 宋长静身体一蹶不振 仅仅半年后 从前线紧急召回徐凡 皇宫 深处 可嗨嗨 剧烈的咳嗽声 好似是要把肺吐出来一样 宫女太监们 战战兢兢地守在门外 大臣们早已在殿内跪下成几牌 一道身影匆匆掠过 犹如无人之境 没有护卫敢去拦她 甚至都不用通报 便静止穿过大殿 走进了皇帝的寝宫 先生龙他之上 是一个早就垂垂老矣的老人 模样变化之大 令徐凡不免有些错愕 宋长静满头白发 眼球深深地陷了下去 眼中的光芒也暗淡无比 手上爬满了一条条蚯蚓式的血管 似乎是真的离死不远了 先生寡人 只能陪先生到这里了 他缓缓地伸出手 徐凡一愣 随即把手凑过去 然而 下一刻宋长的手无力的垂下 眼神最后一缕光芒 也随之消散 现如今中洲之地除大洲之外 六国盘踞 连年征战不断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北有妖族 南有蛮荒 人族岌岌可危 我想统一六国 归于大洲 少年熟悉的声音 如同走马灯般 在耳旁响起 在那片星空之上 少年跟徐凡讲述了他的梦想 故事的开头极其美好 但结局却配不上整个开头 世间上 哪里有那么多完美无缺的故事 徐凡正了正 随后紧紧握住了对方 垂下上有余温的手 郑重地说道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吧 大洲第七任皇帝宋长静 在这个冬天驾崩 他的一生波澜壮阔 可是在史上 却是不过寥寥数笔 而后太子送于继位 六年后 徐凡再度伐邓 邓国举国六十万大军 与大洲交战于平壤 邓国主将王将驻守城池 坚守不出 同时不断派出小谷部队 骚扰大洲粮食要盗 两年后 借天时地利人和 徐凡水淹三军 大败王将 同时平壤之地口 被大水淹没 造成二百余万人受灾 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 四十万人死亡 灾民困苦流离 状况甚惨 历史之上 能做出此等之事的修士 断然不会长寿 杀虐太多 因果太多 有为天道 天道不能容你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修士闭关不出 选择修行不参与人间之事的原因 修为达到了一定境界的修士 更不愿意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纷争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沾上因果 而代价轻则损伤修为 重则生死人灭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数百年前便有一位大成七修士 为保护自己的国家 一人拦住十万大军 最终手上沾染太多因果 寿命骤减 不出五十年便作画了 而如果没有那一意 他有希望突破杜劫期 甚至能够飞升成仙 然而这一意 徐凡直接造成二百余万人受灾 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 四十万人死亡 有天机师预测 这位白衣宰相绝活不过五年 也是因此一意 天下人对徐凡的称呼 从白衣宰相变成了人徒 平壤一战 邓国从此一蹶不振 八年后 邓国灭国 最终在中州之地 唯有大唐尚且能与大州抗衡 而他也将是大州最后一个敌人 只要打败大唐 依附于大唐的小国 便是掌中之物 从此 中州之地归属一家 又五年过去了 徐凡并没有如同那位 九副圣名的天机师预料的一样 反而是借助大州的龙器 修为攀升 竟然已经是炼虚气的修士了 天机师不解 找到闭关已数百年的师尊 请师尊开盘 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 此人不在六道之中 虚虚实实 不受因果影响 六年后 李慕之率领虎奔军 进攻大唐南部 去六城 自此揭开了这场大战的序幕 双方于汝南等地展开激战 柳星使用反剑计 大州皇帝送于听信禅言 紧急召回徐凡 三月 大州军队孤军深入 遭遇柳星率军伏击 四月 被连拔树寨 不得不后撤 四月末 大州败局已定 六月初 春至花如景 下进夜城围 柳星躺在玉桶里 轻轻吐出一口气 虽然暂时赢得了这场战争 俊俏的脸上 却不见一丝高兴 大州占据了中州之地 百分之七十的土地 无论是从人口 土地 资源各个方面 都是大唐的数倍 乃至数十倍 大州可以失误无数次 可是大唐却不允许有一次失误 爆 长公主紧急信件 外面响起婢女的声音 拿进来吧 柳星伸出白嫩细滑的手臂 接过信件 匆匆扫了一眼 面色却是骤然一变 徐凡被罢官了 白衣宰相 人图徐凡这个 直接改变了大州国运的人 被罢官了 此消息一出 原六国之人 无不拍手称快 徐凡官升太富 名升暗将 囚禁于府中 朝中原本反对徐凡的臣子 纷纷跳了出来 新政期间 徐凡犯下的一条条 一桩桩案件 承送到了狱前 又是两月后 徐凡被罢官撤职 仍保留原有俸禄 徐凡府邸 望着池塘中的跃动的鱼儿 徐凡享受着午后的阳光 惬意地哼着小曲 提起了那宋老三 两口子卖大烟 一辈子无友 生了个女儿叫禅娟啊 送于罢了他的兵权 不过他的大部分门生顾利 却没有受到连坐 只有几个心腹 因此被罢了官 原因别无其他 朝中跟徐凡有关系的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几十年以来 朝野上下 无意不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 要是斩草除根 估计整个大州官场 都会被掀了 皇上口语 尖锐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徐凡睁开眼睛 是送于身边的贴身太监王胜 徐大人 皇上口语 王胜又说了一遍 我耳朵还没聋呢 徐凡头也不回地说道 王胜双眼微眯 沉声道 徐大人 这可是圣旨 先帝赐我建君不败 建旨不贵 你难道不知道 王胜冷哼一声 徐大人 数奴才冒昧 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 徐大人这么聪明的人 应该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徐凡捡起一颗石子 随手丢进池塘里 有话说有屁方 别影响我今天的好心情 王胜阴阴地笑了笑 好 皇上口语 让徐大人搬去朝天关 为先帝守灵 丢丢十六个水漂 这是极限了 徐凡拍了拍手 徐大人 请吧 徐凡抬头看着远处的天边 朝天关 恩好地方 王胜又道 徐大人 这二位是皇上特意从进军调来的高手 奉命保护大人 两个武夫走出来 冲徐凡行礼 见过大人 徐凡轻蔑一笑 摇了摇头 御书房 宋渝听着底下太监王胜 描述着刚才的情形 他没有什么过激反应吧 在得到王胜的否定回答后 宋渝才重重 松了一口气 其实他对徐凡的感情十分复杂 早年间 父亲让他和二弟 在徐凡西夏学习治国之道 对于这个老师 他是又敬又怕 敬重的是他的学识 能力 但是怕的恰恰又是他这一点 科举制 让天下读书人 将其视为圣人之后的亚圣 这些年80%大洲的官员 都得益于他的科举制 自然对他无比敬重 建立监察员 监察百官 同时设立政府司锦衣卫 将权力牢牢抓在手里 培养武将 设立学府广交天下修士 从他还是太子那天起 他便想 若是有一天 徐凡想当皇帝 估计兵不血刃 便会娶了他宋家的天下 陛下 当早下决断啊 王胜再次劝阻道 徐凡在朝中党羽众多 根深势大 就算是陛下 罢免将其囚禁于京城 也难免其有一心 你以为寡人不想吗 宋渝轻轻叹了一口气 随后指了指御案上 叠成一落高的折子 看见了吗 御史言官 六部九卿 各地巡抚总督 纷纷上折子 为他求情 喊冤 你是想让寡人冒天下之不韦 不说别的 就这些读书人 就能用笔把你几两骨戳烂 王胜犹豫了一下说道 陛下 恕奴才不敬 这几两骨被戳烂了 总比将祖宗的江山拱手 宋人强啊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王胜抽起自己的大嘴巴来 没几巴掌 便脸颊通红 宋渝有些看不下去了 行了行了 你下去吧 让寡人再好好想一想 陛下 容老奴再说最后一句 说完之后 老奴便自己去慎行司令罚去 说说 宋渝气急败坏地说道 陛下 自古便是辞不长兵 义不长财 陛下您宽容大度 心辞手软 不愿杀他 可徐凡呢 您忘记了 他灭邓时的平壤之战 前前后后 有二百余万人因他受灾 一百多万百姓流离失所 失衡遍野 他何尝后悔过呀 这些年他手上的人命比陛下 您此生见过的人还多得多啊 碰 宋渝将面前的暗台狠狠掀翻 歇斯底里的吼道 那你让寡人怎么办 寡人能杀了他吗 朝野之上到处都是他的门生顾立 军中大将 有一大半是他亲手提拔上来的 天下读书人将他视为亚圣 寡人怎么杀他 宋渝走到王胜的面前 瞪大了眼睛 面容扭曲 你说 你说 阿T徐帆揉了揉鼻子 谁又在念叨我 他翻了个身 继续睡觉 两个舞者眼睛一眨不眨的 守在他的床前 徐帆瞥了他们一眼 我说两位兄弟 你们不困吗 不困 二人一口同声 徐帆打了个哈气 兄弟啊 你们这么看着我 我睡不着觉啊 保护大人 是我们的职责 一等于 哦 爱 翻来覆去就这一句话 徐帆翻了个白眼 原本还想弄一弄手一活 现在看看 还是算了吧 正在这时 一道身影忽然出现 两名舞者猛然一惊 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我要跟老朋友说说话 麻烦出去一下 冷淡的声音响起 徐帆转过身 看着那个熟悉的红色身影 淡淡一笑 你你是大唐长公主 其中一名舞者 认出了柳星的身份 说句 一人道 这里是朝天关 大洲京城不是大唐 柳星懒得跟二人废话 转眼间 这俩兄弟便一动不动 成为了两座冰雕 旁边有酒 你自己到吧 徐帆打了个哈气 翘起二郎腿 我不是来跟你喝酒的 柳星坐在他旁边 偏头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徐帆也在盯着他 二人十分有默契地对视两酒 最后是柳星率先败下阵来 称道 我脸上有花呀 你老盯着脸看 那我脸上也没花呀 你还盯着我看呢 徐帆说道 柳星白了他一眼 有耍嘴皮子的功夫 还是想想你现在的处境吧 我处境怎么了 挺好的呀 这小酒喝着 小床躺着 我可听说 某人被罢了关 急了直 徐帆拍了拍他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其中有你一半的功劳啊 不用谢我 柳星说 嘿 你还真以为我说好话呢 难道不是吗 柳星眨了眨水汪汪的眼睛 我这个人笨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徐帆哼了一声 你笨 你笨天下 就没有聪明的人了 二人又扯了几句 柳星才说道 我这次来 是跟你说正事了 嗯 没有正事 你也不会来找我 跟我去大唐吧 柳星说 我一统六国的进城 就要完成了 可不想在最后的关头放弃 徐帆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顿了顿 他又道 而且 我答应过别人的 切 你还真以为你能赢啊 难道不是吗 你们大唐现在就是瓮中之憋 困兽游斗 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秋后的蚂蚱 蹦倒不了几天了 柳星带眉微皱 你哪来那么多次 一个意思 柳星眉眸微微一眯 凑过来 胶唇距离徐帆的脸颊 就几厘米远 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鼻尖的喘息 徐帆微微一愣 美美人计 你早用这招啊 那如果我在这把你做掉呢 啊 徐帆装作吃惊的模样 护住胸口你再过来 我可就喊了 柳星十分严肃地盯着他 呼得唇红齿白的那么一笑 你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一等于 哦 爱徐帆轻轻叹了口气 那我只好从了你了 柳星捂着嘴 笑盈盈地看着他 抿了抿嘴唇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走了 下次再见 说不准又是在战场了 徐帆故作轻松地说道 我可听人说 宋渝要对你下手 希望下次见面 不是在你坟墓前 那就见你急言了 柳星站起身 我真要走了 我也没拦你啊 你 柳星咬着嘴唇 狠狠地盯着他 胸脯微微起伏 徐帆瞥了一眼 则这已经不能用 规模庞大来形容了 柳星怒气冲冲地走了 走到门口 见徐帆没有挽留他的意思 银牙都要咬碎了 足肩轻点 臭小子 你以为谁愿意要你似的 妾 还真当自己是快饱了 柳星受了一肚子气 徐帆看着他离去的身影 笑着摇了摇头 转眼 又是半个多月过去了 御书房 窗外 半个月亮 斜挂在一棵槐树夹上 夜色如浓稠的墨烟 深沉地化不开 宋渝望着自己的近尘 拱了拱手 竟然深深地鞠了一躬 众人吓傻了 连忙跪下 大周的天下 便交到诸位手上了 陛下放心 臣等必定竭尽全力 誓死报君 随后为首的一名老者 转头对众人道 按照计划 宋大人去中书省发布席文 将徐帆等人的罪名 公之于众 左边一个中年男人 重重点了点头 刘大人和王公公带着圣旨 去掉宫中三万玉林军 杨大人 率领兵部的人换房 封锁九城 具体的细节 陛下已经交代过了 事情若是有了一丁点闪失 提头来见 是 皇上 不好了 外面忽然传来 小太监急促的声音 宋鱼皱了皱眉 心跳慢了半拍 小太监面色苍白地跑进来 跪在地上 皇上不好了 御书房内 众人皆是面色一变 说 到底怎么了 直立 云中 太原 平南 江海五帝同时换房 这五帝将大周的京城 紧紧包裹在其中 五帝军队同时换房 而皇帝竟然不知道 宋鱼面色骤然大变 猛地站起来 谁让他们换房的 是兵部的人 据说是得了兵部的命令 安南主将王猛 太原总兵刘成胜 已经派人接管了五帝 不好 陛下这二人 可都是徐凡一手提拔上了的 徐凡这是要造反 造造反 宋鱼一下子慌了神 那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 一定是这样的 那个家伙绝对什么都知道了 一想到徐凡 宋鱼就必不可免地感受到了恐惧 仿佛是印在骨子里的一样 如同老鼠遇见了猫 陛下 莫慌 现在京城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下 只要拿下徐凡 他们就没了主心骨 而且京城城城池坚固 就算是这五帝同时出兵 一时半会也攻不下京城 到时候 他们就是造反 陛下在下令 让各地方调兵剿面 宋鱼看向说话的那人 忙不迭 对对对照他说的去做 按照原计划行事 是 王胜和刘大人带着圣旨 急匆匆地赶去 禁军所在的云台大营 这三万禁军是拱卫京师的主要力量 旗下百位都领清一色的武夫 在战场上用人命拼杀出来的修为 可以说 谁控制了他们 谁就掌握了京师 禁军早先由徐凡一手打造出来 与虎奔军一内一外 并称大舟两大杀手锏 禁军统领最早由刘铁生担任 派遣亲信谭记统领进军 皇上有旨 随着王胜的一声高呼 众多将士纷纷下跪 京师有反贼藏匿于朝天关 命儿等速速歼灭 朝天关 众将士纷纷一愣 反贼怎么会出现在朝天关 王胜给谭记使了个眼色 谭记当即振臂高呼 众将士随我杀敌 杀敌 杀敌 众将士同时喊道 杀敌 杀谁啊 这时一个冷然的声音猛然响起 紧接着一道身影出现 正是袁禁军统领刘铁生 在场的几人脸色结实一变 参见统领 众将士眼前一亮 紧接着便齐刷刷地喊道 声音比之前不知道要洪亮了多少倍 刘铁生扫了一眼众人 随后目光落在传圣旨的王胜身上 立声道 奉相国之命 令我重掌禁军 有人以下犯上意图谋反 奉相国之命 令我重掌禁军 有人以下犯上意图谋反 刘铁生中气十足的声音 响彻在营地之中 相国 哪个相国 王胜立声问道 刘铁生双眼微眯 发问道 这大周除了徐相国 难道还有第二个相国 放屁 徐凡已经被革职了 而且有证据表明 徐凡武逆叛乱 我等奉王命棋牌 去拿他王命棋牌 哪呢 王胜从袖口掏出令牌 王命棋牌在此 谁敢不从 参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剑王牌 如同剑圣上 王胜扫了一眼 目光又落在刘铁生身上 来啊 把他掉拿下 禁军的诸位 都同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却是谁也不敢动 刘铁生在禁军威望极高 这些将士 又都是跟着他出生入死 几次从刀山火海中杀出来的 新任禁军统帅 谭记瞪了众人一眼 恶狠狠道 皇上的话都敢不听了 活腻了 我看谁敢 刘铁生单脚一跺 周身气息暴涨数倍 谭记却是全然不惧 上前一步 二人脚下的地面 丝丝开裂 碎石乱飞 王胜一个亮枪 扯着嗓子喊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反贼拿下 杀刘铁生者 赏千金 封万户 下一瞬间 谭记与刘铁生二人 像是两座移动的大山般 狠狠撞在一起 哄 仲敬军虽然对老统领有感情 可此时 对方有亡命棋牌在手 圣旨在侧 而刘铁生只说 奉了相国之命 甚至连信件与凭证都拿不出来 大洲的法律 可是严苛的恨 连坐制度 那单单要的 可不止 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命 最前方的数位 都统对视一眼 确定了对策 一起出手制住刘铁生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白衣少年 忽然迈着轻快的步子 走了进来 紧赶慢赶 总算是赶到了 少年出现的那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都 纷纷一愣 随后诸位都统与进军 齐刷刷的行军里 那神情 那眼神如同看见了 转世的神仙一般 参见大人 少年的容貌 绝对才二十出头 一身白色衣衫 面容清秀 却带着几分沧桑感 徐徐凡 王胜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为了阻止徐凡 朝天官早已被围的水泄不通 一只苍蝇都飞不出来 可现在徐凡竟然站在了他的面前 谭基在看见徐凡的一刹那 也下意识地咽了口吐沫 胆怯地后退一步 他是一路被徐凡从部族培养上来的 对于这位老上司 带着骨子里的畏惧 并不是什么实力上的碾压 而是跟着他 经历过一场场大战 看着他运筹帷幄 统领三军 看着他一次又一次地杀人于无形 攻心未上 切身实地地感受过 他的恐怖之处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再强大的老鼠 就算是成了仙 你见到老猫都得打一个哆嗦 今天没有月亮啊 徐凡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 月黑杀人夜 风高放火天 王胜定了定神 开口道 徐大人 陛下可有过旨意 为得圣旨 你不得出朝天官 你现在私自出逃 该当何罪 徐凡却是正眼 都懒得瞧他一眼 目光落在前方数位都统身上 木桂身 张元英 石窄 张震 他一连叫了四个名字 四人当即道 卑职在 这都多少年了 你们四个怎么还顶着副都统职位 我离开的这几年 凭你们的战功早该升了呀 禀大人 卑职们没有那个福气 张元英道 那现在你们有了 打尽儿起 你们四个升左右副都统 带上你们的兵 去刘铁升秦王护驾 是 四人齐声喊道 王胜吼道 大胆 进军职位调动 岂容你一人说了算 王命棋牌在此 谁敢不从 王胜将代表着大洲皇帝的棋牌高高举起 怒目元争 徐凡走过去 伸手轻而易举地将他手中的棋牌夺了过来 随手扔进一旁燃烧着火光的照明台上 任由火焰将棋牌吞噬 众人纷纷畏惧地望着这位白衣宰相 王胜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指着徐凡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谁刚才看见王命棋牌了 徐凡扫了一眼 见没人说话 目光又落在自己曾经的手下 现任进军统领谭记身上谭记 你说呢 谭记忍不住了打了个哆嗦 下意识的心跳慢了半拍 犹如在课堂六号 被老师忽然点名字问问题的学生 我问你刚才看见王命棋牌了吗 我谭记喉咙动了动 被徐凡那双平静的眼神盯着 好像是有条毒蛇缠在他的脖子上一样 没看见王胜转过头 颇有些绝望地看着谭记 谭记紧紧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从徐凡出现的那一刻起 他就知道 这场政变必败无疑 谭记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谭记犹豫了一下 二十八年零五个月 我听说你儿媳妇前些日子 刚给你生了的大胖孙子 多多谢大人挂念 谭记满背的冷汗 几两压得更弯了 就差没跪了下来 徐凡从怀里摸出一把炒熟的豆子 招了招手 让他离近了 谭记眼皮抖了抖 僵硬地迈出布子 一颗颗汗豆大的猪 顺着皮肤滑落 落在地上 最后一步 他靠近徐凡 不过半米的距离 一个没踩稳 堂堂一个万人敌武夫 进军统领 竟然要摔倒在地 然而 一只手却抢先一刻扶住了他 谭记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看着徐凡 路走错了不要紧 你跟过我 我就能扶你一把 但可别一错再错 徐凡的声音 在耳旁缓缓响起 谭记一愣 紧接着重重点了点 徐凡不动声色地抽回手 叹了口气 回去看你孙子去吧 碰 被一只辜负了大人的培育之恩 谭记泪流满面地磕了一个响头 竟然直接将青石板给震碎了 随后他瞥了一眼王胜 头也不回地走了 京城 宣赫门 手持圣旨的杨巡 带着一对兵马 迅速赶往城门 他的任务是封锁九城 防止乱臣贼子趁乱逃跑 或者京城临近的几个总兵生出事端 杨大人快一些 这时 黑暗中忽然又窜出来一伙人 为首的乃是京城第一剑客 有剑圣之称的顾亦凡 他身后还有四百余名顾家清传剑法子弟 若是宣赫门有变 顾亦凡便会用武力镇压 杨巡抹了一把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看着黑暗中搞得城墙 如同一头野兽般趴在那里 重重吐出一口气 到了 到了 杨巡清了清嗓子 这才喊道 圣旨道 宣赫门主将接旨 他一连叫了两声 都没有人回应 嗯 杨巡不禁皱着眉头 怎么回事 杨大人 不如直接杀上去吧 顾亦凡道 他身后是顾家四百余名子弟 足可抵挡数千名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的精兵 杨巡再次提高了声音 宣赫门主将接旨 刷刷刷 话音刚落 黑暗中便突然窜出无数只利剑 顾亦凡早有防备 大喝一声 保护杨大人 青光撕破黑暗 顾亦凡手作剑指 击退前方涌来的利剑 顾家子弟纷纷挥剑格挡 杀 黑暗中人头攒动 士兵们纷纷冲了出来 顾亦凡冷冷地望着那些士兵 不屑地哼了一声 自不量力 顾家子弟各个剑法超群 虽然配合不怎么强 但这些守城的普通士兵 又怎是他们的对手 一时之间 黑暗中的城门口 刀光血影 哀嚎声不绝于耳 很快 这些逃跑的逃跑 投降的投降 杨寻见了这一幕 也不由得暗喜 还好争取到了顾亦凡 否则 这情形当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现在只要夺了宣赫门 再一次夺取其他刺门 整个京城便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正在这时候 黑暗中忽然传来了一阵沉重的声响 如同野兽露出了爪牙一般 嗯 顾亦凡皱眉看去 只见前方的宣赫门大开 什么情况 城门为何大开 地面似乎在颤抖 顾亦凡敏锐地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头 是战马 城剑制的骑兵正在向这边赶来 顾亦凡面色骤然一变 大吼道 快关城门 喊完 顾亦凡似乎也明白 现在关城门恐怕有些晚了 列阵 列阵 顾亦凡吼道 退开两侧 准备迎战 黑暗中的马蹄声逼近了 浩浩荡荡 如同倒倒奔雷 席卷而来 势不可挡 黑色的马皮与骑兵 接全身披甲 手持长矛 冲进了众人的视野之中 虎奔军 在场的众人 认出了这只名震天下的骑兵 砰砰 双方接触的一瞬间 便有数个顾家子弟 被硬生生撞飞了出去 黑骑如同洪水般冲泻而来 顾家子弟 根本来不及 做出什么有效的抵抗手段 飞剑出手 刚击落一名敌人 紧接着 便被后面的骑兵 踏在了马蹄之下 哒哒哒 面对这群令人闻风丧胆的骑兵 顾家子弟的剑术 完全失去了作用 什么高明的剑术 剑翼 面对那黑乎乎的长矛 和一波接着一波冲撞而来的骑兵 此刻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 整条街上 顿时又响起一片哀嚎之声 夹杂着还有骨头碎裂的声音 唯有数名顾家清传弟子 还能够抵抗 剑光不断闪动 刷刷 便有数名骑兵跌落马下 可这根本改变不了整个战局 这种开阔的街道 骑兵对步兵简直就是一场屠杀 更何况 他们面对的还是马他六国的虎奔军 看着自家子弟死伤一片 顾亦凡怒火冲天 手中长剑猛然抱起树道剑光 将眼前的三名敌人斩成两段 可是很快 身后的骑兵再次冲刺而来 顾亦凡后退一步 再度挥剑 呼呼 太太多了 别说是自己了 就算是剑先在此 都得被这群铁骑踏平了 顾亦凡后悔自己做了这个愚蠢的决定 一轮冲锋过后 顾家子弟已经死伤了三分之一 剩下的人也几乎没了斗志 只有很少的部分是被长矛挑死的 大部分都是被一匹匹战马践踏而死 顾剑胜 好久不见 黑悠悠的城池口忽然闪起一道道耀眼的火把 骑刷刷的铁骑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静悄悄的听不见一丝一毫的嘈杂声 如同一柄锋利的钢刀直直插入敌人的心脏 为首的正是虎奔军统领李慕之 李慕之有黑的脸上是一道可怖的伤疤 从左眼一直连接到嘴唇 看起来十分的瘆人 虎奔军 杨勋早就被这场面吓傻了 跌坐在地 奉相国大人之命 秦王讨贼 李慕之朝着远处京城的位置 微微一拱手 而后目光冷冷的落在顾亦凡身上 剑胜顾亦凡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顾亦凡紧紧握着手中三尺长剑 眼中怒火滔天 这些年 我李慕之马踏六国 血洗江湖 踏平过的名门正派不在少数 邪教 魔教 还有什么传承了千年的门派 在铁骑之下 皆是枉然 现在我身后就有五千铁骑 顾剑胜 莫非你 也想施以是我虎奔军的厉害 李慕之的声音 如同一柄锋利的钢刀 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 顾亦凡看了一眼 自家弟子的悲惨情形 纵使有再大的怒火 此刻却只能化作一声无奈的叹息 以一人之力 对抗五千铁骑 顾亦凡不是傻子 源源不断的铁骑 就算不能杀了你 也能把你活活耗死 更何况 还是威震天下的虎奔军 把死了的伤了的弟子 全部带走 顾亦凡沉声道 余下的弟子 纷纷松了一口气 忙去帮助地上的伤员 带众人收拾好一片狼藉 正要离去时 李慕芝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顾剑胜的老家在太原 京城这个地方的风水 不太适合你 顾亦凡微微一愣 随即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慕芝又看了一眼 早已吓傻的杨巡 一挥马鞭 进城 秦王护驾 是 中书省 宋大人急匆匆地赶来 手里拿着还未宣读的圣旨 宋大人 这时 中书省的一名书办 急步跑过来 宋大人 这么晚了 您来干什么 闪开 宋大人不愿跟他多做废话 书办却出乎意料地拦在他身前 宋大人 宋大人 听下书把话说完 宋大人皱起了眉头 挡本大人的路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书办陪着笑 大人啊 今儿就算是您把杯子的脑袋 砍了 杯子也不能让您进去啊 放肆 宋大人低吼 本大人今天就要从这儿走进去 我看谁敢拦我 身后当即走出两名带刀护卫 书办无奈地低下了头 刷刷刷 四周忽然亮起无数只明亮的火把 一对身披铠甲的士兵 从四面八方走了出来 宋大人四处看了一眼 呼地抬起头 今天的月亮真远啊 嗯 我突然想起来 我家狗今天怀孕 就先不奉陪了 说着不要告辞 然而几名士兵堵住了他的去路 宋大人 这么晚了 还是不要乱跑都为好 万一遇见了坏人怎么办 为首的将领和善一笑 宋大人抿了名嘴唇 此此言有理有理 御书房 宋渝焦急地躲着步子 看了一眼时间 丑实了 呼怎么还没有消息 哒哒哒 脚步声忽然响起 宋渝眼睛一亮 来了 当即迫不及待地推开御书房的大门 然而 下一刻他身子猛地僵在那里 禁军统领刘铁生拱手 微微鞠了一躬 禀陛下 臣救驾来迟 还请陛下恕罪 叛乱贼子王胜 扬寻几人已被拿下 听后陛下发落 哄 凭空一声霹雳 宋渝面色骤然一变 身子险些要无力地瘫倒在地 他闭上眼睛 重重地吸气 吐气 刘铁生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陛下 皇宫还有不少叛乱分子残留 相国大人 请陛下一架朝天官 朝天官 宋渝失魂落魄地 来到供奉自己父亲宋长进大殿前 徐凡正坐在下面 一壶酒 手里拿着一把炒熟的黄豆 宋渝深吸一口气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表 缓缓走过去 恭敬地行了个礼 先生 徐凡站起来 冲他微微汗手 臣 徐凡参见陛下 宋渝连忙行礼 带着几分畏惧地说道 先生好 徐凡表现得郁家反常 宋渝变郁家的忐忑 徐凡给自己倒了杯酒 又给宋渝倒了一杯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那时候你刚出生 你父亲抱完你便将你交给了我 结果你上来就尿了我一手 徐凡笑了笑 小时候你弟弟喜欢读书 你淘气 我一睡觉 你就趴在我脖子上闹腾 缠着我给你讲故事 给你讲江湖 带着你兄弟俩逛街 就属你最不老实 顿了顿 徐凡将酒一饮而尽 感慨道 时间真快啊 一转眼就都变了 宋渝看着那杯酒 低下了头 寡人有负先生的 栽培寡人 对不起先生 徐凡没说话 宋渝便继续道 寡人不应该不信任先生 都是王胜他们 在寡人耳边 老是搬弄是非 寡人这就让他们 给先生官复原职 求先生念及往日恩情 宽恕寡人说完 宋渝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徐凡 半赏 徐凡才开口 陛下 您没有对不起我 您也没有做错 自古以来 功高盖主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如果你我角色互换 我也会这么做 这些年 我确实有一些 独断专行了 宋渝面色微变 眼神中 闪过一抹诧异的光芒 徐凡轻叹了一口气 回忆起往事来 你父亲临死前 我答应过他 大周要一统 我努力了数十年 也不希望 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 人一旦有了执念 只会不死不休 除非你完成了他 先生为大周鞠躬尽瘁 寡人实在不知道 拿什么来感谢先生 待百年之后 寡人必以天下养之 宋渝郑重地说道 徐凡看着他 看着这个年轻人的眼睛 沉默了下来 大殿内死寂一片 这个皇位 还是交给你弟弟 来做吧 徐凡闭上眼 最终下了这个决定 宋渝只觉心脏骤然一停 惊恐地看着徐凡 张大了嘴巴 徐凡已经起身 退位诏书明天就会发布 你则是动身去南洋吧 说完便转身离去了 不 不 宋渝失声叫着 怎么可以 这是他的皇位 九五之尊 万万人之上的位置 怎么可以让给别人 先生 先生 再给寡人一机会 先生 徐凡已经走出了大殿 头也没回 先生 寡人知错了 宋渝慌张地想要追出去 禁军统领刘铁生 与两名禁军挡住了他的去路 滚开 给寡人滚开 先生三日后 大洲皇帝宋渝发布罪遗诏 将皇帝主动善让给其弟宋母 而宋渝则以太上皇的身份 前往南洋 半月后 宋渝在前往南洋的路上 暴毙而终 听说宋渝暴毙后 徐凡并没有多大的吃惊 这多半是他弟弟宋母的手段 新皇登基 怎能允许就皇存活于世 那日之后 徐凡再没去过朝天关 或许他是觉得自己 没脸再见宋长静吧 宋母出手杀宋渝 他并没有阻止 或者说 恰恰这也在他的计划之内 宋渝拥有皇室的血脉 还曾做过皇帝 朝中支持他的老臣不在少数 若是有心之人 以他为名起兵叛乱 或者做出一些其他的事情来 徐凡不敢赌 转眼间 六年过去了 大洲起六十万大军 再一次发动了对大唐的战争 企图灭唐 一统中州 时隔六年 大洲再一次举兵六十万 讨伐大唐 这场轰轰烈烈的战役 围绕大唐的门户云亭 台山 六弯坡展开 白衣宰相 人徒徐凡坐镇中军 清零指挥 大唐的主帅 则是大唐长公主 天下第一美人柳星 早在开战之前 关于大唐长公主柳星 和白衣宰相徐凡的流言蜚语 便已经传遍了整个天下江湖 俗话说 宝剑配英雄 才子配家人 一个是腰胯相印 马踏六国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之外的白衣宰相 一个是拥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称 守护大唐几世余年 百战无一败的长公主柳星 恰巧二人都是风华正茂 就算没有绯闻 江湖上都必须给你编造出来 偏偏柳星第一次出使大洲时 还与徐凡在一起待了两月有余 这简直是成为人们编造的最好模板 一时之间 说书人四起 经唐木一拍 关于这白衣宰相 和大唐长公主的风文事迹 张口就来 什么徐凡夜下追了柳星八百里 二人在满天星光下定情 但国仇家恨 却不得不站在了对立面 白马山二人遥遥一别 却已是物是人非 单单留下一句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众人们纷纷为这段 无疾而终的感情感到惋惜 有的感性的女人 哭得不能自己 恨不得化身成故事里的女主角 随后再看看身旁的相公 真想一巴掌扇过去 还有一小部分人 则感慨着 这种故事 只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自己身无一物 只能是舞台下的观众 唯一能想得起来的美好记忆 或许是某个曾经喜欢过的女孩 那一抹笑容 虽然内心触动 却不敢表达自己的喜欢 或许是听着学堂的朗朗读书声 出神的那一刻 又或许是在某个不知名的夜里 做了一个甜美的梦 护云亭 台山 六弯坡 大唐门户之地 此刻百姓们纷纷举家逃离 双方一百多万人交着在一起 到处都是战场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总结下来 不过是个伤亡统计 徐凡派上将张天赐大军包围台山 柳星亲自率兵南下 解救台山之围 声东击西 分散张天赐兵力 伪装渡和 果然引得张天赐奋兵 随后率领骑兵出其不意 直袭张天赐大营 此战 张天赐仓皇逃离 却不幸被俘 应不愿辜负徐凡提携之恩 在台山自意身亡 首战失利 徐凡并没有气馁 大洲战具天时地利人和 粮草 军备 财力 人力都是大唐的数备 大唐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要想完全啃下来 需要耐心 于是大军相持 持续了数月有余 期间 双方不断派出小谷骑兵 袭击对方粮道 在敌人的后方搞小动作 大唐紧挨着的便是邓国 而徐凡 正是以邓国为大本营 与大唐对峙 邓国人对这位白衣宰相的仇恨 是刻入骨子里的平壤一战 水淹三军 造成邓国二百余万人受灾 四十万人死亡 在接下来的一年间 邓国不断发生叛变 徐凡处境困难 后方不稳固 再加上长时间的征战 将士们疲惫不堪 欲加思念家乡 不得已 徐凡只好暂时撤退 撤退至邓国 一方面稳固邓国局势 一方面借助粮草 财力方面的优势 将各地的兵马轮换 依次赶赴前线 进行轮战 意图拖垮大唐 期间 徐凡发表了一个极为著名的论文 持久战 大唐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消耗 长年的征战 早已让国库穷的叮当响的时候 百姓们苦不堪言 可国内那些富商大股们 却富得流油 这些人盘根错节 如同复古之躯般 不断地侵蚀着大唐 发给前线战士的银子 军备物资 往往到了他们手里 不足三分之一 再加上励志腐败 社会矛盾愈发激化 朝堂之上 主张与大周弹劾的声音 愈加强烈 甚至有人提出了 让长公主与大周和亲 当然 结果就是 提出这个想法的官员身后 中了八刀 最后五座判定 确认是自杀身亡 行宫之中 徐凡正在修炼玄天宫 此功法是柳星留给他的 极为奇特 修行需要不存恶念 心性端正 非心无所往之人 不能连城 可这些日子 徐凡却迟迟不能更进一步 究其原因 他自己再清楚不过了 正在这时 远处的黑暗中 忽然响起喊杀之声 徐凡睁开双眸 贴身侍卫急忙跑进来 相国大人 不好了 有刺客 大人 属下护送您出去 徐凡摆了摆手 不用 就在这待着吧 他们进不来 过了约莫半个时辰 虎奔军统领李慕之 大步走进来 单膝跪地 丙相国 叛贼已经解决 刘太尉被活捉 听后大人发落 将他带进来吧 是 很快 刘太尉便被带了进来 呸 徐贼 就算是做鬼 我也不会放过你 刘太尉 别幻想了 就算是做了鬼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徐凡毫不留情道 徐贼 你会后悔的 你死后是要下十八层地狱 刘太尉怒母元征 死吼着喊道 徐凡 从你出山的那一刻起 直到现在 有多少人 因为你妻离子散 有多少无辜百姓 因你受难 平壤之战 你水淹三军 害得二百余万百姓 受了无妄之灾 血洗魏国王都 江南一战 你又坑杀十万士族 整个中州 被你搅得一塌糊涂 你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悔过之心 后悔 徐凡淡淡一笑 我的人生早已没了后悔二字 我必是不后悔 初是不后悔 马踏中州 扫平其余五国亦无悔 自古便是辞不长兵 情不利势 义不理财 善不为官 中州之地动荡太久了 政权跌宕起伏 明天你打我 后天我打你 战火何时平息过 你说 是我搅乱了中州 那我问你 这些年中州之地 何时太平过 国家 政权多如牛毛 因战争 鸡孩儿死的人数 加起来 是我这些年大战的数倍有余 那时候 怎么不见你跳出来 我要做的 便是一统中州 从此中州 只能有一个国家 从此 百姓不用担惊受怕 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像你这种俘虏 怎会理解我要做的事 春至花如景 夏经夜成为 柳星明白再耗下去 大堂必败 迫不得已只能以弓为首 三十万铁骑南下 与徐凡在江古一带进行决战 江古一战 这是足以载入后世史书的大决战 此战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今后天下未来的走向 大堂位于北方 盛产战马 铁浮屠骑兵更是天下文明 装备由墨加机关术打造的重型金属铠甲 造价十分高昂 而且重金属铠甲 只有少数骏马能够附和 并不能大规模建立军队 所以真正的铁浮屠 只有寥寥千人而已 数骑一组连环冲阵 战场上根本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 往往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铁浮屠的损失 绝对不会超过两位数 配合行动敏捷的亲戚兵 来去如风 充分运用攻击 袭击 扰乱 围攻 断后等战术 对步兵进行分割 夹击 配合铁浮屠作战 其余国家与铁浮屠对抗 只能采取重装步兵加弓箭弩手的方式 因为各国根本无法组建一支 能够抗衡铁浮屠的骑兵 但是 大唐每次战场失利 往往损失不大 他国并不能对铁浮屠照的有声力量 造成重创 原因就在于 骑兵的机动性太强 在冷兵器时代 可以说是几乎无人能挡 曾经邓国尝试组建一支全是修士的部队 试图对抗铁浮屠 可是一支修士部队的造价 要远远高于铁浮屠 甚至供养一支修士部队的财力 都能够大造两支铁浮屠了 而且 修士们单兵作战还行 大规模战场厮杀 根本就不是他们擅长的 最重要的是 那些杀伤力大的技能 虽然对敌人威胁很大 可是往往对自己人伤害更大 最后这计划也不了了之 在冷兵器时代 铁浮屠外加亲戚兵的组合 几乎就是万金油的搭配 而江古一带 更是铁浮屠作战的最佳理想地点 大洲军队则更擅长攻城之战 以部族为主 而这场大战 刚一开始便如众人预料的那样 柳星率领手下三十万大军 数千铁浮屠 数万青旗兵 一路犹如无人之境 途中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徐凡留下的军队 完全不是重骑兵的对手 最终大军迫不得以后撤 柳星则率领大军 一直气势汹汹地杀到淮南之地 就在众人都以为柳星要克服大洲时 一个噩耗传来 淮南之战 大唐大败 三十万大军 实不存一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结果 明明前些日子 捷报一封又一封地传来 这会儿 怎么就是大溃败了 不只是他们 就连大唐的军队都想不明白 自己为何会稀里糊涂地失败了 战场上莫名其妙 就来了一群精锐步兵 以长柄马扎刀 专门砍杀 无法以仲凯包裹的马腿 一匹马的马腿受伤后 就会跌倒 这是个搏命的手段 因为步兵很难轻易砍中他们的马腿 一旦砍不中 他们就会成为骑兵第一个射杀 砍杀的对象 更大概率是被马群碾压而过 就算砍中他们的马腿 在马匹冲击的惯性之下 战马也会因为惯性而压在步兵身上 可这些负责砍杀马腿的步兵 仿佛完全不怕死一样 目标明确 配合得当 纪律性十足 随后在野战之时 大唐军队分散开来 步如裂心 文古生而尽 文京生而退 时而以小组作战 时而以大单位作战 当大唐的骑兵冲进去时 便陷入了大洲的包围圈当中 随即 大洲军队以马扎刀砍起马足 再杀掉落的重甲骑兵 而后大唐军队便陷入了肉搏战 大洲军队人数众多 步足作战又远远强于大唐 这场大战 从白日击战至黑夜 又从黑夜战至白日 损失惨重的大唐军队本想撤兵 可他们孤军深入 相当于半个身子都陷入了泥潭 此时在于退兵 哪里还来得及 李慕之率领虎奔军直奔云庭 台山 六弯坡三地 轻而易举地将三地收入囊中 断了大唐铁骑的后路 随后 徐凡又对大唐军队进行合围 最终名震天下的大唐铁骑 仅由柳星率领的寥寥百人 侥幸逃生 此战过后 大唐再无铁浮屠 铁浮屠重装的装备 本身成本就高昂 同时对士兵的素质要求也极高 人是宝贝疙瘩 马是宝贝疙瘩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 经历此战 大唐再无组织过大型战役 基本丧失了与大洲对抗的实力 三年后 大洲陆续吃掉了大唐的各地 最终只剩下京城 徐凡调动四十万大军围城 最终其大唐第十六任君主率官名 出城投降 大唐不归山 那抹红色的身影矗立在山头 望着远处久久不能回神 直到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看什么呢 柳星收回视线 淡淡说了一句 看即将一统的中周 千百年来中周还从未一统过 你也算是前无古人了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来者了 我怎么听着像是嘲讽我的意思呢 徐凡在他旁边坐下 柳星抬头看了他一眼 忽然伸手抵在他的胸膛 真想把你推下去 推下去我也摔不死 徐凡笑了笑 那就把你的修为废了 再把你推下去 柳星煞有介事地说道 罪毒负人心 徐凡摇了摇头 再毒也没你毒 柳星的语气中带着些许的情绪 徐凡将手里的橘子掰开两半 一半递给他 你准备接下来去哪 柳星娇唇威起 将橘子送了进去 我 我准备回洞天福地 大唐气运被毁 我的修为也下降了 当初我故意延缓飞升 守护大唐 现在又重新回到大城七 估计要修行个几千年 或者更久吧 你呢 我呀 我还能去哪 我当然是回小镇了 回小镇 柳星诧异地看着他 你做了一个自古以来 谁都没有完成的壮举 结果完事之后 你要回小镇 说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笑了笑 不过这倒是蛮符合你性格的 徐凡也跟着笑了 万籁俱静 小片小片的雪花 从夜空中旋转着飘下来 又下雪了 柳星抬起头 说起来第一次与徐凡见面 便也是在这样一个雪天 一时之间 二人谁都没有在说话 不是无话可说 而是太多的话想说 却都不及这一刻 漫天飞雪的美丽 好久好久之后 他转过身 冲他柔柔一笑 我走了 徐凡张了张嘴 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他想 或许这便是二人的 最后一次见面了 山高路远 今日一别 恐怕此生也不会相逢了 纵有万般飞无鼠 伴得白马笑西风 他没有说出再见 山口也找不出一朵 可以送出祝福的花 而明日 明日又隔天涯 只因人在风中 聚散不由你我 他望着柳星 逐渐消失在天际的身影 默默说了一句 这路摇马急的人间 愿你平安喜乐就好 原本即是在天际的柳星 似乎是听到了什么 微微一愣神 但随即便加快了速度 大唐投降以后 大洲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扫荡了周边的小国 小国的报纸 关于徐凡的军队 这么报道的 第一天 大洲的怪物正在登陆 第二天 痴人的魔鬼向阳都前进 第三天 阳都落入可恶的敌人手中 第四天 大部分地方已经陷落 第五天 杀人狂魔徐凡 正在接近首都 第六天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宰相 大洲国的缔造者 天下的智者徐凡大人 将于今日抵达他忠实的阳国首都 这一年 京城有雪 烟花爆竹 不断在半空中 噼里啪啦地作响 更祝明朝风日号 梅花满眼踏新年 徐凡坐在院子外的台阶 抬头注视了许久 随后他站起身 关上门 踏着腊月二十八的雪 不缓不慢地走了 依旧是那身像 争着青云门掌门身份的白色长袍 也依旧是那个少年 世间是 除了生死 哪一件不是闲事 他做了太多闲事 现在该回去了 我随清风拂云去 雾散之时即归来 这位大洲宰相 改变了整个大洲 乃至整个中洲命运走向的人 就这么悄无声地离开了 卖汤圆卖汤圆 小二哥的汤圆 是圆又圆 一碗汤圆满又满 三毛钱牙买一碗 汤圆汤圆卖汤圆小狐狸苏雅 将包好的饺子下了锅 欢快地哼着歌 屋内炉子里的火 不安分地跳动着 老乌龟旺材趴在一旁伸着头 又是在睡觉 屋外天寒地冻 屋内却是暖洋洋的一团 饺子下了锅没一会儿 香气就好似浸透了墙皮 愣苏雅尝了尝 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是 熊二吗 苏雅头也不太地说道 然而 却没听到答复 苏雅疑惑地探出头去 熊二碰 手里的铁勺忽然落了地 徐凡温温一笑 我回来了 半秒钟之后 先生 今年的冬天不冷 下了几场雪 温度便回升了 徐凡靠在太师椅上 冬雪见萧荣 种鸟带春归 花开花落 云卷云书 转眼又是五个年头过去了 这一年 徐凡决定闭关 他的修行达到了瓶颈 一直卡在练须期 所以决定闭关 说不准能找到一些灵感 陷入修行瓶颈的 又何止是徐凡一个 小狐狸苏雅 前些日子结晶单失败了 他偷偷地没有告诉徐凡 算算日子 住击期的寿源 只有两百余载 苏雅觉得自己可能 等不到先生出关了 因为他发现 最近身体像是被掏空了一样 以前精力旺盛 上山砍柴 挑水 做饭 给小朋友们讲课 晚上还能熬个小夜 可现在他恨不得一天 十二个时辰 有十一个时辰 都在睡觉 他知道这是寿源 达到了尽头的表现 前两个月 独眼狼死的时候 便是这样 整日在家里睡觉 然后 某一天他便没有醒过来 苏雅洋洋洒洒 给先生写了一封遗书 写着写着 眼泪就巴达巴达地掉下来 殷殷殷 苏雅先去村头的棺材铺 为自己订了一幅棺材 还有一套兽衣 选了两天 都没有合适的 最后让刘才凤 给他定制一个 越漂亮越好 接着又把学堂的工作交代好 跟自己曾经的朋友 一一告别 苏雅变成小狐狸的模样 摸了摸水牛的头 握了握大黄的手 跟大头告了别 将春眠的蟒蛇张三叫醒 陪他喝了杯酒 最后的最后 他穿着漂亮的兽衣 找人为自己画了一张笑项 到了晚上躺进棺材里 四仰八叉地睡着了 哒哒哒 苏雅是被一个小东西给弄醒的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的一坨可爱肉球 肉灵之小五 苏雅眼睛一亮 小五行了的礼 苏姑娘 好久不见 小生这项有礼了 哎呦 苏姑娘轻一点 苏雅一把将小五搂进了怀里 嗯嗯 苏苏姑娘好一会儿之后 小五揉了揉脸 苏姑娘 好久不见啊小五 你不是说你们家族一般 不现身于人间吗 你怎么跑出来了 苏雅好奇地问道 小生是来看望先生和苏姑娘的 顺道给苏姑娘一片灵之肉 啊 苏雅一愣 为什么还要给我肉啊 小五小心翼翼地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热茶 伸出小舌头 浩烫小生 这不是怕苏姑娘 因为寿源到了极限吗 所以偷偷跑了出来 小五 苏雅感动的眼泪 刷的一下就掉了下来 小五 你对我真好 小五揉了揉脸 其实也不是了 是临走前 先生跟我约定的 苏雅抹了一把眼泪 先生 先生怎么会那么早就知道我会结不成惊丹 因为你很笨啊 小五天真的说道 啊 苏雅面色微微一变 小五继续道 苏姑娘很笨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啊 先生那么聪明 肯定早就想到了 我很笨 苏雅 不仅笨 而且又刁又馋 蛮横无理 喜欢暴力 有时候 小生有些怀疑 苏姑娘的脑袋左半边是面粉 右半边是水 摇一摇 就成江湖辣 小五掰着手指头 一一细数着苏雅的缺点 全然没有注意到 苏雅杀气疼疼的眼神 哦 熬苏雅变身小狐狸 一下子扑过来 很快 房间里就传来小五的惨叫声 哎呀 苏姑娘别咬小生的头 真的很疼 小五本来想给苏雅送完灵芝肉就回去的 可是因为睡过头 耽搁了一天 等到下次家族之门开启 七星连珠 需要等到三百年之后 小五有些崩溃的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 苏雅安慰道 没事的 等你下次回去以后 说不准正好能赶上你未婚妻跟别人的婚礼 小五看了他一眼 哭得更加厉害了 小五乖 吃块西瓜 不哭了 小五抱着西瓜啃了几口 撅着嘴 忽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苏姑娘 这西瓜是用什么切的 当然 是用昨天切你肉的那柄菜刀了 小五 小镇 一如既往的安宁祥和 一日 一个体型壮瘦的年轻人 晃晃悠悠的走向小镇 他叫阿泰 班山原门人 五十年前被宗门鄙逼逝时 被同门锁伤 一直闭关到现在 阿泰走进小镇 当重新看见人的那一刻 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随后他的目光落在路过的女子身上 喉咙动了动 五十年没有糟蹋黄花大闺女了 现在他看一只母猪 都觉得对方眉清目秀 甚至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哎呀 苏雅 你不是说自己要死了吗 什么时候开席啊 准备好几人一桌了吗 苏雅提着菜篮子 拍了拍胸脯 突然就不想死了 我还等着吃席呢 苏雅顺走了一根黄瓜 狠狠咬了一口 吃我的席你是别想了 不过如果你多给我便宜点 等你死了 我能去你坟头为你跳舞 我要你在我坟头跳舞干嘛 班尔有面子啊 到了阴曹地府 也能跟别的鬼吹牛 滚一边去 苏雅拎着菜 扭头便于一堵墙 撞了个满怀 他真的以为自己撞到了墙 险些把鼻子撞破了 一抬头 却发现是个人 人高马大的 长相凶悍 苏雅揉了揉精致的小鼻子 有些忧怨地看着这人 阿泰低头看着苏雅 猛地一愣 这母猪在他眼里 顿时就不香了 苏雅戴眉一皱 察觉到了对方不怀好意的眼神 而且身上还有一股特别的气息 阿泰张口 想要问苏雅的姓名 结果 嗯嗯无巴拉巴唧咕咕咕咕苏雅 闭关五十年 阿泰成功丧失了语言系统 咕咕咕汪汪汪啊 你说什么 苏雅恍然大悟 原来是个傻子 阿泰又急又气 呜呜了半天也说不出话 干脆 大手一伸便去抓苏雅 苏雅脸色一变 迅速跳开 警惕地盯着她 阿泰大脚重重一踏 顿时四周的地面抖了三抖 苏雅插着小蛮腰 怒道 嘿 你这个人怎么二话不说就动手打人 阿泰发出一声咆哮 周身气浪翻滚 如同大坝决堤 洪水一泄千里 四周的凡人顿时便被震晕了过去 苏雅撑了两秒 紧接着身子便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向后飞去 阿泰现出了圆形 身高陡然拔高竖杖 如同一个巨人般 将苏雅放在她的手心中 随后一跃而起 哄 阿泰巨大的身形从小镇下方窜出 达到最高点 随后重重落在小镇外远处的一个山头上 又是一阵巨大的响声 半个山头几乎都被阿泰给踩平了 阿泰继续起跳 从一座山头再次落到另一座山头 眼看距离小镇越来越远 苏雅害怕极了 碰 阿泰的身子猛的一阵 紧接着身形不稳 向地面落去 还好 她在即将落地的时候 再次稳住了身形 双脚在地面拖出一道长痕 转头看去 见一道人影 迅速朝自己这边掠来 先生 苏雅激动地大喊 阿泰随手抓起一块巨石 丢沙包一般丢了过去 小武趴在徐凡的脑袋上 紧紧抓着她的头发 瞳孔急缩 先生 徐凡必都不必 巨石在半空中粉身碎骨 一阵急风扫过 阿泰只觉脊背一沉 竟然是那人单脚落在了她的脊背上 徐凡双眼微眯 足心发力 碰 阿泰顿时跪在了地上 脚下的地面裂开一个巨坑 阿泰口吐鲜血 大喝一声 紧接着 阿泰忽然张开嘴 大喝一声 声若惊雷 吼 猛烈的气息瞬间爆发出来 白色衣袍随风乱飘 少年已然不动 虚空之中又有一个声音响起 仿佛从亘古深渊之中传来 犹如龙吼 刹那之间爆发出来 声音回荡四方 阿泰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在徐凡的头顶 仿佛出现了一头虚幻的黑龙虚影 睁开赤金色的眼眸 仅仅是一瞬 阿泰便败下阵来 随着几鼓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整个身子都陷入了地里 小五这时也跳了下来 对着阿泰一顿拳打脚踢 嘿 嘿 哈 先生 苏雅吓得现出了原形 化作一只小狐狸 扑进徐凡怀里 嗯嗯嗯 吓死小雅了 徐凡捋了捋他站立的毛 安慰道 没事了 有我在呢 苏姑娘 你不要害怕 就算是先生不在 小生也会保护你的 小五一边说着 一边伸出脚丫 不断地踢着阿泰 然而很快 他看着自己通红的脚丫 默默退到了一边去 徐凡看了阿泰一眼 要是放在几十年前 我非得带人 把你们班山员 移平了不可 阿泰摊在地上 已是只有出气 没有了进气 嘴里呜呜地吐不出半个字 按理说 他被踏碎了脊椎 内脏被毁于一旦 早该断气了 可是凭借着班山员的 强大肉身 并没有让他死亡 眼珠子缓缓转动 惊恐地看着徐凡 与此同时 小镇外平日里 那个钓鱼嗡呼地 不见了身影 一封信件 你要为我报仇啊 侥幸逃生的阿泰 他在巨园怀里 哭得像是三万多斤的孩子 娘嬉痞 不知死活 敢打老子孙子 我看他是背着 奋楼满街窜 找死 是 今天老子 必须给他纱窗擦屁股 露一手啊 告诉爷爷 他是谁 阿泰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知道他长什么样 高高瘦瘦地 穿着白衣袍 就在东边的那个小镇里边 巨园皱了皱两道 深深的眉梦 白袍 小镇 嘶 这两个词 让他一下子联想到辣个男人 不是他想象力有多丰富 而是辣个男人 实在是太出名了 应该不会这样巧吧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要打探清楚 自己可不是那种 没有脑子的反派 不该惹的人 千万不能惹 惹之前 一定要打探一下 对方身份 前些年十分有势力的 纳兰家 就因为退婚 得罪了一个信销的废材 结果现在那销信废材 已经成为一方大能了 这年头 坏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剧园随手拿起一本画册 里面便有徐凡的画像 孙子 你看是不是这个人 阿泰凑近了去看 阿泰凑近了去看画像 随后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没错 就是他 哎爷爷 哄 犹如舞雷轰顶 剧园从石凳上 一下子摔下来 神情巨变 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 阿泰忙去扶剧园 剧园大口大口喘着气 胸脯起伏 哆哆嗦嗦的一句话 都说不利索了 好一会儿 才捋直了舌头 你你你 你没把他怎么样吧 阿泰道 没没有 剧园咽了口吐沫 你实话实说 你是怎么得罪了他 见自家爷爷这幅神情 阿泰不敢撒谎 将事情如实到来 剧园颇为绝望地闭上眼睛 你你可真是个孙子啊 爷爷 他到底是谁啊 阿泰不解地问道 从小到大 他就没见过 自家爷爷这幅模样 他是谁 徐凡 大周元宰相 不就是个小国的宰相吗 还是退了休的 我们为什么要怕他 阿泰更加不解 大周 他好像都没听说过 中州之地国家多如牛马 何况一个宰相 剧园要气懵了 我不怕他 我不怕他 我怕谁啊 马踏六国 一统中州 那天地是 我们能惹得起的吗 你小子真能给我找事啊 一出关就惹了这么大的火 爷爷 我剧园无可奈何地说道 你别叫我爷爷 从今往后你 是我爷爷 你是我亲爷爷 这时 下人匆匆跑进来 宗主 不好了 有人闯山门 虎奔军统领李慕之 坐在班山园门外 身旁还插着一杆虎头枪 地上是几具班山园的尸体 老剧园走出山门 看见李慕之的那一刻 眼皮控制不住地跳动起来 你小子敢杀我族人 阿泰做事就要冲上去 忙被老剧园大手拦住 狠狠瞪了他一眼 驾道有失远迎 还望海寒 老剧园恭恭敬敬地说道 你认识我 李慕之微微抬眸 名震天下的虎奔军 谁人不识 李慕之点点头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今天我是来找茬的 半月前 去小镇闹事的是哪一位 是老夫那个顽劣的孙子 他刚刚出关 无意冒犯了相国大人 老夫已经教训过他了 改日必登门向相国大人赔罪 阿太监爷爷这副样子 不禁捏紧了拳头 表情十分的不服 不就是抢个女人吗 他以前又不是没抢过 甚至还抢过一个小国的公主 那又如何 最后不依旧是不了了之吗 李慕之微微眯着双眼 下一瞬间 一股庞大的威压 如同暴雨般 落在阿太的身上 哄 剧园表情猛然一变 江将军你很不服 李慕望着阿太 阿太几乎要把牙咬碎了 艰难地说道 不刚吐出口一个字 整个人倒飞出去 身子被硬生生镶进了墙里 蹊跷流血 很快便断了气息 李慕之淡淡道 送人投胎 手留余香 说完便转身走了 山下虎奔军正等着他 按照命令 他们即将奔赴人族长城 宗宗主许久才有人小心翼翼地开口 老巨猿面色阴沉 缓缓道 把尸体收了 对外就说 他修行时不幸走火入魔 死了 是 恭喜宿主寿命已经达到十万载 恭喜宿主获得天阶上品功法 无敌睡觉自动修炼功法 久违的系统声音响起 徐凡皱了皱眉 这名字怎么都这么怪 先是一个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现在又来一个无敌睡觉自动修炼功法 名字倒是通俗易懂 接地气 徐凡大致了解了一下 只要睡觉就能提升自己的修为 而且还有额外的奖励 比如睡满十天 睡满二十天 一百天都有奖励 只是睡觉并不是普通的睡觉 例如 第一天睡姿必须是侧身睡 一觉醒来之后 徐凡果然发现 自身的修为增进了许多 念头通达 整个人清爽无比 顶得上他之前小半个多月的修行了 徐凡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感受着体内力量的变化 感慨道 不用努力 却能有所收获的感觉 虽然内心有一点小小的罪恶感 但是转瞬即逝 真爽啊 说起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体会到主角该有的待遇 然而 很快徐凡便明白了一件事 钱难挣 使难吃 这在任何一个世界都是横古不变的道理 前几天还算正常 比如系统要求趴着睡 挣着睡 靠墙睡等等 然而越往后要求越加变态 徐凡看了一眼今天的要求 以头处地 支撑起身子 同时腿部在半空中成螺旋状 左手摸裤裆 右手摸屁股 徐凡 一 三丢你雷姆 这TNND是人类睡觉的姿势吗 徐凡尝试了三天 依旧没有用这个诡异的姿势睡着 直到第八天的时候 他终于成功了 当然 奖励也是非常丰厚的 不仅奖励了他大量的精纯修为 还奖励了他一个极其特别的东西 剑招 剑开天门 领悟程度 零一千天命难为 只此一剑 剑斩天门 天命为我 万事皆予 接下来的时间 徐凡一边睡觉 一边在梦境中 领悟剑开天门的剑意 自从有了无敌睡觉 自动修炼功法 他摆烂摆的 更加心安理得了 有事没事 就带着乌龟旺财睡觉 不知道是不是修炼了 这个功法的缘故 徐凡似乎爱上了睡觉的感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徐凡某一天 掰着指头算了算 应该是三年多了吧 一日 吃饭的时候 小五看着碗里的饭 闷闷不乐 平日里能炫六大碗 结果今天只炫了三碗 徐凡道 小五 你怎么今天就吃了这么点 小五揉了揉脸 委屈巴巴地说道 苏姑娘说 最近物价飞涨 菜肉都贵得要死 说小生好吃懒做 是个小饭桶 还说赶名 就把我拿去卖了换猪肉 所以小生不敢多吃了 小五沮举丧地低着头 向徐凡诉说着苦楚 恰巧苏雅回来 便伸成一只小狐狸扑过来 嘿 你小子还学会告状了 现在就把你卖了换猪肉 小五吓了一跳 小手无助地扑腾着 小生没有 小生只是在陈述事事挨忧 不要欺负小生啊 徐凡见状笑了笑 知道苏雅是在逗小五 便道 苏雅 你不要逗他了 苏雅四个爪子 踩在小五身上 抬起头 先生 可现在柴米油盐真的很贵啊 一捆大葱 都涨到二十文钱了 哦 徐凡微微挑眉 怎么会涨这么多啊 小雅听人说 是有战事发生了 战事 嗯 苏雅点了点头 具体的小雅也不知道 再这么长下去 咱们就要成穷光蛋了 所以我说 还不如把小五卖了换猪肉呢 他一天吃那么多 小生可以少吃点的 而且 小生还能干活 不可以 把小生拿去换猪肉 小五反驳 哎呦 苏雅一爪子拍在他的脑袋上 你这笨手笨脚的 能做什么 小五 哦 哦 小生再也不要理苏姑娘了 小五生气道 苏雅口中的战事 是人族长城 再次遭受到了 妖族的猛烈进攻 每隔的几十年 或者几百年 外面的妖族便不老实 老师对长城跃跃欲试 试图跨过此城 杀入中州 这似乎已经成了惯例 百姓们也没太在意 东流是水 夜落纷纷 窗外日光弹指过 席间花影 坐前移 转眼边又是五年 这日 小镇传来了一个消息 虎奔军同领李牧之 与人族长城战死 虎奔军全军覆灭 小镇闭塞 最多是家长里短 消息是一个从前线 富商归来的修士口中得知的 据说是妖族数为大能 外加三万精锐射服 虎奔军死战不退 最终全军覆没 其统领李牧之 这个被称为大洲第一武神的 男人的尸体 被挂在了长城外 以此来羞辱人族 众多修士出手 想要将李牧之的尸体夺回来 可要么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要么是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 听闻虎奔军全军覆没 李牧之战死的消息后 徐凡在老槐树下静坐了一天 到了如今 他已经有许多事 有些记不清了 把虎奔军实那天 也记得认识李牧之的那一天 那时候 他才十二三岁 因为常年吃不饱饭 瘦成了皮包骨 穿着厚重的铠甲 拿着跟他身高极为不匹配的武器 站在那里摇摇欲坠 好像一阵风吹来 就能把他吹倒 徐凡多看了他一眼 因为他的眼神像一只狼一样 锐利的好似能够杀人 家人呢 爹去了战场 十年了杳无音信 大概是战死了 娘饿死了 妹妹去了青楼 为什么出来当兵啊 管饭 还有呢 少年犹豫了一下 想要一个太平的天下 梦想是什么 在太平的天下有个家 能吃饱饭 静坐了一天 徐凡决定前往人族长城 将李牧之的尸体带回来 人族长城 浩浩荡荡的城墙 似乎要绵延到世界的尽头 如同一只野兽般 静静地趴在那里 这便是人族的长城 距禁已有数万年的光阴 至于剑气长城最早如何 大多数人都忘了 版本流传甚多 最为可信的一个版本 是三教祖师 为防止妖族入侵 联手打造 此刻 驻扎在城外的是妖族大军 数量之多 如过江之计 这是迄今为止 妖族发动的最猛烈的进攻 数十位大妖 百万妖众皆参与此战 战士之惨烈 远远超乎了双方的想象 一个拼了命的打 一个拼了命的防守 但是战端一开 并不是轻易就能停止的 无数生灵化为灰烬 亡魂飘荡在天地间 天地间皆是血红的一片 随处可见的哀嚎 有儒家剑修 凭借着一柄本命剑 力斩八位大妖 最后 自己也因本命剑碎裂 而生死盗销 有道家修士 凭借着一手天雷术与众妖 同归于尽 有佛家子弟 做法大雨瓢泼 有五修士 全杀百妖 随着虎奔军的覆灭 一场轰轰烈烈的长城保卫战 缓缓拉开了帷幕 迎千雷万的妖兵 如同潮水般涌向长城 他们发动了总攻 长城之上 望着那浩浩荡荡的妖兵 落在眼底 只有誓死如归四个字 长城老剑先顾袖 镇臂高呼 此去黄泉不归路 请诸君随我赴死 可惜英雄命短 庆幸后继有人 明晃晃的月光 好似将世界一分为二 领冬将至 又是新的一年 一个将死的士兵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出神地望着远处 隔山相望 万家灯火阑珊 戏子书说中场 书生落笔书怀 伤人醉酒高唱 自古便是如此 有人前赴后继战死沙场 有人一杯接一杯 不知愁滋味 有人浪迹江湖 有人寒窗苦毒 有人光万丈 有人一身秀 随手翻过的一页 彼所勾画的文字 可能就便是无数生命 前赴后继的的缩影 有人脚踩月光而来 手里拿着一只 从小镇上摘来的桃花 视线所及之处 皆是尸体 没有人注意到 它是如何踏上人族长城的 也没有人在意 它是何时来的 深吸一口气 鼻尖满是作呕的血腥之味 手中桃花枝高高举起 剑 开天门 话落 桃花枝重重落下 枪 枪 一声响彻天地的剑鸣 半空之中 无数正欲落下的雨水 呼的改变了方向 逆流而上 直冲苍穹 随着桃花枝的落下 苍穹之上飘荡的乌云 瞬间横出一道沟壑 似要将天空分成两半 刹那间 锐利的剑翼 便在战场上荡漾开来 引得无数三尺长剑 嗡嗡正鸣 一道耀眼的雪白剑光 出现在半空 映得周围的一切 黯然失色 剑光倒挂 宛若天上那璀璨的银河 浩浩荡荡绵延不绝 而后剑光形成的银河 轰然崩塌 朝着战场急速落下 剑招 剑开天门 领悟程度 三百斜杠一千 锋利的气息 使得周围的空间 出现丝丝涟漪 还没完全落下 便已有妖兵 承受不住威压 哄 气浪暴散 虚空之中 庞佛诈响一阵闷雷 狂暴到碾碎一切的威力 席卷了一切 地面寸寸崩裂 将这地面换了个颜色 这场面很难不吸引他人的注意 剑气过后 已是一片断壁残肢 还有两只大妖 也被无差别地淹没在了 这滔天的剑气之中 那那个少年是谁 是相国大人 很快 便有人认出了徐凡 是相国大人 大周自徐凡以后 便只有一个相国 新上任的相国 虽然拥有相国之权 可却挂着副相的官衔 徐凡立在墙头之上 很快便发现了 远处被高高挂起的一具尸体 真的是李木枝 足坚轻点 一剑过后 桃花枝已然折断 玲珑剑出鞘 剑气碎成漫天光雨 四散而落 一名大妖 欲要出手阻拦 当 一声巨响 剑气静止越过了他的身子 射入树杖之外 扑一声 那名大妖身上 凭空多了一道巨大的剑痕 重重落入地面 生死不知 灵力的剑气四散而出 携带着无与伦比的气势和力量 剑气银河势如破竹般 直接将阻拦在眼前的妖兵 扯成了粉碎 徐凡轻吐出一口剑气 白色剑气千旋百转 将绑在李木枝身上的枷锁斩断 徐凡伸手托住他的尸体 记忆中这家伙不怎么爱说话 另行禁止 沉默寡言 徐凡给他的评价 是像一台杀人的机器 少年轻轻叹了口气 人生到头来 就是不断放下 但永远最令人痛心的就是 来不及好好道别 没有长亭古道 没有夕阳满天 有些人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你既不知道 哪一局会成为 你和他之间的最后一局 也不知道 哪一面会是你和他之间的最后一面 战场之上 徐凡的突然出现让战争的 双方都有些措手不及 那高明的剑招 纯粹的剑气杀伤力 实在有些恐怖 妖兵们纷纷畏惧地盯着他 以防止他下一次出手 最终在徐凡的威慑 和长城之上 众多守将的以命相搏之下 日落时分 妖族放弃了这次进攻 人族长城 为包括李慕芝在内的战死的将士们 举办了一场简单的葬礼 没有时间赶伤 也没有时间抱怨 因为下一场战争 马上就要来了 徐凡坐在李慕芝的坟墓前 他拿了一壶酒 正喝着呢 忽然有个人影走过来 是个穿着铠甲的中年人 模样很陌生 但徐凡却敏锐地察觉到了 对方的气息 先生 那人双手拱起 鞠了一躬 徐凡震了一下 随后淡然一笑 宋瑜 原来你还活着 宋长静之子 大周第八任皇帝 而后又因为种种 被徐凡所废 另立其帝宋母为主 徐凡得到的消息是 宋母一登基 便让人杀了宋瑜 然而 此刻看着面目全非的宋瑜 徐凡瞬间便明白了 当初他还在想宋母 自幼便心地善良 两兄弟又感情深厚 宋母为何会忽然狠心下手 毒杀宋瑜 原来是玩了一招金蝉脱鞘之际 这么多年过去了 是是非非 谁也说不清楚 宋瑜说他这些年都在南方 娶了老婆也生了孩子 去年的时候 得到消息 人族长城被妖族进宫 他才动身前来这里 徐凡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宋瑜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毕竟是宋家的子弟 我自从登上皇位以后 竟给先生和国家添乱了 也没帮上什么忙 等死后 要是看见了我爹 他非得揍死我不可 所以我就想着 能出一份力 就出一份力 到时候也好有个交代 徐凡笑了笑 挺好 你爹知道了 肯定会高兴的 宋瑜又道 我现在在后勤帮忙搞运输 之前他们都说 人族要输了 不过还好先生您来了 白衣宰相 马踏六国 一统中周 人徒 无数光环加持的徐凡 现在又多了一个称号 桃花见神 坊间传言 那日妖族大举进攻长城 万千修士拼死一战 奈何妖族实力太过强横 眼看长城就要被攻破 妖族杀入中周 到时必是血流成河 尸骨累累 然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白衣宰相 大周的缔造者 人徒 天下第一谋士 桃花见神徐凡 手捏桃花 从空而落 桃花落 清脆的剑鸣 响彻天际 剑开天门 大败妖族 还有传言说 徐凡一生指出两世 一出世 平定六国 横扫中原 一统中周 二出世 剑开天门 祖妖百万 镇守长城 然而 传言归传言 妖族虽然暂时撤退了 可看他架势很明显 在酝酿着下一次的进攻 但是很明显 妖族那边 也出现了反对的意见 因为战争的损失 远远超乎了开战前的预料 再加上徐凡的半路杀出 让妖族不得不重新思量 又过了数月有余 妖族商量了折中的方案 为了避免双方出现更大的伤亡 妖族提出 双方各自派出顶尖强者 进行决斗 规则很简单 五对五 采取单挑的方式 决出一名胜者 随后这位胜者 与对方的下一名成员战斗 直至哪一方的五人 率先被打败 妖族若是胜出 便获得半部人族长城 人族若是胜出 则妖族退出人族长城千里之外 五百年内不再进犯 这个建议说不上有多好 但也说不上有多坏 人族内部争论不休 有人持反对意见 有人持赞同意见 还有人保持中立 答 我们人族又不拒他们 这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说答应就答应的事情 我们没有把握 我的意见 还是稳妥的为好 这次决斗 双方要以天下气韵为赌 还要找将士的真仙 与无尽之海的主人为见证人 这不是一件小事 万一输了 我们连反悔都来不及 故东故西 按照你们这说 那这场仗 我们干脆不要打了 会议之上 众人吵得不可开交 三天三夜的会议 硬是到最后 都没有决定下来 到底该怎么办 最终还是徐凡的一句话 为这场会议拍了板 既然要打那就打吧 身为白衣宰相 大洲的缔造者 人徒 天下第一谋士 新晋桃花剑神的徐凡 说话十分的有分量 不出半天 人族会议上便决定 打他娘的 决战约在半月后 消息早就传遍了九州八荒 不少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不远万里赶来 地下盘口也早早地开了盘 赌人足胜的 赌妖足胜的 甚至细分到 双方最后能剩下几人 第几人十对方能够被打败 各有各的赔率 决战前夕 人族方面出战的五人 包括徐凡 制定了一个出战顺序的名单 首战十分重要 影响到余下几人的士气 老剑仙顾秀 当仁不让地 拿走了首战的位置 虽然他知道 第一个出战的人几乎必死 因为即使战胜了第一个对手 接下来 他还要面对余下四名对手 当晚 徐凡继续修炼 无敌无敌睡觉 自动修炼功法 查看了一下今天的睡姿 保持双膝盖弯曲 脚踝在膝盖上方 往前折叠 双手撑地 在肩膀下方 同时利用嘴巴咬住吊绳 将身子吊起来 徐凡 系统你TM 卧槽你 电报机发报员 老剑仙顾秀推开门的时候 就见徐凡双膝盖弯曲 呈现出一个极为诡异的姿势 同时 嘴巴咬着一根 从房梁上垂下来的绳子 身子打着转 顾秀 办住香的功夫后 二人在酒桌上推杯换盏 直到是相见恨晚 顾秀说等这场仗打完 他就退饮江湖 回去跟自己女儿老婆过日子去 他说完这句话 徐凡连他买哪都想好了 人们总是赞美英雄 可是如果可以 谁TM愿意当所谓的英雄啊 顾秀感慨道 五台山风水好 狼牙阁那块的墓地也不错 徐凡默默地想着 顾秀趴在桌子上 我也想回家啊 我已经有二十多年 没看见我女儿了 够了够了 别说了 这弗艾特利的 如来佛祖玉皇大帝 连手都保不住你啊 顾秀叙到这曾经的往事 徐凡拍了拍他的手 那就好好活着吧 顾秀苦笑 支撑我到现在的是 王者的意志啊 你看 他们都在天上看着呢 我必须赢 徐凡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不是打了胜仗才叫赢了 活着 就已经赢了 生活才是最大的战役 好好活下去 就是最伟大的胜利了 一日 人族长城之上 此刻早已是人头攒动 百里之外 是数不清的妖重 余下的地方 也是留给那些 从九州八荒 赶来看热闹的修士 无一例外 都是各方的大能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 当属将士的真仙 一个头戴着斗笠的老翁 在他身上 感受不到任何灵气的气息 如同一个普通的老人 可却没有人敢小瞧他 还有一位 是无尽之海的主人 一只即将化龙的交龙 他们二位 是这场决斗的见证人 有义务督促一方 旅行约定 双方同时上交了 出战人员的名单 妖族第一个上场的 是一位风头正盛的新王 刚刚度过雷劫 实力大增 又是被公认 拥有最强杀伤力的剑修 而人族这边 斗笠老翁抽出牌子 双眼微眯 长城老剑先顾秀 握着手中断剑 下一秒就要走出来 徐凡 斗笠老翁念出牌子上的名字 嗯 顾秀半只脚已经踏出去了 可听到的 却不是自己的名字 不只是顾秀 余下几人也都愣住了 怎么回事 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他大为疑惑地转过头 徐凡拍了拍他的肩膀 语众心长地说 回去看看你女儿吧 别留遗憾 自古便是 美人探迟目 不许英雄见白头 遗憾不可避免 但徐凡不喜欢遗憾 也不喜欢煽情 既然你flag立得满天飞 那我还偏让你死不成 诗人常道 天命难为 尽人事 还需听天命 剑开天门 便是以手中三尺长剑 逆踢而为 天命为我 万事皆云 再说了 把我排到最后 你们一个个壮烈牺牲 最后我出场力挽狂澜 这个套路 我很不喜欢 一位是妖族心境的王 一位是曾经叱咤天下的白衣宰相徐凡 数百里之外 除了二人 已无人踏足 新王打亮了一眼徐凡 双手背负在身后 淡淡地说道 我听说过你 大舟宰府 文能提比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徐凡便抽出了佩剑玲珑 剑身轻轻一抖 枪 刹那间 便有一道无与伦比的恐怖剑气 扶摇直上 苍穹之上 剑气纵横还宇 笼罩乾坤 仿佛将虚空中一道大门 都给笼罩了起来 仿佛四海吸纳百川 如同九霄包容万象 剑开天门 哄 剑气陡然落下 等 新王瞳孔急缩 正于开口 可是剑光已经将他包裹住了 他只得发出一声惊吼 然而很快便被淹没无尽的剑海之中 一剑过后 胜负已分 剑意久久不散 一时之间 战场之上尘土飞扬 围观的众人 无不目瞪口呆 妖族那边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可认为最差怎么着 也得拼个对方筋疲力竭 结果啊 赢了 相比较妖族的死一样的寂静 仁族则爆发了激烈的呐喊声 整片长城 好似都沸腾了一般 紧接着 这个消息通过一层层传报 很快便向中州之地各大赌场 方间传去 首战告捷 将士的针仙斗笠老人 微微眯着双眼 略有深意地看着徐凡 妖族这边第二位妖王 很快登场 他一言不发地盯着徐凡 有了上一个倒霉蛋的经验 他丝毫不敢大意 然而 这次徐凡却没有率先出手 而是直接坐下了 周围似乎是被布下了阵法 泛着淡淡的金光 徐凡运转体内灵气 这种大规模AOE技能 不是想用就能用的 十分地消耗灵气不说 而且冷却期也很长 还好他有 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天阶上品功法 这是属于传说中的功法了 虽然谁都听说过 但是从未现实 目前为止 九州八荒修士 修得最高品阶的功法 也就是地阶上品 再加上天阶上品的 剑开天门 一毛一顿 配合起来简直就是神技 外面的那位妖王 见徐凡迟迟不动手 便试探性地出手 结果毫不意外 被金光照给挡在了外面 徐凡依旧没有动手 接下来的半天的时间内 妖王从最初的小心翼翼 便成了放开手脚去干 碰 哄 奈何这东西 跟乌龟壳一样 把牙崩碎了都咬不开 徐凡又迟迟没有出手 于是三天过去了 这场决斗 仍旧没有结束 妖王见武力 破不开对方的防御 便展开口头辱骂 小嘴跟抹了蜜时的 以徐凡母亲为中心 以亲戚为半径 话缘开骂 然而面对辱骂 徐凡仍旧是不为所动 并且说出了一句 十分有哲理的话 世间有人棒我 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误我 骗我 该如何处之乎 达曰 只需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几十年 几百年 几万年 你且看他 佛家弟子听了 直呼牛掰 决斗的规则 又没有限制时间 而像这种防御性阵法 应该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嗯 应该吧 半个月后 就在妖王等的花都要谢了的时候 徐凡突然出手 剑开天门 紧接着便是一顿爆锤 于是 第二个妖王也倒下了 轮到第三个的时候 看着徐凡 再次布下阵法 妖族提出了严重的抗议 随后被驳回 理由是 徐凡并没有违反规定 双方都以各自大道气韵启示 誓言这种东西 对于普通人没什么 但是对于修行中人 尤其是修为高深的修士 极为重要 发了誓 就等于有了阴 如果你不去履行这个果 那么 你就要承受相应的代价 何况还有将士真仙 与无尽之海的主人 作为见证 于是 第三个妖王 四个妖王 陆续被徐凡用此招打败 转眼就从冬天来到了夏天 这一日 徐凡终于要面对 第五位妖王了 妖族打死都没有想到 事情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他们可以接受失败 但是这种失败 他们绝对接受不了 还剩下最后一位妖王 也是其实力最强劲的一位 但无论如何 他也不能以意敌武 这场赌约 妖族必败无疑 虽然明知道结果 妖族却是万万不能忍下这口气 就算是输了 也一定要将徐凡这小子 抽筋包皮 挫骨扬灰 最后一位妖王 被称为妖族剑修第一人 曾斩杀过数位人族大能 以一己之力 几乎单挑半个儒家 无数次杀入人族长城 每一次人族 都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才能将其击退 人族修士 都暗暗为徐凡捏了一把汗 看着徐凡缩入阵法之中 妖王冷冷一笑 你知道我修炼的是什么功法吗 徐凡挑了挑眉 这家伙的气息比前四个加起来都要强 不好对付啊 妖王道 大规西数 哦吼 这名字代规 一听就不简单 行吧 那就比比咱俩谁能耗得过谁 二人当即展开了一场无声无息的斗法 大眼瞪小眼 妖王这套大规西数可不简单 不仅可以大大延长修行者的寿命 甚至能无声无息地提高自己的修为 妖王信心满满地打坐入定 我好思念 于是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 关于这场大战的细节 抵报每日都会报道 三天一小报 五天一大报 最主要的内容 还是关于徐凡今日的睡姿 更是成为了人们茶前饭后的谈论话题 今日徐凡睡姿 双腿弯曲勾住脖子 左手大拇指支撑起身子 同时弯曲脖子 鼻尖碰到自己的背部 徐凡早就对这种奇怪的睡姿 习以为常了 以前还要经过些时日的锻炼 可现在不论他用什么姿势都能睡着 而且醒来后还能保证姿势不变 甚至一度在中周之地掀起了模仿徐凡的热潮 什么做这种动作 就可以包之百病啊 长生不老啊 甚至能够得到成仙 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教学的课堂 而且还十分的受欢迎 叮咚 恭喜宿主获得大量精纯修为系统的声音 又又又一次响起 叮咚 恭喜宿主已达成睡满三年的成就 恭喜宿主获得至尊无上奖励 上古神兵 诸仙剑胚 三分之一 诸仙剑胚 这些日子 徐凡靠着睡觉 已经获得了包括淡不限于浩然剑体 大量的精纯修为 以及剑意 甚至还获得了各种拳法 还有专门为武修士提供的武神之躯 剑开天门 领悟程度五百斜杠一千 现在自己是什么修为了 大成 杜劫 不重要 关键是 这种不劳而获的感觉真爽 徐凡活动了一下 四肢站了起来 目光落在对面那个妖王身上 今日天气不错 事宜动手打架 徐凡吐出一口浊气 散去了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那就干他娘的 随着金光的消失 无敌缩头乌龟阵法收回 很快 便有人发现了这一情况 三年了 整整三年 快快看 有人激动的大喊 这一声叫喊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不一会儿的功夫 双方的诸位大能 纷纷赶了过来 然而 战斗已经结束了 据在场的人描述 战斗仅仅只持续了 数个吐息的功夫 徐凡出剑 一剑护在了妖王的脸上 妖王的牙齿 被扇得七零八落 整个人倒飞出去 随后徐凡一剑落下 煞时间 方圆百里的声音和光芒 好似都消失了一般 严格来说 他们更像是被剑光吸收了一般 这妖王 估计到死 都没有想明白 怎么这小子 忽然变得这么强了 战斗之前 他还信心满满 因为在大规西法的帮助下 再加上徐凡那一招剑开天门 着实让他开阔了眼界 如同史克浪掉进了茅厕里 他成功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而且对于剑翼的领悟 也多了几分 这波呀 这波叫飞龙起脸 想书都难 然而 徐凡向他展示了一波 什么叫做弯道快 才是真的快 声语死轮回不止 我爹Q 你等死 面对众人惊骇的目光 徐凡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抱歉啊 有外挂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只要活得够久 就没人是我对手 五战五截 人族大获全胜 继白衣宰相 大洲的缔造者 人徒 天下第一谋士 桃花见神 徐凡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称号 不败战神 随后妖族无奈 指得尊约定退兵言和 五百年内不再进犯长城 将士针仙斗笠老人笑眯眯的看着徐凡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不错不错 小子 我很喜欢你 以后到了仙界 可以来找我 说吧 气势陡然暴涨 境界攀升 整个人化成一道光柱 拔地而起直冲天穷 似是从这片人间脱离了出去 斗笠老人离开后 九州八荒来看热闹的众人 也陆续失望地离去 这场大战 着实让人有些看得不够尽兴 本以为是强强对决 谁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一点观赏性都没有 妖族战败退兵的消息 很快便传遍了整个中州之地 各地更是纷纷建起了徐凡的雕像 马他六国一统中州 六国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部分人的恨意 却是逐渐消失了 既已享受这太平盛世 又怎可戳人家的几两骨 徐凡的威望再次达到了鼎盛 簇拥之下 徐凡却只是淡然地笑了笑 他的目光落在不远处 一对兵族身上 他们正在抬尸体 徐凡忽地撇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几步走过去 确定了那人正是宋渝 宋渝死了 死在了运输物资的途中 徐凡和妖王对决期间 人族和妖族 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但是小规模的骚扰不断 运输物资的途中 宋渝带领的队伍 遇见了埋伏的妖兵 最终寡不敌众 死在了胜利的前夕 听人说 大部分士兵剑打不过便投降了 宋渝原本也可以投降的 可却死战到了最后 徐凡笑了笑 是啊 大洲的皇帝怎么能投降 就算是死 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 身旁 人们欢呼着 得来不易的胜利 胜利的火光 在明亮的夜空闪过 徐凡站在人群中央 抬起头正正的出神 相国大人真是神永无双 是啊是啊 多亏有了相国大人 文能提笔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心存谋略何人胜 古今英雄为士君 众人眼神十分热烈地望着徐凡的身影 内心满是向王与崇拜 周围人生嘈杂 这一刻 徐凡却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 明月高高悬挂 没有六月的温暖 有的只是寒冷 凄凉而寂静 人生一世 草生一春 来如风雨 去四微尘 人生总是充满了离别 但真的很让人讨厌 自长城一战 已经过去了五年 小镇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严格来说 现在的小镇 已经不能叫小镇了 因为徐凡住在这里 所以便有传言 先人住的地方待久了 可以长生 确实因为 那片坠落的龙林的缘故 小镇上的居民都比较长寿 所以从五湖四海的来的人 纷纷移居小镇 还有许多富甲一方的商贩 将产业搬了过来 因为打着徐凡的名号 好卖东西 什么保健品 长生丸 修行单一类的 然后 在某一日 徐凡带着全部身家 准备动身前往长安 至于为什么要去长安 徐凡也说不清楚 大抵是心血来潮吧 自从长城一战 修为达到了大城七巅峰 徐凡就陷入了修行的瓶颈 到度节期 需要的并不是大量的修为 更多的 还是心境上的考验 徐凡一直没能抓住这个点 继续闭关 也会毫无意义 于是便想着 或许是时候换个环境了 而且他都在这待这么久了 就算是乌龟 也该挪挪窝了 嘿呦 嘿呦肉灵之小五 抱着自己的大西瓜 一个又一个搬运到马车上 哎呦 一转身 小五撞到了什么 一屁股坐在地上 西瓜也碎成了两半 小五 小狐狸苏雅 双手插腰 拦在他的面前 苏姑娘 对不起 小声没有看见你 小五揉了揉脑袋 道歉道 苏雅指着地上的西瓜 西瓜不准带 全部放下 为什么 小五不解的问 西瓜太沉了 而且十分容易坏 不准带 小五想要反驳 可又怕苏雅揍他 只能低下头委屈地说 那好吧 徐凡笑道 小五 长安可是有很多好吃的 比西瓜好吃一万倍 真的吗 小五顿时喜笑颜开 小声要快点去长安 苏雅苦着小脸道 先生 秋收的大米还没有收回来呢 我可听人说 长安物价贵得要死 咱们庄稼人 为什么要去城里啊 城里有很多好吃的 小五跳起来 却被苏雅一爪子拍在了脑袋 嗯 徐凡笑道 因为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关道之上 一辆马车跑得飞快 远远地将其他一些前去长安的马车 甩在身后 肉铃之小五 躋身在一堆货物之中 来回乱撞 哎呦 苏姑娘慢一些 慢一些 驾驾 苏雅的耳边全是风声 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 小五看了一眼徐凡 只见徐凡窥然不动 有一种任由东西南北风的淡然与洒脱 不愧是先生 小五暗暗赞叹 呼呼呼呼的 耳旁传来徐凡的憨声 原来是睡着了 在这种环境下还能睡着 不愧是先生 马车似乎是碰到了一块石头 又是一阵剧烈的摇晃 哎呀 苏姑娘 旺财掉出去了 苏姑娘停一下 旺财掉出去了 在苏雅一路飙车之下 原本一个多月的路程 仅用了半个月就赶到了长安城 长安城不比小地方 是中州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车水马龙 湖山汉谷 一级百系 街道上人流如枝 繁华异常 绚丽多姿 让人目不暇接 明居 商铺作坊林立 百千家四围棋局 十二街如中菜棋 人太多了 连杨起的尘土都看不见 哇哦 小五和苏雅张大了嘴巴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香巴老模样 小五举着乌龟旺财 旺财 你看啊 旺财闭着眼睛 懒得搭理他 徐凡走下马车 深吸一口气 懒洋洋的伸了个懒腰 嗯 不错 换个地方 心情果然不一样了 这时候 徐凡忽然敏锐地捕捉到了吵闹声 果断发挥 我华夏 优良传统美德上 前去凑热闹 抽份车路过他家 他都要尝尝闲淡 这么大的事他 怎么能不管 与此同时 小狐狸苏雅 指着小五手里糖葫芦 问小范道 这个多少钱 小范 十文钱 苏雅大惊 十文钱 小五看着手里 甜美可人的糖葫芦 忍不住一口咬了上去 苏雅张大了嘴巴 十文钱 你怎么不去抢啊 小五快把糖葫芦还给人家 我们不要了 小五 哦 小五默默地从嘴里拿出糖葫芦 上面还沾着一些口水 小范 砰 上身赤裸的壮汉 一个天刀回旋梯 结束了这场比试 好 台下观众 纷纷拍手叫好 壮汉名叫巴拉鲁 是来自西域的武夫 跟随着师父 以及一众师兄 来到长安城混口饭 截止到目前为止 巴拉鲁已经陆续击败了 数名来挑战的人 参见挑战 需要支付十千银子的报名费 而如果能够击败巴拉鲁 则会获得十两银子 长安民风淳朴 是出了名的骁勇好斗 许多人跃跃欲试 然而却纷纷败下阵来 巴拉鲁拱了拱手 各位 承让承让 还有哪位壮士 愿意上来与在下比试比试 徐凡挑了个地儿坐下 让小二上了一壶茶 一边喝一边看热闹 巴拉鲁的目光扫了一眼 随后目光落在徐凡身上 本是匆匆掠去的目光 呼得一致 自然是认出了这位 名满天下的人物 白衣宰相 大洲的缔造者 人徒 天下第一谋士 桃花剑神 不败战神 徐凡 巴拉鲁眼睛一转 记上心来 这位仁兄 可敢上前一站 众人顺着巴拉鲁的目光看去 只见是一个见眉心目 俊朗的年轻人 嗯 这不是徐相国吗 徐相国 徐凡的画像 雕像遍布全国 就连孩童都认识他 卧槽 好像真的是徐相国 真的假的 别挡着我了 人群顿时更加嘈杂起来 巴拉鲁又喊了一遍 这位仁兄可敢应战 众人又纷纷看向巴拉鲁 心中怀疑 这人脑袋没病吧 徐相国都不认识 实际上 这巴拉鲁脑袋不仅没病 相反十分的聪明 一来 能跟这种顶尖高手交手的机会 是他梦寐以求的 二来 就算是输给徐凡 也不丢人 而且还能为他们增加人气 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看 徐凡淡淡一笑 摇了摇头 很明显 是在表示算了吧 见徐凡不答应 巴拉鲁继续道 这位仁兄 我见你相貌堂堂 气势不凡 想必也是个懂武之人 不如上来跟在下比试比试 喂 你这外来的小子 连我们大洲的相国大人都不认识 底下有人喊道 在人族长城 一人斩杀五名妖王 以一只桃花祖退百万妖众 人称桃花剑神 巴拉鲁见效果不错 便摇头道 外乡人不知道什么相国大人 也不知道什么桃花剑神 既然这位仁兄如此厉害 何不让在下领教一下 底下的人不屑一笑 开始嘲讽巴拉鲁自不量力 随后纷纷起哄 让徐凡上台 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徐凡猜透了巴拉鲁的想法 倒也觉得有趣 要是再年轻个几十年 他倒是真上去了 见众人起哄得厉害 自己从看热闹的人 变成热闹了 便放下茶钱 起身便准备离去 兄台 莫非是不敢 巴拉鲁见徐凡要走 不免有些急了 正在这时 一个老头火急火燎地冲上台前 此人正是巴拉鲁的师父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 巴拉鲁身子倒飞出去 半空中仰起一串血珠 连带着两颗牙齿 众人皆是一惊 是师父 巴拉鲁震惊地看向自己师父 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打他 老头不解气地照着他的面目 又是两脚 直踹的巴拉鲁眼貌精心 老头拽着巴拉鲁 走到徐凡面前 徒儿不懂事 冲撞了先生 还望先生海涵 老头又低下头 恶狠狠地对巴拉鲁道 你个混小子 吃屎瞇了眼 还不赶紧给先生赔礼道歉 平日里温和的师父 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巴拉鲁哪里还敢说个不字 连忙弯下腰 一个劲地给徐凡道歉 巴拉鲁一个劲地道歉 他师父小老头 则小心翼翼地 观察着徐凡的脸色 马德 这个倒霉徒弟 老头都有了一脚 将他踹回娘肚子里的想法 你见过哪个不止死活的蚂蚁 要去伸腿绊倒大象的 以对方的实力 动动手指 就能将他们全部碾死 这祸竟然还敢主动去挑衅 好在徐凡并没有与他们计较 他不是那种心胸狭窄之人 何况真的没有必要跟一个孩子计较 徐凡看了一眼巴拉鲁满嘴鲜血 脑袋都被他师父踩破了 当即轻轻一挥手 巴拉鲁只觉一股灵气浮面 紧接着伤口迅速愈合 原本疼得他直抽凉气 眨眼间的功夫 竟然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巴拉鲁惊讶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巴 双眼瞪得老大 再看去 发现四周已经不见了徐凡的身影 这 老头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 感慨道 这才是真正的仙人 巴拉鲁咽了口吐沫 刚欲张口 便又重重挨了师父一巴掌 你小子今天惹的要是另一个大人物 咱们试图全得玩玩 巴拉鲁则是愣愣地看向徐凡消失的方向 眼神中满是羡慕与后怕 徐凡找到苏雅和小五时 只见小五拿着一个没有吃完的糖葫芦 低着头委屈巴巴的 那模样明显是刚刚被苏雅揍过 苏雅掐着腰 鼠落道 你个呆子 钱就这么没了 小生也不知道 竟然这么贵 谁让你嘴那么快的 小五眼泪汪汪的 好似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算了算了 不过是糖葫芦而已 能有多贵 先生 小五抬起头 感激地看着徐凡 苏雅道 整整十文钱 十文 徐凡也不由地吃了一惊 物价现在这么离谱了吗 他看向小五 那只好把小五卖了 小五见徐凡也这么说 哇哇大哭 小生明天去干活 把十文钱挣回来 不要把小生卖了 又逗了一会儿小五 见天色不早了 徐凡带着几人找了间客栈 当夜便在客栈睡下了 一日 徐凡带着苏雅 早早地起来 去街上一边闲逛 一边寻找有没有出售的店铺 苏雅想开一间菜馆 毕竟他就擅长做菜 还扬言说 到时候要把小五的肉 作为一道招牌菜 气得小五一整天都没理他 逛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店铺 要么就是太贵 要么就是地理位置不好 本以为是无功而返 谁想到在临近宵敬的时候 打听到了一家以前的菜馆 据说主人曾经是个远近文明的老神仙 不过都是听老一辈人口中听说的 那老神仙一直守着菜馆 也不开门 好像是说在等什么有缘人 一听这话 徐凡就来了兴趣 抽份车路过他家 他都要尝尝闲淡 更何况 这有缘人怎么听 怎么像是在等自己 徐凡有一种冥冥之中 自有注定的感觉 菜馆就是个十分普通的菜馆 装修得十分古朴 似乎依旧有很多没人打理了 大堂中一股刺鼻的臭味 推门进去才发现 那个人们口中的老神仙 早就做画死了 面前放着房器 钥匙还有一个类似日记本的东西 哎 先生你看 这上面的图案好可爱啊 苏雅拿起日记本 指着上面的图案说道 先生 你你怎么了 苏雅忽然发现 自家先生的表情变得十分的吓人 苏雅咽了口吐沫 自己还从来没见先生这副样子 试探性的教导 先先生扮上 徐凡才回过神来 有些不可置信看着 笔记本上的图案 这是喜洋洋 还有灰太郎 徐凡拿起日记本 又确认了一遍 确实是喜洋洋与灰太郎 这家伙 不会也是穿越者吧 徐凡狐疑地看了一眼眼前这个作画了的老人 白白得了一个菜馆 小五和苏雅都很开心 二人忙里忙外一整晚都没睡 清理菜馆内的卫生 徐凡则抱着老人遗留下的喜洋洋与灰太郎的笔记 研究起来 笔记的第一页 写着一行字 当你读到这句话时 我已经死了 至今跟我一样 穿越到这个世界的你 从笔记中得知老人名叫黎明 黎明是个好名字 他也是蓝星人 被卡车司机一脚油门 带到这个世界来的 刚开始穿越到这个世界 一切都十分的正常 升级打怪捡宝贝 煽动学院拍卖会 天赋齐家根骨好 修炼一年顶十年 炼单炼器炼阵法 我是多面小能手 戒指里面有老头 收个宠物是神兽 然而 事情越往后越发展 黎明逐渐发现了不对劲 随着修为的预告 他越能感受到 其他世界对自己的召唤 他知道这是飞升信号 可是还有一个神秘的东西 在一直阻断着这种信号 试图切断 他与其他世界的联系 黎明试图了解 这神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所以往后的日子里 他一直游荡在九州八荒 儒家 道家 佛家 魔宗 狱外 蜀山 日记中记录着他去过的种种地方 日记越往后翻 越让徐凡摸不着头脑 因为后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黎明记得东西混乱不堪 东一句西一句 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徐凡皱着眉头 隐约能察觉到 黎明应该是 发现了什么东西 或者被某种神秘 影响到了思维 日记的最后几页 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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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页都用鲜血 写着大大的死字 让人胆颤心惊 最后一页 修仙死路一条 没有破解之道 他们全都死了 根本就没有飞升之人 他们全死了 现在那些怪物来杀我了 他们来杀我了 所有飞升之人全死了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日记到这儿便结束了 徐凡手指划过最后一行字 久久不能回神 窗外似有寒风掠过 吹得人挤被发寒 修仙死路一条 半个月后 饭馆开业了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来 苏雅热情地招呼着客人 小五也用了一招画形术 变成小孩子的模样 跟着一起帮忙 刚开业来的客人不多 地方又不太好 所以生意十分的稀少 但是吃过的人都说好 一来 是这小狐狸苏雅的手艺确实好 二来 徐凡教给她一些现代的菜肴 别有一番滋味 又过了些许的时日 因为有了较好的口碑 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苏雅决定招一个跑堂的 不然饭馆里里外外忙不过来 这些日子 徐凡时而在饭馆里帮忙掌勺 时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自从看完黎明留下的日记以后 徐凡便整日利用体内猿鹰神游 试图感受到自己与天地的联系 可毫无例外都失败了 脑海里时不时的 就想起黎明日记中的内容 现在那些怪物来杀我了 修仙死路一条 按照日记中的描述 黎明死的时候 修为也跟现在的自己一样 达到了大成巅峰 寿远两万余年 熟练使用自创神通 这种修为放在九州八荒 如果他想逃 几乎没有人可以杀死他 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 才能让他如此绝望 一等于 哦 爱 徐凡轻轻叹了口气 如果真是按照黎明所说 那么这种怪物 很有可能也会来找自己 而且 之前在人族长城遇见的那名 据说是将士仙人的老人 又该如何解释 他不就是仙人吗 可为什么黎明说 根本就没有仙人 这日 徐凡像往常一样 神游于天际 忽得有一束光芒落下 紧接着他便被带到了一个未知的时空 周遭是无数星辰 无数丝线连接 如同一条由众生命运所化的河流 徐凡任由神思在其中流动 四周的颜色变化为血红之色 身下是河底 河底有无数骷髅沉没 河岸边亦有无数尸骸堆积 滴落的每一滴河水 都是一个生灵历代的命运 而每一滴河水之间 都有诡异的黑色君丝相互缠结 因果现 光阴长河 徐凡略有耳闻 据传到了大成七的修士 会有某个机会进入光阴长河 获取天机 对于大成七的修士来说 是莫大的机缘 当然不是每个大成七修士 都有这个机会 此河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将来 不险于星海之内 不入于眼目之间 上下四方无际 古往今来无踪 飘飘渺渺 若隐若现 虚虚幻幻幻 似是似非 徐凡并不主动去做什么 而是跟着那股奇妙的感觉走 不知不觉 一个恍惚 山峰拂面 桃花特有的香味 迎面拂来 随风拂过的 还有一些桃花的花瓣 徐凡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于另一方世界了 如果说自己之前所在的是主世界 那么这里便是小世界 心面一动 便感受到了在主世界的自己 而现在的不过是自己的一缕魂魄 徐凡正了正 这是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什么人 紧接着便是弓弦拉满的声音 转头看去 是一个身着粗衣的少女 你是谁 少女警惕地盯着她 一个路人罢了 徐凡温和一笑 少年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 容色秀丽清冷 一抹淡淡的笑容 少女脸色一红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异性 不过对方衣着怪异 似乎不是这里的人 徐凡想了想 拿出一块糖 交个朋友 少女有个朴素到极致的名字 二鸭 她的同伴名字更加朴素 分别是狗蛋 黑娃 狗蛋 二妞 狗圣 他们是农民起义军 现在正在反抗狗皇帝的残暴统治 而那个二鸭 便是起义军首领的女儿 这个世界落后了徐凡的主世界几千年 而且灵气衰弱 据说曾经有先人将士 那狗皇帝曾幸运地受过先人的度化 很快 他便统治了这个世界 并且实行残暴的统治 也曾有人想要暗杀这个狗皇帝 可是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地步 据说能够长生不老 于万里取敌将首级 洒斗成兵 呼风唤雨 驾舞腾云 起死回生 就连徐凡听了都不由的一惊 用神识一查看 才发现 对方竟然是一位助击器的大能 哦 果然谣言最不可信 在这个世界 一个助击器的修饰 就已经能够统治世界了 这就相当于一个快要满级的玩家 来到了新手村 徐凡却并没有灰心 命运带着他来到这里 肯定有特别的东西 说不准能触发隐藏剧情什么的 所以这一路上 他便蹲着起义军同行 这期间 他还发现了这方小世界的时间 跟自己主世界的时间不一样 主世界的一天 大约等于这里的一年 于是 徐凡也不着急回去 就当是体验农家乐了 每日躺平 桥洞底下盖小背 躲在被子里面抹眼泪 抹完眼泪无所谓 逢人就说对对对 转眼间 小世界的两年过去了 起义军发展愈加壮大 星星之火 已成燎原之势 皇帝率领全国精锐 整整一千大军前来剿灭 这个规模已经达到 五百人之多的起义军 别睡了 别睡了 你这一天 都快变成乌龟了 二鸭将徐凡摇醒 徐凡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嗯 吃晚饭了 二鸭插着腰 生气道 你再睡 就要睡死过去了 起来运动运动 而且吃什么晚饭 现在才上午 徐凡伸了个懒腰 抱歉 这个时候是不该吃晚饭 应该是吃中午饭 二鸭 在二鸭的坚持下 徐凡无奈只好 蹬着他 走在希望的田野里 女孩哼着不知名的小曲 双手附在身后 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 马尾便一上一下地跳动着 徐凡无精打采地蹬在后面 想着待会儿吃点什么比较好 好看吗 二鸭手里拿着一朵不知名的花 转过身清澈的毛子 荡漾开笑意 忽然 一声清脆的剑鸣 女孩笑夜 夜 如花 伴着午后的徐徐微风 给人一种极其舒适的感觉 一声清脆的剑鸣 忽然响起 二鸭敏锐地察觉到了 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竹目削尖的木剑 直直射了过来 瞳孔急缩 下一秒 一只手却是稳稳抓住了木剑 二鸭惊讶地看着徐凡 皇帝率领的一千大军 浩浩荡荡地杀上门来了 农民起义军一时之间混乱不堪 仓皇应对 双方的打仗 在徐凡看来 如同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武器基本上很少有铁器 更多的是拿着木枪 或者干脆是木棍 皇帝那边的军队 还算好一点 有骑兵 只不过在开战之前 骑兵有一部分掉进了泥坑里 剩下一部分跑错了方向 现在徐凡终于明白 那个皇帝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了 因为那一千大军 好像是来当拉拉队的 真正有战斗力的 就是这个助击器的皇帝了 皇帝落入人群中央 眼神凌厉 脚下已经倒下了许多具尸体 众人纷纷畏惧地望着他 皇帝一身龙袍 落在人群里 好像是凤凰落入了乌鸦窝 而等刁民 还不跪下 声音中夹杂着震慑人心的力量 让人不由自主地去服从他 很快就有不少人 顶不住压力跪了下来 二鸦的父亲 同时也是齐军的首领 似乎是知道 今天凶多吉少 忙让二鸦赶紧跑 这时 皇帝的目光已经锁定了他们 仙人之下顾无敌 仙人之上一换一 皇帝再次霸气地开口道 扑子徐凡实在是没憋住 跑扑子一声笑了出来 这一声笑 顿时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皇帝冷冷地望着他 顾问你 你笑什么 我想到开心的事情 哦 皇帝微微挑眉 开心的事情 那姑现在就让你哭出来 颜霸 抬起双指 空气轻轻一颤 二鸦瞪大了眼睛 急得大叫 小徐凡 嗖 气流形成一道无形的利刃 冲向徐凡 徐凡不慌不忙 一手揽住冲过来 试图美救英雄的二鸦 一手拇指与中指合拢 轻轻一弹 呛 天地间响起一声翠鸣 似乎是冰刃摇晃碰撞发出的声音 极为的刺耳 皇帝直接被这股强劲的力道淹没 消失得无影无踪 紧接着地面开始寸寸断裂 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大山中 哄 就听一声巨响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 那座大山被一分为二 徐凡微微蹙眉 没有控制好力道 这个小世界和主世界的区别 不只在于世界 众人目光重新落在徐凡身上 这一次眼神中明显带着敬畏 但更多的还是恐惧 对于未知力量的恐惧 皇帝被杀 自然而然 皇朝迅速崩塌 骑义军占领了京城 没过几日 首领便改了国号 登基称帝 二压摇身一变 成了公主 徐凡被奉为国师 他也没有拒绝 某日在宫里闲逛的时候 发现一群人 正抬着破损的雕像往外运 徐凡便好奇地问了一嘴 原来这雕像是传说中仙人的雕像 正是因为这仙人的点拨 皇帝才得了一身的神通 建立起了王朝 仙人在这待了五年 而后的某一天便不见了身影 徐凡点了点头 想着应该也是某个大成器的修士神游 到了这里 瞥了一眼已经破损的雕像 猛的一愣 那雕像上的模样 分明跟柳星别无二查 原来对方口中的仙人便是柳星 柳星也来过这里 巧合吗 还是必然 二压约徐凡在皇宫的后花园见面 他今天鼓起了勇气 准备向徐凡表白 二人在后花园 当着鞦韆 二压身子一上一下 偷偷地看着徐凡 忽然他停下鞦韆 抿了抿嘴唇 深吸一口气 小徐凡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徐凡一听这话可不困了 连忙站起来 我等这一刻已经等好久了 真真的吗 二压翘脸一红 是啊 这就一个鞦韆 你自己玩了这么久 终于轮到我了 徐凡兴奋地坐在鞦韆上 随即荡忧起来 忧吼 二压 好不容易等徐凡完够了 二人坐在一片花海中央 月上中天 二压默默唧唧地说了一大堆的话 最后才笑声说了一句 小徐凡 我喜欢你还没说完 连已经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紧紧低着头 忐忑地等待着徐凡的回答 然而半赏都没有听到对的答话 呼呼呼 W ZZZN 二压抬起头 这才发现徐凡早睡熟了 一等于 O 爱 二压轻轻叹了口气 今晚的月色真美啊 月色下 女孩小心翼翼地凑过去 在少年的脸上 蜻蜓一吻 嘿嘿 某日 徐凡忽然问道 你想修行吗 长生 法术 想学吗 自从徐凡一指 秒杀号称仙人之下他无敌 仙人之上一换一的皇帝后 这个世界 想要拜徐凡为师 学习法术的人 便多得数不胜数 可无一例外 都被徐凡拒绝了 二压愣了愣 随后摇了摇头 不想 徐凡微挑眉 为什么 难道你不想长生 不想会法术吗 二压笑了笑 听起来确实很酷 可是我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长生多无聊啊 我呀 过好这辈子就够了 我就像有个夫君 然后我们俩再有个孩子 每天日戳坐 日入而息 家常里短柴米油盐 这样的生活 他顿了顿 直视着对方 那双深邃的眼眸 你能给我吗 徐凡一愣 别过视线 淡淡一笑 抱歉啊 我可能要走了 去哪 回去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二压紧张地问 可能几年 几十年 或者不回来了 在这个世界 没找出什么线索 所以徐凡决定 回到主世界去找柳星 或者找其他大修士 打探一下情况 二压咬着嘴唇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是难受的想哭 苏亚手里拿着糕点 正在逗小五 见徐凡走出来 高兴道 先生 你醒了 小五又矮又小 无论怎么蹦都够不着 急得不行 徐凡道 我可能要出几天门 你们在家里乖乖的 有谁来惹事 千万别跟他们起冲突 等我回来 先生 你要去哪 苏亚问 找几个老朋友 小五趁着苏亚分心 张大嘴巴 一口咬了上去 随后叼着糕点 一溜腌的跑了 徐凡准备先去找柳星 毕竟他曾经 躋身过渡劫期 应该能知道许多事情 可是找了几圈 根本没有找到他 人海茫茫 找一个人 当真如同大海捞针 无奈 指得前去人族长城 找那些镇守长城的 老修士们 老剑仙顾秀挠了挠头 飞升之人 中州之地 已经很久 没有出过飞升之人了 当初大唐公主柳星 是整个大陆上 唯一一味达到了 杜劫期的修士 可惜大唐被灭 他借助的大唐气运消散 徐凡问道 那上一次为我们 见证决斗的 那个斗笠仙人呢 他 据传 他不是这方世界的仙人 顾秀道 怎么了 是出什么事了吗 徐凡没说话 顾秀也只是个 大成七初七的修士 虽然都是大成七 可差距却犹如云泥之别 徐凡能感受得到的东西 顾秀未必能感受到 除了柳星以外 之前接近飞升的修士是谁 徐凡又问 顾秀喝了口酒 回忆了一下 随后摇了摇头 记不得了 似乎根本没有 徐凡又找了几个人 结实没有问出什么线索 九州八荒 大成七巅峰的修士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目前还在世的 似乎只有妖族那位妖族了 徐凡给妖族带了一封口信 数年前 他在长城斩杀五名妖王 跟妖族结下了梁子 本以为对方会拒绝 没想到很快妖族就给了他回信 约他到妖族一续 有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加上自身修为 徐凡也不怕对方埋伏 纵地万里 很快便来到了妖狱 按照妖族给自己的提示 不出三日便找到妖族所在之地 那是一处比较偏僻的宫殿 完全配不上妖族的身份 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山不再高 有仙则鸣 水不再深 有龙则铃 宫殿内 有早就安排好的侍女 带着他一路来到那店 徐凡推开寝宫的大门 迈步走路 妖族坐在王座之上 单手支撑着脑袋 双眼紧闭 看样子似乎是睡着了 嗯 徐凡忽地皱起了眉头 气息呢 他竟然没有感受到妖族的气息 不对劲 下一瞬间 徐凡直接来到妖族的面前 死了 大城七巅峰的妖族老族死了 神室已经完全消失了 但是魂魄还有残留 刚死不久 凶手还在这脸 徐凡猛地转过头 一股危险的直觉 直袭心头 全身汗毛瞬间立起 面色骤然一变 他修行多年 何时有过这种感觉 那是面对未知生物的巨大恐惧 黑暗似乎吞噬得了一切 内店的大门 刚刚还能透过一丝光亮 现在却什么也看不见了 无敌缩头乌龟 阵法开 诸仙剑出 气息暴涨 一直有意压制的境界 也瞬间攀升到大城巅峰 许久过后 四周恢复了平静 那骨子笼罩在心头的压迫感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一代妖族就这么死了 死得不明不白 而在众人眼中 徐凡毫无例外 成为了杀死妖族的凶手 毕竟妖族死之前 只与徐凡见过面 妖族对其又恨又怕 狠的是 徐凡长城之上阻拦妖族 连杀五名妖王 现在就连妖族都被其杀害 怕的是 这家伙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多么恐怖的地步 因为妖族的死亡 和五名妖王战死 妖族很快便陷入了内战之中 而徐凡在人族的名声 再一次水涨船高 入妖狱 翘无声息地斩杀妖族 说书人们又有了新的素材 讲得口若悬河 兔抹横飞 下面的人也热闹 人山人海 红旗招展 锣鼓喧天 无数修士 已经纷纷将徐凡 当做了他们的偶像 人族长城 立起了徐凡的巨大雕像 一共十二座 气势宏伟 远比三教祖师的雕像 壮观得多 古往今来 能得到如此待遇的 也就只有他一个人了 徐凡表示 我真的会拴Q 这么大个屎盆子 别扣在我头上 他也尝试着辩解 可根本没用 你大晚上的一个人 去妖狱找妖祖干什么 交流感情 两个大男的 大半夜交流什么感情 肯定是拼刺刀去了 结果显而易见 徐凡获胜了 回到长安菜馆 苏雅和小五 穿着统一的礼服 跳起舞来 上面挂着横幅 欢迎英雄回归 徐凡斩杀妖祖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整个九州八荒 苏雅和小五 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先生 你太厉害了 苏雅道 我家先生天下无敌 那个什么妖祖 根本就不够看的 小五也道 先生 为了你庆祝这次 伟大的胜利 小生给你准备了 你爱吃的糕点 徐凡扫了一眼 笑道 这都是 你喜欢吃的吧 小五羞涩的眼面 哎呀 被发现了 晚上 徐凡打坐的时候 再次感受到了 小世界对自己的召唤 他在小世界 留下了一缕神思 念头微动 瞬间 便借助神思 重新来到了小世界 二十多年过去了 小世界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说以前是茅厕 那么现在就叫公共卫生间 豪华了不少 徐凡点了点头 十分的满意 嘿 这时候 一个小男孩 忽然在密室外露出了头 疑惑地看着他 V B 随后 扭头就跑 娘亲 娘亲 那个仙人醒了 徐凡伸了个懒腰 走出密室外 哎呦 与一个急匆匆跑来的妇女 撞了个满怀 妇女穿着围裙 扎着马尾辫 须发微白 模样极为的不错 能看出来 年轻时候 必是个漂亮的姑娘 妇女一愣 抬头看着徐凡 眼神中难眼激动 张了张嘴 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只有包含千言万语的一句 你回来了 恰逢秋风起 带起女人的马尾 一如当年 二十余年过去了 二鸭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可对于徐凡来说 不过是数日的光阴 她笑了笑 你孩子 长得很像年轻时的你 二鸭摸着两个孩子的脑袋 露出温和的笑容 那是母亲对自己孩子 发自内心的快乐 徐凡捏了捏两个孩子的小脸蛋 一人给了他们一颗糖 二鸭看着那糖 陷入到回忆当中 诺 给你的 啊 二鸭一愣 随即接过对方手里的糖 随着二鸭走在宫中 徐凡发现自己的雕像 这时被换成了别人 二鸭有些不好意思的 对她解释道 十几年前又来了一位仙尸 搬山填海 无所不能 自然而然取代了徐凡 而且她还亲自下令 推倒徐凡的雕像 二鸭小心翼翼的看了徐凡一眼 好在徐凡并没有生气 事实上 她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前些日子 有个特别奇怪的东西来找你 有点像骨灰盒 还会开口说话 我说你不在 然后她说你 很快就会回来的 二鸭继续说 我刚开始并没有在意 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徐凡微微醋眉 鼓鼓挥合 这时 前方的廊道上 忽然出现了许多排列开来的官员 中央还有一个俊美男子 坐在轿子上 光洁白皙的脸庞 透着棱角分明的冷俊 浓密的眉 高挺的鼻 无疑不再张扬着高贵与优雅 唐臣 万界唐家之子 从小不学无术 不目休息 好吃懒做 因为惹了麻烦 被家族安排到这方小世界 谁知道来的时候 发现这个国家都在供奉着徐凡的雕像 于是下令将徐凡的雕像推倒 就在刚刚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外来者的气息 在唐臣的认知里 他既然来了 那这里就是他的世界 要是别人忽然闯入你家 说要摸摸你老婆 你同意吗 唐臣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外来者 最重要的是装备 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了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这让他很是不爽 连装备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这家伙看起来很能打 二鸭扯了扯徐凡的衣角 低声道 小徐凡 这个家伙可不是个善茶 无碍 徐凡温和一笑 如沐春风 二鸭慌忙松开了手 这个家伙能不能不要那么有魅力 唐臣摩拳擦跃跃欲试 盯着徐凡的眼睛 爷爷曾告诉过他 透过一个人的眼神 你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 可在徐凡眼睛里 他只发现了平静的 好似一滩死水 无趣 唐臣轻哼一声 呼得唐臣只觉得一道寒流穿透了身体 仿佛最恐怖的恶鬼在盯着他 这种感觉 曾经在他身上 只发生过少数的几次 也是他距离死亡最近的几次 如同老虎被人闯入领地后 猛然地从慵懒的猫科动物 变成致命的凶兽 唐臣后背蹭的一下 冒出一层冷汗 紧觉得瞪着眼睛 这才发现 原来只是徐凡瞥了他一眼 胸膛像是被堵住了一样 唐臣控制不住地咽了口吐沫 徐凡缓缓走来 哒哒哒 此时传到他耳边的 已经不是脚步声了 而是丧命的钟声 要被杀了吗 他这辈子虽然好吃好玩 可是真没做过什么 伤天害理的坏事 看见小姐姐洗澡 我会好心地帮他打开窗户透气 看见隔壁邻居不在家 更是会舍身帮助对方照顾他老婆 他还特别喜欢听 勾兰之所的可怜女 子述说他们的悲惨经历 总结下来就几句话 都不带重样的 副独母病递读书 刚做不久还不熟 兄弟姐妹全靠我 生意失败要还贷 前夫家暴还好赌 自己带娃没收入 无奈走上不归路 唐臣张了张嘴 想要说话 可却发不出声音 随后 身影与他擦肩而过 仅此而已 仿佛是没功夫搭理他 或者根本就是没注意到他 这朵路边的野花 唐臣正正地盯着前方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呼呼呼 胸膛重重起伏 唐臣几乎要哭出来了 好TMD可怕 先是 手下人狐疑地开口道 不是说好要动手吗 他们还先背了一些台词 关于怎么嘲讽敌人 并且笑声必须是节节节 怎么突然不打了 回去 赶紧回去 给我找条干净的裤子 唐臣哆哆嗦嗦地说道 啊 来到一处偏店 徐凡推门进去 果然看见一个骨灰盒 正站在自己的面前 骨灰盒动了动 证明自己是个活物 兄弟 我可找到你了 骨灰盒激动地扑过来 徐凡疑惑地看着这个骨灰盒 兄弟 你知道我等你等了多久吗 整整十万年啊 我终于等到你了 呜呜呜 骨灰盒看起来似乎真的很激动 徐凡道 不着急慢慢说 我们有的是时间 随后二压让宫女为二人上了茶 宫女把茶放在骨灰盒面前 怎么看怎么别扭 骨灰盒道 别给爷上茶 爷喝不下 有骨灰吗 扑 二压一口茶没忍住喷了出来 算了 现在也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骨灰盒看向徐凡 你现在是大成七巅峰了 应该已经感受到 那个世界的诡异了吧 徐凡点点头 给出了肯定的回应 骨灰盒轻轻叹了口气 不瞒你说 爷十万年前也是一方人物 只是现在却成了这副鬼样子 人不人鬼不鬼的 徐凡默默饮了一口茶 等待着下完 骨灰盒也没有墨迹 而是直接步入正题 那个世界不同于其他的修行世界 经过爷多年的探究与考察 还有亲身经历 也得到了一个答案 没有飞升者 当修士达到一定的修为 便会被诡异之物莫名地抹杀 就算是能侥幸存活 也绝不可能飞升 为什么 徐凡微微眯着双眼 因为永夜 因为永夜 永夜会吞噬那个世界的一切 骨灰盒子沉生道 那逃到别的世界呢 徐凡问 你的因果现在那个世界 无论你逃到哪里 都会被永夜吞噬 除非你杜劫飞升 那你 徐凡看向骨灰盒 骨灰盒轻轻叹了口气 也用了某种神秘的上古秘术 逃避了天机 可却也变成这副样子 而且也还不能在一个世界多呆 每隔几年便会流窜到另一个世界 否则会被发现的 十万年前也和几个朋友 发现永夜的秘密后 便一直想办法对抗永夜 最后一位阴阳家的修士 逆天为 用大命运术算的十万年后的你 将会是破开永夜的关键 徐凡很快便消化了骨灰盒说的东西 说道 我前些日子与那些碰过面了 他们找到你了 骨灰盒大惊 徐凡道 不是来找我 而是杀了另一个人 我晚到了一步 也一直算着 时间距离下一次永夜 还有一万余年 骨灰盒道 略要寻找破解之道 还是要回那个世界去 稍作准备 徐凡便准备再次离去了 这一次 想来是不会再回来了 二鸭看着他久久无言 徐凡忽然抬头 笑了笑 没有说再见 因为没有再见 二鸭也笑了笑 最后说了一句 一路顺风 嗯 依旧是那个少年 漠然一笑 四季春秋 苍山央水 都不急 你冲我斩眉的一笑 二鸭低头看着手心中 徐凡给他那颗糖 拨开糖衣吃进嘴里 还是一样的甜 可忽的想起来 这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了 回到主世界的菜馆 苏雅正好端着点心和茶走进来 眉开眼笑的 忽然就看见了徐凡身旁的骨灰盒 依先生 你怎么带回来的盒子 苏雅好奇地凑过来 伸手打开盒子 捏了捏里面的白色粉末 这是什么吗 泡水喝的吗 苏雅伸出粉嫩的舔了舔手指上的粉末 瑟瑟的 没什么味道啊 先生这是什么啊 徐凡身神还未完全归位 见此情形一愣 来不及阻止 哦 你要想吃我这儿 还有很多 骨灰盒悠悠地说道 妈呀 苏雅吓了一跳 躲到徐凡身后 先生 这盒子怎么还会说话 骨灰盒道 没礼貌 爷 不仅会说话 还会唱歌嘞 苏雅大声道 小五 小五 很快 一个小肉球匆匆跑过来 肿了 肿了 苏雅抱起小五 狠狠掐了掐他的脸蛋 哎呀妈呀 疼死小生了 苏雅若有所思地说道 能感受到疼 不是梦啊 小五气得不行 苏姑娘不会掐自己吗 小生是肉做的 不是石头 苏雅掩面 因为小雅怕疼啊 那小生也怕疼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徐凡看着嬉笑的二人 深吸一口气 看向远处 风雨欲来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按照小说剧情的尿性 现在就应该踏上旅途身上 筹集七颗龙珠 期间过五关斩六将 结交一众好友或者红颜 随后与大boss决战 再然后自己要么归隐身灵 要么飞声尚见 徐凡轻轻吐出一口气 真拿这种剧情没办法 白居过细 日光荏苒 转眼 两年过去了 什么也没有发生 徐凡的日记是这么描写 这两年的惊心动魄的生活的 第一年 总结下来只有几句话 今日无事 河边钓鱼 今日无事 勾兰听曲 今日无事 家中睡觉 今日无事 睡觉翻了个身 今日无事 钓鱼时睡觉 第二年 重复率高达99% 徐凡是猜中了开头 打死都没猜中结尾 但事实上 就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一切都跟以前一样 九州八荒 完全找不出任何有关永夜 或者诡异之物的线索 徐凡找了许久 也没有半点成果 唯一能做的 便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等待永夜的降临 或者说 等到诡异之物 什么时候找到自己 于是干脆彻底躺平了 小说不是现实 但现实往往又比小说还要戏剧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当你以为要大干一场的时候 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 当你以为相安无事 一切都向着美好发生时 总会出现意外 骨灰和说了一句十分有哲理的话 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件事 都等你准备好才发生 而是在它该发生的时候 就会发生 不早不晚 只在一瞬 人啊 要学会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和意外 徐凡没想那么多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他现在的想法就是活着 等哪一天不想活了 说不准找个歪脖子树 就自挂东南枝了 他喜欢上了钓鱼 并不是因为太过无聊 而是因为太过无聊 大多数时候 他都是吊着吊着就睡着了 随后在梦中修行 叮咚 恭喜宿主已睡满八十年 恭喜宿主获得大礼包 诸仙四剑之一绝仙剑 莆田版 恭喜宿主获得神通大礼包 天罡三十六遍之一 大小如意 恭喜宿主获得 无垢肢体 系统的声音将徐凡吵醒 八十年 徐凡一个恍惚 犹如做了一个梦似的 已经到冬天了 外面下起了雪 鹅毛大雪落在大大小小的街巷中 落在岁月的沟壳间 天地之间白茫茫的一片 真冷啊 人在外面冻得鼻酸头疼 两脚就像两块冰 管子内却是热乎的出奇 客人们围着铜火锅 吃得满头大汗 一边涮着肉 一边闲聊 时不时看一眼外面的雪景 小五化身成为一个孩童 趴在柜台前 似乎是睡着了 嘴边还咬着一块没有吃完的糕点 似乎是做了什么美梦 嘴角都要咧到天边去了 乌龟旺财仍旧在睡觉 苏雅今儿去给骨灰盒找食物去了 徐凡拄着头望着窗外 在看雪 也在看人 距离永夜降临 还有整整一万多年 距离诡异之物找上门 不知道还有多久 或许是几千年之后 或许是明天 又或许是此时此刻 比如 现在大晚上的 徐凡他们正在大堂里吃饭 小五正抱着饭盆埋头吃着 为了方便洗碗 还有省去盛饭的麻烦 每一次吃饭 小五都是直接抱着饭盆 乌龟旺财 一动不动向王八 苏雅拿着新弄来的骨灰 给骨灰盒倒进去 骨灰盒表情痛苦 哎呀妈呀 烫死爷了 这是刚出炉的吗 苏雅道 是的了 我可是跑了好久才花大价钱 从别人手里买到的 省着点吃 小五以为苏雅是在说她 从饭盆中抬起头 揉了揉脸 苏姑娘 咱们这些日子 可赚了不少钱呢 多吃一点没关系的 吃吃 你就知道吃 苏雅狠狠瞪了她一眼 小五怕苏雅揍她 连忙躲到徐凡身后 想了一下 又扑哧扑哧地跑过去 把饭盆拿过来 骨灰盒叹了一口气 爷爷想吃饭 这骨灰吃的爷都想吐了 说着 稍稍喝了一口用骨灰泡的茶 先生你怎么不吃了 先生苏雅目光落在徐凡身上 只见徐凡直立着腰板 一手拿着筷子 一手拿着碗 闭着双眼 大抵是睡着了 几人也早就习惯了 徐凡时不时睡觉的毛病 也没太在意 徐凡在十海中 缓缓睁开眼睛 天罡三十六变之一的大小如意 诸仙四剑之一的绝仙剑 还有无垢之体 这都是最近新获得的东西 大小如意 乃大小变化之道 可以法天向地 又能引戒藏行 算上绝仙剑 自己就愁气诸仙四剑了 虽然只是纺制品 徐凡给他们起了一个很现代化的名字 莆田戏 至于无垢之体 现在给徐凡的感受 就是对于灵气吸收的更快 感觉身体焕然一新 睡觉睡得更香了 除此之外 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 徐凡轻轻吐出一口剑气 召唤出诸仙四剑 最近他一直尝试用诸仙四剑 布下诸仙剑阵 传言诸仙剑阵 是主宰天道杀伐的无上阵法 天道第一杀阵 一旦布下 非四位圣人齐聚不破 剑阵之中 杀鸡无限 凶险万重 非天道圣人一入此阵 顷刻化为飞灰 只是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还险些遭到凡事 凡事都讲究个慢弓出细活 所以徐凡并不着急 这日 徐凡陪着小狐狸苏雅 在街上逛街 遇见了两个吵架的老太太 徐凡照例 找了个位置好的地方 蹲下来看热闹 卢某说得好 如果有热闹不看 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正津津有味地看着 徐凡呼得一个恍惚 时间仿佛在此刻停滞了一般 周围寂静 耳边只剩下两个太太 相互问候对方族谱的声音 一瞬间 徐凡像是突然刚刚看完一部精彩的电影 步入了闲者模式一样 他轻轻吐出胸膛的一口气 这就是破镜的征兆 老天人说 有人关于破镜 关海破镜 关雪破镜 自己这算是什么 以后出去跟别人吹牛掰 兄弟我看老太太吵架有所感悟 而后破镜 于是徐凡睡觉睡得更加勤奋了 不对 是修行愈加勤奋了 毕竟睡觉就等于修行 时常发呆等于悟道 时常勾兰听曲 等于红尘中体验人生 金风飘白日 光景西池流 不知不觉 菜馆已经开了二百年有余了 徐凡估摸着 再有个几千年 自己便会破镜 来到度劫期 不得不提的是 随着他的实力增强 两门功法也升级了 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变成了黄金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无敌睡觉自动修炼功法 也变成了黄金无敌睡觉自动修炼功法 区别的话 可能就是睡觉获得的修为与奖励 便丰厚了 至于黄金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估计就是加强了防御的硬度 具体的区别暂时还没有体会到 因为无论是无敌缩头乌龟阵法 还是加强版的黄金阵法 似乎都没有人能够破开 冬天又来了 徐凡觉得自己是时候冬眠了 毕竟这时候像小熊啊 小蛇呀都冬眠了 自己不睡一个 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夜幕降临 黑暗笼罩了长安城 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有某种神秘的东西 在快速移动 他们穿过寂静的街道 来到大门紧闭的菜馆 悄无声息地穿过大门 直奔那股气息所在之处而去 床上是一个正在 以奇形怪状姿势睡觉 勉强可以称之为人的物种 忽然 黑暗停止了侵蚀 一层薄薄的金光 笼罩住了徐凡的全身 W CZZ黑暗缓缓退去在暗处等待 一日 阳光从窗户外面透进来 对方仍旧像死了一样 一动不动 先生 先生 小五跑进来 吃饭了 一见徐凡在睡觉 便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转眼间三天过去了 黑暗中的神秘 耐心地等待着 寒随一夜去 春海五更来 长安城郊外的树枝 重新冒出了头 菜馆内生意依旧火爆 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相比较下面的热闹 二层的卧室便冷清许多 隐藏在暗处的神秘 仍旧耐心地等待着 一朝春夏改 隔夜鸟花迁 夏日炎炎 窗外的树木生长得 格外苍翠茂盛盛 空气中没有一点风 烤的人要化了一般 这时候 冬季用法术储存的冰块 就派出用场了 菜馆卖起了冷饮 生意火爆得不得了 二楼卧室 徐凡仍旧在睡觉 而陪伴他的 也只有那个不离不弃的神秘 萧萧风赖注轻盈 秋去东来令又更 转眼 长安城再次迎装素果 卧室的一脚 神秘生无可恋地 躺在黑暗之中 忽然 床上的人动了 忽然 床上的人动了 黑暗中的神秘 第一次有了激动的情绪 然而 徐凡仅仅只是换了个姿势 W ZZZ神秘 五载光阴如梭 又是一年春满园 三更更火五更鸡 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不如晴雪枣 白发方毁读书池 菜馆内 响起小五的朗朗读书声 小五手里拿着本书 细细品读着 徐凡所留下的诗句 嗯 好事好事吃饭了 苏雅喊道 小五立马丢了书本 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饭桌前 不过苏雅 只给她盛了小小的一碗 小五嘟着嘴问道 苏姑娘 为什么小生的饭 只有这么一点点 苏雅道 你看看自己的体型 你该减减肥了 名都快变成小肥猪了 小五揉了揉脸 小生不是肥猪 小生是肉鳞芝 我们家族以肥为美 杨青说过 肥肥地容易找对象 那也不行 明儿你都走不动了 一边说着 一边手重重 拍在她的脑袋上 小五鼓着小脸 目光转向骨灰河 骨胸骨灰河倾咳一声 严厉道 小雅 对小五说话客气一点 他是爷的兄弟 小五附和着点头 啊 你俩什么时候是兄弟了 苏雅疑惑道 我们俩昨儿刚结拜 骨灰河道 你打小五 就等于打爷 苏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就一起打好了 很快 大堂内便传来骨灰河的惨叫声 苏雅抱着骨灰河 恶狠狠道 把骨灰全给你养了信不信 信信 爷错了 别养爷的骨灰 苏雅道 哼 让你再嚣张 明儿把你当皮柴烧了 小五躲在一旁瑟瑟发抖 苏雅插着腰 站在他面前 小五眨了眨眼 小声忽然觉得自己不那么饿了 这点饭足够了 足够了听着下面热闹的声音 我才发觉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神秘 黑暗中的神秘 有些崩溃的望着跟死了一样的徐凡 又到了暗夜降临的时候 神秘望着月亮 想起了自己失去的青春 他的生命即将迈入结局 强大的力量 却只拥有下馋般的生命 很快 另一个神秘出现 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他 随后身影疯狂的扭动 似乎是在手舞足蹈的庆祝 接着 他接替了这家伙的位置 等候着徐凡苏醒 于是故事重新上演 一个又一个神秘在此地被吞噬 一个又一个神秘赶来 直到第六十个年头 新来的神秘吞噬了旧的神秘 得到了其余神秘的全部记忆 然后他连夜替同跑路了 这时候 桌子上的乌龟旺财也有些受不了了 他伸出头缓缓地向外走去 睡饱了 徐凡 WZZZ呼呼 第七十个年头 徐凡醒了 哎 我捅呢 醒了的原因 不是他睡饱了 而是小五要离开了 小五上一次没能赶上七星莲珠 算算日子 下一次七星莲珠就在明日了 所以 小五要回家了 兄弟 早些回来 也会想你的 骨灰河道 小五背着背包点了点头 给了骨灰河一个大大的拥抱 徐凡揉了揉他的头 欢迎随时回来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小五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苏姑娘呢 小五四下一看 却没看见苏雅的身影 徐凡道 他正躲房间里哭呢 小五揉了揉脸 轻轻叹了口气 看向远处 日暮西山 到了离别的时候了 大家再见 小生会回来 看你们的 小五远远地冲他们招手 碰碰碰 徐凡推门走进去 屋子暗沉沉的 苏雅缩在墙角 眼睛通红 显然是刚刚大哭一场 小雅 吃饭了 徐凡道 苏雅抬起头 滴滴抽气着 先生徐凡笑着揉了揉他的头 这么大了 怎么还哭鼻子 小雅不想跟小五分开 还有先生 对了 还有臭骨灰河 小雅想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徐凡道 傻丫头 这世界上 哪里有永远在一起的人啊 为什么 为什么就不能永远在一起 人生就是一个孤独的旅行 没有人会陪谁一辈子 有些路总要一个人走 还记得以前我跟你讲过的故事吗 苏雅摇了摇头 徐凡道 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车 路途上会有很多站 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 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 即使不舍 也该心存感激 然后挥手道别 苏雅咬着嘴唇 正正地眨了眨眼 人生很漫长的 会遇见许多人 发生许多事 有时候一些人下车 不仅带走了行李 也带走了我们的思念 但是前方等待我们的 还有无数的邂逅 所以不用对失去耿耿于怀 最重要的是珍惜眼下的感情 苏雅抹了抹眼泪 小雅知道 小雅都知道 但是离别真的很难受啊 呜呜 小五走了 苏雅决定再找一个临时的跑堂的 毕竟客栈现在 生意这么好 需要人手 但是招了几个人 苏雅都不怎么满意 哎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浮躁啊 干活毛手毛脚的 苏雅抱怨道 这个夏天真热啊 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就连骨灰盒都把骨灰倒出来了 躺在房顶乘凉 徐凡打了个哈气 懒洋洋地望着窗外 右手并指成剑 在半空轻轻一滑 微风起 扬柳洞 下一刻 毛毛细雨从空中洒落下来 如同给火炉一般的长安城 浇了一盆凉水 下雨了 哇 好凉快 行人们纷纷吐出一口长气 不着急跑回家 而是感受着这份凉爽 四季建议 春风话雨 哎呀妈呀 爷的骨灰 房顶传来骨灰盒的惊叫声 妈呀 骨灰飘走了 爷的骨灰 哪一个生儿子 眉闭眼地施了法术 也跟他拼了 徐凡默默地加大了力度 顿时 狂风四起 爷的骨灰 冬天到了 随着冰雪的来临 干涸的大地上 逐渐湿润 又到了冬眠的季节 徐凡 W ZZZ呼呼 日子一天天过着 徐凡虽然隐退了 但是江湖上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人怕出明珠怕撞 想要打败他 一举成名的人不在少数 想要败他为师的人 更是数不胜数 也不知道是谁透露了 徐凡在长安城开菜馆的消息 于是五湖四海的修士 纷纷涌入了长安城 满城的找菜馆 不只是他们 还有一大批崇拜徐凡的女孩 他们从小对徐凡的事迹耳濡目染 长安城内 更是随处可见徐凡的雕像 帅的不要不要的 长安城的女孩 自从知道徐凡在长安城以后 便愈加疯狂 甚至成立了专门的找徐凡的小分队 是徐凡为他们的偶像 或许这就是最早的追星族 瓢散 毕竟谁能不爱一个长得帅 名声大 本领强的男人呢 有的十七八岁的女孩 甚至扬言 如果不能拜徐凡为师 就跳河自杀 让徐凡一辈子活在愧疚之中 然而 无论这些修士与狂热的粉丝怎么折腾 徐凡对此的态度 就是没有态度 这日 修行界传来一个消息 在十万大山修行的东湖老祖 突破杜劫七失败 生死人灭 听到这个消息时 徐凡微愣了愣 古辉和跟他说 东湖老祖 大概率是那些神秘之物所影响了 徐凡喝了口茶 没有说话 古辉和又道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了 似乎已经是半步杜劫了吧 徐凡点了点头 大概是吧 具体的 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你可是我们对抗永夜的唯一手段 我们的小命 可就全靠你了 你就这么相信我 徐凡淡淡地说道 爷爷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古辉和道 而且这么久相处下来 也发现 你小子确实诡异 天天睡 大家修为却能狂增 而且还能莫名其妙的 有一些天才地宝 徐凡笑了笑 古辉和念了个口诀 忽得凭空 换出一卷剑阵图 这是 古辉和道 诸仙剑阵图 你手里已经有了诸仙四件 配合这东西 便可以启动诸仙剑阵了 到时候 说不准能增加一些剩算 别跟也说 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也好歹 也得留个棺材本不是 徐凡问 那现在为什么又拿出来了 古辉和道 通过观察 也觉得你是个可靠之人 要知道 这诸仙剑阵图 可是也花了好大力气才搞来的 徐凡望着远处 你说 被永夜吞噬了 会怎么样 会死吧 死亡是什么感觉 哦 也怎么知道 也又没死过 对了 也之前看见你放床头上的那根簪子 古辉和说 簪子 徐凡想起来 那是第一次与柳星见面时 柳星留给自己的 说是他娘留给他的 还说 让他拿着簪子 可以找他兑换三个愿望 簪子怎么了 古辉和说 那根簪子可不简单啊 虽然没有灵气的气息 但确实用真龙龙骨制作成的 可以破除世间一切防御 甚至能够杀死仙人 徐凡皱了皱眉 他之前确实感受到了簪子的不同 但一想到柳星的身份 便也没有在意 毕竟他娘留给他的礼物 肯定是无比的珍贵 绝不会是平常之物 只是没想到龙骨 古辉和点了点头 我也是 昨天才发现的 他被某种封印术封印了 你之前说 这是你的一个朋友送你的 你这个朋友先生 你看一下店 我去外面办点事 二人正说着话 下面忽然传来了苏雅的声音 徐凡坐在柜台墙 拨动着算盘 算着今天的账 菜馆那一群人一边吃饭 一边聊着天 不知不觉就说到了那名镇天下 的白衣宰相 大洲的缔造者 人徒 天下第一谋士 桃花见神 不败战神 人间真无敌徐凡 一些连徐凡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对方张口就来 说得有头有尾 就连徐凡自己都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干过 他笑着摇了摇头 因为用法术改变了外人 看着他的面容 所以根本没人认出来 此时此刻 他们口中的传说人物的本尊 就在他们的面前 小二 给茶加点水 讲了半天徐凡的事迹 那人有些渴了 得乐 徐凡端着长筒胡 小跑过去 您慢用 那人看都没看他一眼 润了润喉咙 继续大奖特奖 我刚才讲到哪了 对 徐向国与大唐长公主 柳星的爱恨情仇 二人在外私混三天三夜 而后柳星为徐凡铲下三子 扑呲 徐凡一口茶喷出来 众人纷纷看向他 徐凡歉意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啊 茶水太烫了 这谣言就尼玛离谱 这时 一道身影走了进来 客观 要点什么 徐凡转头看去 话说到一半 忽然就不说了 熟悉又有些陌生红衣 柳星唇红齿白的那么一笑 好久不见啊 徐凡挣了片刻 随后温温一笑 是啊 好久不见 字不归山一别 真的好久了 久到徐凡想不起来 到底有多久了 他原本还在因为 神秘之物的事情 为柳星担心 但是打听了许久 都没找到柳星的下落 柳星笑道 数年未见 你都这么有名了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资格 跟你坐下来聊聊天了 徐凡知道他在调侃自己 便也笑了笑 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说 嗯 柳星点了点头 徐凡道 小白 带这位姑娘 先去后院 小白是店里的新招伙计 领着柳星往后院去 徐凡凡准备将最后一笔账算完 便去找柳星 这时 骨灰和忽然跑了出来 骨灰和平日里是不会在外人面前现身的 此刻却急匆匆地闯了出来 徐凡施了一个幻术 隐蔽了他的身形 怎么了 那个女人那个女人 骨灰和声音带着恐惧 那个女人你认识 刚才那个红衣女人吗 徐凡道 就是她 徐凡道 认识啊 她就是送我簪子的那人 大唐长公主 你跟她没发生什么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徐凡沉声道 她心里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那个女人 也认识 徐凡有些没反应过来 认识又怎么样 关键是也在十万多年前认识的她 骨灰和颤抖着声音说道